长寿 当人类不再衰老 美大卫 辛克莱 David A. Sinclair 美马修 拉普兰特 Matthew D. Laplante 著 推荐续医 衰老与寿命的进化论 王昭清华大学教授 我们为什么会衰老 我们可以不衰老吗 哈佛医学院遗传学系的大卫 辛克莱在其于2019年出版的新书长寿中再一次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我与辛克莱是多年前在美国波士顿科德角参加细胞衰老论坛时相识的 后来我所谓访问教授到哈佛医学院待过一段时间 正好与辛克莱同在长沐医学区的新研究大楼里 其间交集并不多 从其新著书名可以看出 这本书有两个核心概念 一个是寿命 Lifespan 一个是衰老 Age 我们先说一说寿命 可以说 在地球上诞生了生命 生命受环境的胁迫而不得不进化 升级的同时便也出现了死亡 而生与死之间的时长便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寿命 可以说寿命是始于生终于死的一段时间历程 所以从一开始 死亡便是生命进化 升级的必须之物 没有生死便不会有进化 生命正是在生与死的迭代中重复 并更新着自然选择优胜劣汰的进化过程 这就是寿命的本质 当然 随着生命体的进化 寿命也有了不同时长和诸多类型 死亡是进化的前提 只要还在进化 死亡就是必然存在的 个体不会永生 因为自然选择不会让它们在这个世界上永生 人们说到寿命 大部分时候是指人类个体的实际寿命 是说某个体实际活到了多少岁 夭折 红颜薄命或者英年早逝 寿终正寝或者嫁鹤仙事 都是指一个人实际的年龄 即lifespan 如果是群体 就会成为某个人群的平均寿命 其实寿命还有一个概念 指最大寿命 目前人类的最大寿命 一般认为是120岁左右 从有记录的历史来看 基本上没有超过120岁的人类 实际寿命或者平均寿命 与最大寿命是两个非常不同的概念 前者基本上是随机的 后者则基本上是进化的结果 我们说近200年来 人类的寿命大大延长了 或者通过各种方法和措施 延长寿命了 基本上都指的是前者 而人类的最大寿命 在这个时间段里 并没有什么增长 再进一步说 为什么生命要有期限 为什么生命不能永恒 因为进化的需要 有生有死才有自然选择 才能实现优生劣汰 才能完成进化升级 而永生意味着进化的停滞 所以无论能活多久 只要还在进化 死亡就是必须的 那么为什么人类的最大寿命 约为120岁 为什么不能是180岁 这个说起来比较复杂 简单来说 这与人体细胞的分裂次数有关 正如薛定谔在其著名的 生命是什么中所说 我的一个体细胞 仅仅是我所示的那个 卵细胞的第50代 或第60代后代 人类的细胞分裂次数 约为54 平均每次分裂的周期 约为2.4年 那么人类的自然寿命 大约就是120岁 也有人认为 哺乳动物的自然寿命 相当于其生长期的 5至7倍 人类的生长期 平均约为18年 那么自然寿命理论上 就是90至126岁 圣经创世纪中 耶和华说 我的灵弼不永住在人体里面 因为它是血肉之躯 它的寿命会有120年 传统的西伯来语会说 祝你活到120岁 古今中外不同民族和文化的记载 都说明了人的寿命极限 大概就是120岁 再说衰老 与死亡不同 衰老不是进化事件 而是被进化忽视的事件 但只有当从进化的角度 来审视衰老的时候 你才能深刻领悟到这一点 因此 对于衰老的认知和研究 也需要放在进化的视野下来进行 我们知道 从进化的角度来看 繁殖核传成是其唯一的目的 因此经长期进化 自然选择保留下来的所有基因 以及机体所有功能和资源分配 不仅仅是能量分配 都是围绕这一种极目的作为支撑的 当发育成熟 繁殖完成之后 这些支撑因素就会被撤除 这就是衰老的开始 有人认为 自然选择的力量在繁殖后减弱了 其实就是它不再起作用了 所谓减弱 不过是自然选择惯性的虚影而已 基本的进化动力的刹车 使作为基因传递载体的机体 开始发生各种退行性的变化 而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和研究衰老 就产生了衰老形成的各种理论 如组织器官 磨损理论 基因突变积累理论 结抗性多效基因理论 可抛弃体细胞理论等 都从不同的角度或层面 产生了衰老现象的形成 后两种理论更是融入了一些进化论的思想 也有人以物理学的基本定律来解释衰老 认为衰老就是伤增的过程 但如果非要从热力学第二定律来 产生衰老的话 伤增从出生就开始了 而不是从成熟繁殖后才开始的 所以用伤增来阐明人的整个生命历程 或许是妥当的 而单单把它用在衰老的描述上 就有些片面和局限了 如前所述 这颗星球上进化出生命的同时 就有了死亡 死亡是伴随进化而出现的 是进化的产物 也是实现进化的必要前提 与人类进化的历史相比 从三百万年前 能人诞生到现在 衰老不过是近二百年的事情 是一个非常年轻的概念 在这之前 人类的寿命不过三十多岁 超过四十岁的就是高寿了 非常罕见 因此 对衰老与死亡要分别来认识 而且要从进化的角度来审视 寿中 并不一定是衰老的结果 人类的祖先基本上都死于被捕食 疾病 意外事故 极其引起的感染 饥饿等 少有衰老之后死亡的 所以衰老也不是死亡的必要前提 主要由医疗卫生事业进步 社会文化教育的发展 以及膳食营养的改善等造成的衰老 反映了从个体成熟到死亡的这段时间过程 具有其独特的时空特性 从时间上看 衰老是一个发展的过程 是从繁殖后到生命终结的经历 如初老期 中老期 长寿期 等各种分期方法 从空间上看 衰老是一种变化的状态 由多种不断变化的因素交织而成 如健康 亚健康 疾病 失能等 衰老的时间过程可以压缩 增加健康寿命时长 衰老的空间状态 也可以改变 减少疾病和失能状态 这就是抗衰老 没有哪个生物学法则说 我们必然要经历衰老 毫无疑问 衰老增加了死亡率 但衰老并不是死亡的必要前提 正因为衰老不是程序性发生的 不是进化事件 抗衰老才有了莫大的空间 抗衰老并不是逆天行事 而是顺势而为 但我们要始终理性地认识到 不衰老并不代表不死亡 无病无灾 并不代表永生 就像实验室动物 你给予它再好的条件 它也不会永久地活下去 所以抗衰老的目的是追求健康 而不是不朽 衰老算不算一种疾病 人们对这个问题也争论了很多年 之所以争论 有学术层面的问题 也有非学术层面的意义 衰老如果不是疾病也就罢了 如果是疾病 要不要治 如何治 医疗保险 能不能覆盖等一系列问题 就都会显现出来 其实这要看我们是如何定义疾病的 如果说疾病是对人体正常形态 与功能的偏离 当然这个定义的前提 是大家对人体正常形态和功能 有统一的认识 那么衰老 无疑就是一种疾病 这一问题在2018年6月发布的 全球诊断信息标准 国际疾病分类第11次修订本中 已经有一个基本定论 该版修订本中 增加了一个代号为MGRA的病名 Old Age 也就是衰老 将其定义为 不包括精神紊乱和阿尔茨海默病在内的高龄或老化 并建议各国从2022年1月1日起采用 既然衰老是一种疾病 那就应该可以对它进行治疗 这正是各种抗衰老疗法的法理基础 有没有简单一行的保持健康 减缓衰老的方法 有 那就是管住你的嘴 迈开你的腿 辛克莱在书中强调 如果让他给出延缓衰老 促进健康的唯一建议 就是少吃一点 再加一条 就是每天锻炼十分钟 还需要吗 如果你觉得挨饿还不够 那就再少穿点 保持肌体相对凉爽 但这一点似乎更适合相对年轻一些的人 对七八十岁及以上的人来说 就不那么合适了 总结起来 其实就是逆境中求生存 能吃饱 我偏要饿着点 能穿暖 我偏要冷着点 能舒适 我偏要累着点 其统一的机制 都是激活人体内 最原始的生存回路 这种机制 是人类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 逐渐形成 并保留在生命传承中的 是进化过程中 严酷的环境 吃不饱 没得穿 疲于奔命等 留在人类基因组中的名客 它并没有因为现代人 吃饱穿暖 悠闲舒适的生活方式而消失 而是仍然在生命 最基本的层面 发挥着生死攸关的作用 其实 这种回路的基本作用 是在环境 尤其是营养条件 恶劣的时候 暂时折服起来 等待环境的改善 以炼繁殖 可以顺利进行 延长寿命 并不是它初始的目标 只是生物为了 等待合适的发育 和生殖机会 而采取的 权宜之计的副产物 最后需要厘清的一个问题是 抗衰老部等于抗死亡 这也是目前 许多衰老生物学著作和文献 存在的一个共同问题 他们把衰老 寿命和死亡混杂而数 上面所说的各种抗衰老的方法 不管是少吃 快走 还是使用某些医药品 保健品 都没有 至少截至目前没有 科学依据显示其能够延长最大寿命 但这些方法和措施 不仅可以改善你的生命后期的健康状况 还能够在生物学寿命极限内 尽可能地延长你的生理寿命 提高生存质量和生活幸福感的 同时减轻个人 家庭和社会的负担 我们抗衰老的目的是 减少疾病和失能的发生 是保持健康和活力 而不是单纯的延长寿命 能不能在较短的时期内 实现最大寿命的延长 目前的科学研究 没有给出确切的答案 至少从进化的历程来看 这不会是一个简单一行的改变 也许细胞重编程 干细胞和再生医学 器官移植 或者其他的一些方法 能够改变人的寿命极限 但是这些方法的实施 都是在个体生命的后期进行的 也就是说 它们不具备遗传性 对进化进程是没有贡献的 再说这种改变的 长期群体效应和社会效应是什么 短期内也不好估量 但是未来会发生什么 谁又说得准呢 终结我们所知的衰老 我们将度过没有疾病或残疾的人生 辛克莱在其新著中 发出了豪言壮语 推荐虚二 长寿时代的经济新格局 周春生长江商学院教授 长江商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理事长 自古以来 健康长寿 就是人类的追求和梦想 也是中国人逢年过节问候长者常用的祝福话语 根据史记 秦始皇本记的记载 秦统一六国后 嬴政听说东方有一种仙药 食之可保长生不老 于是在其二十八年 公元前二百一十九年 亲自率将东行寻找仙药 希望长生不老 古往今来 除了秦始皇 其他希望寻求长生不老至灵丹庙药的帝王和富商大有人在 自然无意成功 工业革命之前 人类的平均预期寿命只有三十五至四十岁 在中国 人生七十古来兮的古话一直流传至今 富如皆知 如今 伴随生物医药技术的飞速发展 及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人类预期寿命正在不断延长 长命百岁不再是人类的梦想 可以预见的是 随着基因技术 再生医学等科技进一步发展 人类预期寿命在不久的将来还会大大延长 然而 长寿不单是医学和科技的问题 更是经济和社会的问题 人类寿命的快速延长 必然引发人口结构 劳动力结构 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等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的巨大改变 以及对社会保障制度 人口政策 就业政策的巨大调整 当今中国与人均预期寿命延长 人口老龄化相伴的 还有人口出生率的下降 近些年来 中国人口总数开始出现罕见的零增长 甚至负增长 这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人口老龄化的趋势 很多人担心出生率下降 以及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 可能会导致中国劳动人口短缺 我本人对此并不十分担心 理由有二 其一 预期寿命的延长 意味着人口自然死亡率的下降 可以对冲出生率下降对人口的影响 当然 人口结构会发生改变 值得给予特别关注 其二 在数字经济的新时代 许多新兴科技 具有劳动力节约的特点 能够大幅提升劳动效率 尤其是智能装备 工业机器人 甚至虚拟数字人的广泛使用 使得单位 GDP 国内生产总值所需的劳动力 投入大幅下降 就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 出生率的下降和人口老龄化 并没有造成劳动力的普遍短缺 相反 在某种程度上 我们还存在促进就业的压力 我个人甚至认为 伴随人均预期寿命的延长 及老年人健康状况的改善 我们对老年老龄化的定义 也应与时俱进 不断做出适当的调整 并相应调整就业制度 退休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 就整体就业市场而言 未来的中国需要的 也许不是更多的劳动力 而是更高素质的劳动力 人均预期寿命显著提升 带来的直接影响之一 是消费市场和消费结构的改变 毫无疑问 不同年龄段的人的消费能力 消费特点和消费偏好 存在明显的差异 年轻人口和出生率下降 或许会对消费市场的活力 造成某种程度的冲击 在力争维持合理出生率的同时 企业家和经济政策制定者 有必要关注老龄化 带来的市场和消费结构的变化 积极开发中老年消费市场 以防范人口结构变动 导致的市场活力下降 从宏观层面来讲 激发老年人的消费活力 对于中国经济长期 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从微观层面来讲 退休老人群体不断膨胀 对医疗 康养的需求 一定会相应增加 还有 退休老人 可能会过上漫长的休闲 养老生活 他们如何打发时间 如何在退休之后 活得精彩 活得快乐 因此 除了康养 老年人的文化 娱乐消费 也会存在巨大的市场 母婴市场自然值得关注 但竞争者已重 老年消费市场 则发展相对之后 也许这是值得关注的 未来的风口 我大胆预测 未来的老 经济很可能会成为 经济和市场的热点 人类寿命 以加速态势 快速延长 是一个新现象 与之相伴的许多问题 现在还难有定论 有待进一步研究和探索 比如 尽管出生率下降 但人类寿命快速延长 那么未来 总人口是否会 重新快速增长 这又有哪些 经济和商业含义 如果退休生活 不再是15至20年 而是50年 甚至更久 会怎样呢 退休老人的生活 由谁来负担 应该如何对养老制度 进行改革 年轻人 是否会因人口 老龄化 而变得负担过重 因为人工智能 与智能装备的广泛使用 未来工作 对人类体能的要求 可能会不断下降 加之老年人的健康状况 得到改善 老年人能否依旧 胜任许多种类的工作 从而自食其力 进读中信出版社 推出的长寿 当人类不再衰老一书 我颇受启发 收获良多 对于正在到来的 长寿时代的各种变化 该书提供了 非常独到的分析和预测 对于目前男友定论 悬而未决的各种问题 该书也提供了 促进人们思考的 有用线索 鉴于此 本人强烈推荐这本书 给各位企业家 和人到中年的职业人士 它不仅有助于大家 活得更健康 更快乐 更长久 也能启发大家 更好的认识 和思考未来经济 社会 产业 因人类预期寿命延长 而发生的巨大变革 推荐旭三 抗衰的科学之路 丑死龙 中国科学院脑科学 与智能技术 卓越创新中心 高级研究员 长生不老 是古今中外 无数传说的必备主题 中国有虚浮仙丹 外国有用人与眼泪 酿造的不老权 人类能长生不老吗 这个想法貌似疯狂 荒谬 却一直是科学家 进行严肃科学研究的课题 在科学家眼里 这个疯狂的想法 可以被拆解为 几个严肃的科学问题 细胞与身体 为什么会衰老 是否有长寿基因 能否延长生物体的寿命 长寿 就是一本尝试 从科学层面回答这些问题的书 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位 在学界颇有些争议的科学家 哈佛大学的大卫 辛克莱教授 崇拜他的人认为 他开启了崭新的科学领域 会改变世界 批评他的人认为 他哗众举宠 倡导的科学研究 也没有足够的依据 无论你如何看待 他倡导的长寿之法 我相信 你在阅读完长寿之后 一定会有所收获 我将就这本书的三个 有趣的主题 做简单的导读 一 衰老的科学原理 衰老的科学原理 其实是非常引人入胜的 科学问题 不止生物体会衰老 其实细胞也会衰老 科学家发现 细胞有一个分裂的极限 细胞的分裂次数 由一个倒计时的时钟决定 细胞每分裂一次 时钟就倒数一次 一般的细胞分裂数十次后 时钟的指针就会归零 细胞受中正寝 为什么细胞不能无限制地 分裂下去呢 或者说 如果细胞无限制地 分裂下去会怎样呢 那就会产生人类 最害怕的恶极 癌症 癌细胞就是人类身体里 唯一一种能无限分裂的细胞 因此 衰老和永生是两个选择 对细胞来说 无论好坏 但是只有细胞选择衰老 生物体才能生存下去 拥有无数细胞的 生物体衰老的原因 则更复杂一些 目前认为有诸多因素 比如氧化自由基 科学家在这方面的研究中 通常用小小的 秀丽银杆线虫来做模型 因为线虫的生命周期非常短 所以科学家可以随机诱导 基因突变 然后寻找那些 抵抗衰老的基因开关 当然 我们已经知道了 衰老与永生的悖论 所以如果说 某个基因确实可以 让细胞永生不老 或者说 让小小的线虫意外的长寿 那么科学家 首先会怀疑 这个基因会不会导致 生物体走向产生肿瘤之路 对人类来说 衰老往往伴随着 许多老年疾病 比如 心血管疾病 阿尔茨海默病 与癌症的发病率 都会随着年纪的增长 而逐渐攀升 所以 人类面对的 与其说是 衰老的威胁 不如说 是衰老带来的一系列 老年疾病的威胁 这本书认为衰老是一种疾病 我个人更愿意认为 衰老是一种状态 在此状态下 老年疾病的风险剧增 怎样正常处理这些风险 是人类社会的当务之急 特别是 那些快速进入 老龄化社会的现代国家 二 如何实现科学的长寿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 如何健康的衰老 或者说 如何实现科学的长寿 当今时代最不缺的 就是抗衰老药物和抗衰老方法 社交媒体上铺天盖地的信息轰炸 让人无所适从 在这方面 我很赞同著名健身教练 张展辉老师的一句话 现代人不需要跑马拉松 但是需要能跑半程马拉松的身体 拥有健康的身体和心灵 是现代人最渴求的目标 虽然饮食 运动与营养补充建议不计其数 但我想目前 科学界与医学界达成共识的 只有这几点 远离香烟 远离酗酒 规律作息 健康生活健康的 让我们有点敬而远之 为了多活几年 一定要牺牲年轻时候的快乐吗 对年轻人来说 做到以上三点之一行难 如果有种神药 吃下去能延年益寿就好了 近年来 确实有不少候选 神药在经历科学家的审视 包括二甲双瓜与NMN 沿歇岸丹和甘酸 但是我必须负责任的说 最靠谱的长寿方法 还是远离香烟 远离酗酒 规律作息 神药 抗衰老的生物学机理 还需要经过严格的科学研究 他们能否真正抗衰老 还需要医学界 进行严格的临床试验 进行判断 三 长寿以后的社会难题 嘲笑长寿研究的人 经常会有一个观点 要是大家都长寿 那地球 岂不是要人口爆炸了 我想问问他们 一百年前 地球上人类的平均寿命 是多长 图零点一 就是这个问题的答案 1900年 在最发达的欧洲 人的平均寿命不到50岁 在亚洲 人的平均寿命不到30岁 此后100年 欧亚大陆人群的平均寿命 提高到了70岁以上 那100年以后呢 我觉得平均寿命120岁以上 好像不是很夸张的估计 图零点11770 2019年的预期寿命 1 数据来源 Riley 2005 Clio Infra 2015 和联合国人口司 2019 注所列数据 为阶段性出生人口 预期寿命 即在某一年的死亡率 在新生儿的一生中 保持不变的情况下 新生儿的平均寿命 在接下来的100年里 会发生什么 首先 当然是科学与医学 取得进步 将人类的寿命延长 其次 人类社会的政治体系 必须对长寿之人 做好准备 比如 以前人到70古来西 现在到各处 游山玩水 享受人生的70岁 退休人士 比比皆是 社会保障体系 需要应对越来越长寿的人们 当然 最重要的是 如何让长寿的科学技术 汇集全人类 长寿不应该成为富人的特权 也不应该成为贫富差距 加大的富产品 一方面 享受着老龄化红利的现代社会 必须要在另一方面 做出更多的举措 运用社会公共资源 促进社会大众健康衰老 毕竟应对大量的老年疾病 会消耗大量的社会保障 和医疗资源 因此 这本书在最后一部分 提出了很有现实意义的问题 只有建立健康与财富的良性循环 人类社会 才有更美好 更长寿的未来 总结 这本书 从最前沿的健康科学 到社会公共政策 探讨了 从衰老到长寿的方方面面 坦承一本出色的科学人文书 尽管这本书的作者 辛克莱教授 个人倡导 NMN这种潜在的抗衰老药物 但他并非在给NMN打广告 而是站在一个科学家的角度 阐述了长寿的科学研究 和社会倡议 如果你是一个 希望健康长寿的现代人 那么这本书 是你的必读书 原物简介 约瑟夫 班克斯 1743年2月24日 至1820年6月19日 英国博物学家 植物学家 英国皇家学会贤会长 曾随同詹姆斯 库克船长 进行环球航行 与悉尼勋爵 一起坚决主张 在澳大利亚 班克斯角植物学湾 建立殖民地 班克木花 以他的名字命名 尼尔 巴尔奇莱 生于1955年12月23日 以色列艺美籍 内分泌学家 纽约阿尔伯特 艾因斯坦医学院教授 最有名的工作 是阐明 使德西犹太人 家族成员 寿命超过100岁的基因 控制寿命的激素 及二甲双刮 对寿命的影响 伊丽莎白 布莱克本 生于1948年11月26日 诺贝尔奖得主 澳大利亚裔美国人 于卡罗尔 W.格雷德和杰克 W.邵斯塔克 发现了端粒酶 即延长端粒的酶 2004年 他被布什政府的 生物伦理委员会开除 据说是因为 他支持干细胞研究 和不涉及政治的科学调查 亚瑟 查尔斯 科拉克 1917年12月16日 至2008年3月19日 英国科幻小说 作家和未来主义者 被称为太空时代的预言家 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 在斯里兰卡度过 遇见了太空旅行 和卫星的出现 提倡保护大猩猩 1962年患脊髓灰质炎 导致脊髓灰质炎后综合症 阿尔维斯 路易吉 科尔纳罗 1464或1467 1566.58 威尼斯贵族 和艺术赞助人 写了四本讨论 健康和长寿方法的书 其中包括 禁食和戒酒 艾琳 M.克里明斯 美国南加州大学 人口统计学家 第一个将残疾 疾病和死亡率的指标 结合起来 预测预期健康寿命的人 她证明 女性痴呆患者 比例较高的主要原因 是她们更长寿 拉斐尔 德卡伯 生于1968年1月20日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 西班牙裔科学家 研究饮食 对镊齿动物 和灵长类动物的 健康和寿命的影响 本件名 刚破茨 1779年3月5日 至1865年7月14日 自学成才的英国数学家 以人口统计学模型 刚破茨 梅卡姆人类死亡率定律 1825文明 曾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 后来做了联合保险公司的精算师 联合保险公司 由她的姐夫摩西 蒙特菲奥里爵士 和她的亲戚内森 梅耶 罗斯 柴尔德 创立 伦纳德 辟瓜伦特 生于1952年6月6日 美国分子生物学家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 因共同发现沉默信息调节因子 Sertuin 在衰老中的作用级 Ned日加 也写作Ned 因些暗线 票令二合肝酸 对沉默信息调节因子 活性的必要性 将能量代谢与寿命联系起来 而闻名 亚历山大 盖尼奥特 1832年11月8日 至1935年7月15日 百岁老人 法国医生 著有Paul Vivre Saint-A-N-S Larkta Prolonger S.E.S.Juers 活到100岁 一书 他强调遗传生命活力的重要意义 认为遗传生命活力 决定了人类的自然寿命 不会短于100年 约翰 毕戈登 生于1933年10月2日 他于1958年 用成年蝌蚪细胞的细胞和克 龙出了一只青蛙 证明衰老可以重置 他因此与山中 深迷在2012年 共同获得诺贝尔奖 德纳姆 哈曼 1916年2月14日 至2014年11月25日 美国化学家 他创立了衰老的自由基理论 和衰老的限立体理论 哈曼是美国老年协会 American Aging Association 的创始人之一 他在82岁前 每天跑步两英里 最终在98岁去世 伦纳德 海弗利克 生于1928年5月20日 美国生物学家 发明了导致显微镜 因1962年 发现正常哺乳动物细胞的复制能力 存在极限而闻名 细胞分裂的海弗利克 极限推翻了 法国外科医生 和生物学家 卡雷尔 在20世纪初提出的长期 为人们所接受的观点 即正常细胞 在培养过程中 会持续增值 史蒂夫 霍瓦斯 生于1967年10月25日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奥地利一美籍教授 以其在表观遗传学 和衰老方面的开创性工作 以及共同开发 基于DNA 脱氧核糖核酸 甲基化模式 预测生物体年龄的算法 被称为霍瓦斯衰老师中 文明 金景真一郎 生于1964年12月9日 日益美籍生物学家 以其衰老的易染色之假说 对哺乳动物沉没信息 调节因子的研究集与伦纳德 瓜伦特共同发现 耐热家可以提高 沉没信息调节因子的活性文明 新西亚 J.凯尼安 生于1954年2月21日 美国遗传学家 师从诺贝尔奖获得者悉尼 布伦纳 将献虫作为生物模型 后来证明了Deaf 二突变会使献虫的寿命翻倍 凯尼安是加州大学 旧金山分校的教授 还担任谷歌卡利科公司 衰老研究副总裁一职 詹姆斯·艾奥科克兰 在纽约罗杰斯特的 梅奥医疗中心工作的 美国内科医生和生物学家 研究衰老的僵尸细胞和开发 能杀死僵尸细胞的药物 Sinalytics的先驱 托马斯·B.艾奥科克伍德 生于1951年7月6日 出生于南非 英国纽卡斯尔大学生物学家 衰老研究所副所长 提出了可抛弃体系包假说 即物种平衡能量和资源的目的是 促进繁殖 并建立强健持久的身体 皮埃尔·勒孔特·迪努伊 1883年12月20日 至1947年9月22日 法国生物物理学家和哲学家 他观察到年长士兵的伤口 比年轻士兵愈合得慢 他提出了Telefinalist假说 假说所认为的上帝主导进化的观点 被批评为不科学的 克莱夫·M.麦凯 1898年3月21日 至1967年6月8日 美国营养学家和生物化学家 在康奈尔大学研究大豆和面粉几十年 他最著名的是他早期的研究 证实了限制卡路里 可以延长老鼠的寿命 1955年 他和妻子发表了 你可以做康奈尔面包一文 彼得·毕梅达瓦 1915年2月18日 至1987年10月2日 出生于巴西的英国生物学家 其对移植物排斥反应 和获得幸免医耐受的研究 对组织器官移植的临床实践 至关重要 他认识到 因为降低的繁殖价值 自然选择的力量 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 亚瑟 菲利普 1738年10月11日 至1814年8月31日 英国皇家海军上将 新南威尔士州首任州长 曾航行到澳大利亚 在植物学湾建立英国罪犯流放殖民地 将一个港口移到北面之后 该殖民地成为澳大利亚悉尼市 克劳德 易相农 1916年4月30日 至2001年2月24日 美国数学家和工程师 任职于麻省理工学院 被称为信息理论之父 他的论文通信的数学理论 1948解决了信息丢失和恢复的问题 为互联网TCPIP 传输控制协议网际协议奠定了基础 他的偶像是艾迪生 后来他才知道 艾迪生原来是他的亲戚 约翰 斯诺 1813年3月15日 至1858年6月16日 英国麻醉师 麻醉和医疗卫生应用方面的领居人物 因追踪到1854年 伦敦苏活区 霍乱爆发的源头是 布罗德街水泵 而闻名 利奥 希拉德 1898年2月11日 至1964年5月30日 匈牙利益美籍 物理学家 人文主义者 提出衰老的DNA损伤假说 他曾经写了一封信 直接促进了曼哈顿计划的启动 他设想了核链式反应 核能 横化器 电子显微镜 煤反馈意志 和人体细胞克隆 康拉德 H.沃丁顿 1905年11月8日 至1975年9月26日 英国遗传学家和哲学家 为系统生物学和表观遗传学 奠定了基础 他提出的沃丁顿D冒图 有助于人们 理解一个细胞 是如何分裂成体内 数百种不同种类的细胞的 罗伊 艾尔沃尔福德 1924年6月29日 至2004年4月27日 美国生物学家 重振了卡路里限制方面的研究 他是1991至1993年 亚利桑那州生物圈2号内的 8名参事人员之一 据说在医学院时 他用统计分析学院里 在内华达州里诺市的一家赌场 预测了轮盘赌的结果 用迎来的钱交了医学院学费 并且买了一艘游艇 在加勒比海航醒了一年多 贺博特 G.维尔斯 1866年9月21日 至1946年8月13日 英国科幻小说作家 曾遇见了二战中的空袭 坦克 核武器 卫星电视和互联网 最著名的作品有 世界大战 未来世界 时间机器 他希望他的木志明摘子 空中的战争 我早就跟你们讲过了 你们这些该死的蠢货 乔治 C.维尔斯 1926年5月12日 至2010年9月8日 纽约州立大学实习分校的 美国进化生物学家 因提出 以基因为中心的进化论和 结抗性多效基因而闻名 这是一个 关于我们 为什么会变老的主导理论 其本质是 一种帮助年轻细胞存活的基因 可以在这些细胞衰老时 反噬它们 山中深迷 生于1962年9月4日 日本生物学家 发现了能将正常细胞 转化为干细胞的重编程基因 他因此 在2012年与约翰·戈登共同获得了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术语介绍 等位基因 一个基因多种可能形态中的一种 每种在其DNA序列中 还有一个明显的突变 比如 一个有害等位基因 是一个导致疾病的基因的一种形态 氨基酸合成蛋白质的基本化学原料 在转运过程中 不同的氨基酸串联在一起 形成一条链 然后折叠成蛋白质 结抗性多效基因 由乔治·C.威廉斯提出的一种 对衰老做出进化论解释的理论 如果一个基因 在生命早期的收益 大于生命晚期的成本 那么它可能会被选择 用来缩短生命晚期的寿命 生存回路就是一个例子 碱基遗传密码的四个字符 A、C、T和G 是一种被称为碱基或核碱基的化学集团 A等于线票令 C等于包密定 T等于胸腺密定 G等于鸟票令 RNA、核糖核酸 还有一种叫做尿密定 U的碱基 而非胸腺密定 碱基对DNA的扭曲拉链上的牙齿 被称为碱基的化学物质 组成一条DNA链 每条链的方向相反 碱基吸引与其相对的一方 形成一个碱基对 C与G配对 A与T配对 除了在RNA中 在RNA中是A与U配对 生物追踪 生物黑客 利用仪器和实验室测试来监测身体 以决定如何选择饮食 运动和其他生活方式 从而使身体机能达到最佳状态 千万别和生物黑客混为一谈 生物黑客是一种自助强身健体的方法 癌症细胞不受控制的生长而引起的一种疾病 癌细胞可能形成团块或肿块 称为肿瘤 并可以通过一种叫做转移的过程 扩散到身体的其他部位 细胞 生物体的基本单位 活生物体中的细胞数量 从一个如酵母到千万一个如蓝晶不等 一个细胞由蛋白质、脂质、糖类和核酸四个关键大分子组成 这些大分子使细胞能够发挥功能 除此之外 细胞可以合成和分解分子 可以移动、生长、分裂和死亡 细胞重编成 细胞从一种组织到发育前一阶段的变化 细胞衰老 这一过程发生于正常细胞停止分裂 并开始释放炎症分子时 有时是端力缩短、DNA损伤或表观遗传噪声引起的 尽管衰老细胞看起来处于僵尸状态 但它们仍然活着 用它们排除的炎症分泌物破坏周围的细胞 染色质缠绕在被称为组蛋白的蛋白质之架上的DNA链 常染色质是一种开放式的染色质 允许基因被开启 而易染色质是一种封闭式的染色质 阻止细胞读取某个基因 这个过程也叫做使基因沉没 染色体细胞DNA捲绕在蛋白质周围 形成的一个紧密的结构 不同生物的基因组排列成不同数量的染色体 人类细胞中有23对染色体 互补性用于描述任何两个 可以相互形成一系列碱基对的DNA或RNA序列 每个碱基与一个互补方形成一个件 DNA中的T或RNA中的U与A形成一个件 C与G形成一个件 CRISPR读作CRISPR 它是在细菌和骨细菌中发现的一种免疫系统 被用作基因组工程工具 在基因组的精确位置切割DNA CRISPR是规律间隔乘促 短回纹重副序列的缩写 是宿主基因组的一部分 包含交替重复序列和外来DNA片段 CRISPR蛋白质 如Ka9一种DNA切割酶 在寻找并破坏病毒DNA时 将其用作分子识别图 DAF-16FOXO 作为沉没信息调节因子的盟友 DAF-16FOXO 是一种被称为转录因子的基因控制蛋白 它能激活细胞防御基因 上调这些基因可以延长蠕虫 苍蝇 老鼠甚至可能还有人类的寿命 它同时是DAF-2延长蠕虫寿命所需的物质 去乙仙激化通过酶去除蛋白质中的乙仙标记 组蛋白去乙仙化酶 HDAC去除组蛋白中的乙仙激会 使组蛋白变得更紧凑 这样就可以关闭某个基因 沉没信息调节因子是依赖NAD的去乙仙化酶 拖仙作用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术语 包括去除乙仙激 以及去除其他更奇特的标记 如丁仙激和琥珀仙激 去甲基化 去甲基化及去除甲基 由组蛋白去甲基化酶 KDM和DNA去甲基化酶 TAT进行 甲基的附着是通过组蛋白或DNA甲基转移酶 DMT或DNMT实现的 可抛弃体细胞 由托马斯·科克伍德提出的一个假说 物种进化的目的是 快速生长和繁殖 或建立持久的身体 但两者不可兼得 在自然环境中 因资源有限 所以两者无法同时实现 DNA 脱氧核糖核酸的缩写 为细胞发挥功能或病毒复制编码 所需信息的分子 双螺旋形态 类似于扭曲的梯子或拉链 简基缩写为A C T和G 位于梯子或拉链的两侧 两侧伸展的方向相反 简基能够相互吸引 A与T配对 而C与G配对 这些字母的序列 被称为遗传密码 DNA双链断裂 DSB 发生于两条DNA链断裂 产生两个游离端的时候 可由Coldio或IPO这样的 没来完成 细胞修复DNA 以防止自己死亡 有时会改变断裂处的DNA序列 为了改变DNA序列 而启动或控制这一过程 被称为基因组工程 DNA假计划师中 DNA假计划标签的数量 和位置的变化 可以用来预测寿命 可以用来标记 从出生起的时间 在生物体的表观基因 组中编程或克隆的过程中 假基标记被移除 从而会逆转细胞的年龄 酶一种蛋白质 由数个氨基酸链组成 这些链折叠成一个球 可以进行化学反应 这些化学反应 通常耗时较长 或者永远不会发生 例如 沉默信息调节因子 是一种利用 NAD从组蛋白中 去除乙仙基的酶 表观遗传 只细胞基因表达的改变 但DNA编码 不会发生改变 相反 DNA和DNA包裹的组蛋白 会被可移动的 化学信号标记 建去甲基化 和去乙仙基化 表观遗传标记 告诉其他蛋白质 何时何地读取DNA 类似于在一本书的一页上 贴上一张 写着跳过的变条 看到这张变条 读者会忽略这一页 但这本书 本身并没有改变 表观遗传飘移和表观遗传噪声 随着年龄的增长 因甲基化的变化 而发生的表观基因组的改变 通常与个体暴露于环境因素有关 表观遗传飘移和噪声 可能是所有物种衰老的关键驱动因素 DNA损伤 特别是DNA断裂 是这个过程的驱动因素 分化异常 由于表观遗传噪声 而丧失细胞特性 分化异常 可能是引起衰老的主要原因 参见表观遗传噪声 染色体外合糖体 DNA环 H 染色体外合糖体 DNA环的产生 导致年老细胞中的合人裂解 在酵母中 H会分散沉默信息 调节因子的注意力 并导致衰老 基因 DNA片段 编码用来制造蛋白质的信息 每个基因是一组指令 用来制造一种特定的分子机器 帮助细胞 有机体 或病毒发挥功能 基因表达 基于基因的产物 可以指RNA 或蛋白质 当一个基因被打开时 细胞机器通过将DNA转入成RNA 和或将RNA翻译成氨基酸链来进行表达 比如 一个高度表达的基因 将产生许多RNA副本 其蛋白质产物 可能大量存在于细胞中 基因疗法 作为一种医学治疗手段 将修正的DNA置入人类细胞 可以通过在特定细胞的基因组中 加入健康的DNA序列来治疗 甚至治愈某些疾病 科学家和医生通常使用无害的病毒 将基因注入把细胞或组织 然后该DNA会被嵌入细胞 现有DNA的某个部位 Chris Bayer基因组编辑 有时会被称为一种基因治疗技术 转基因生物GMO 转基因生物是指使用科学工具 故意改变其DNA的生物 任何生物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被改造 包括微生物植物和动物 基因组生物或病毒的整个DNA序列 基因组本质上是一个巨大的指令集 用于制造细胞的各个部分 并指导细胞的一切行为活动 基因组学研究基因组的一门科学 及研究某一特定生物的全部DNA 该学科涉及基因组的DNA序列 基因的组织和控制 与DNA相互作用的分子 以及这些不同的成分 影响细胞的生长和功能的方式 生殖细胞 参与有性繁殖的细胞 包括卵细胞 精子和发育成卵细胞 或精子的前体细胞 生殖细胞中的DNA 包括任何突变或人为的基因编辑 都可能遗传给下一代 早期胚胎中的基因组编辑 被认为是生殖细编辑 因为任何DNA的改变 都有可能进入最终出生的 生物体内的所有细胞 组蛋白构成染色体上 DNA包装核心的蛋白质 以及三英尺 一长的DNA能装入细胞的原因 每个组蛋白被DNA包裹 差不多两次 就像串在一根线上的珠子一样 组蛋白的包装是油酶 比如增加和减少化学集团的 沉默信息调节因子控制的 紧密包装形成沉默的易染色质 而松散包装形成开放式的 常染色质 在常染色质中基因可以被开启 兴奋效应 任何杀不死你的东西 都能让你变得更强壮的概念 一定水平的生物损伤 或逆境能刺激修复过程 对细胞生存和健康有益 人们观察到植物在被喷洒 稀释过的除草机后会生长得更快 进而发现了这种效应 衰老信息理论认为衰老的成因 是信息随着时间的推移丢失 主要是表观遗传信息的丢失 其中大部分是可以恢复的 二甲双瓜 一种从山羊痘中提取的分子 用于治疗二型 年龄相关 糖尿病 可能是一种常受药 线粒体 线粒体通常被称为细胞的发电站 在一个叫做细胞呼吸的过程中 分解营养物质以产生能量 它们有自己的原型基因组 突变从一个基因字符和肝酸 到另一个基因字符的变化 DNA序列的变异 导致了同一属的不同生物之间 令人难以置信的物种多样性 虽然有些突变根本不会产生任何后果 但另一些突变可以直接导致疾病 突变可能是由DNA损伤即引起的 比如紫外线 宇宙辐射或油煤进行的DNA复制 突变也可以通过基因工程的方法 被人为创造 NED阴线暗线票令二合肝酸 一种用于超过500种化学反应的化学物质 这种化学物质还参与沉默信息调节因子 去除其他蛋白质 乳组蛋白的乙线基 以关闭基因或赋予它们细胞保护功能 健康的饮食和运动可以提高NED水平 你有时看到的加符号 鉴于NED加表示它不携带氢原子 核酸酶一种分解RNA或DNA骨架的酶 断开一条链汇形成一个缺口 断开两条链汇导致双链断裂 核酸内切酶从RNA或DNA中间切割 而核酸外切酶从链的末端切割 Ki9和IPO这两种基因组工程工具属于核酸内切酶 核酸或核甘酸串联在一起形成DNA或RNA的基本化学单位 由碱基 糖和磷酸盐组成 磷酸盐与糖连接形成DNA RNA骨架 而碱基与其互补的一方结合形成碱基对 核人 核人位于真核细胞的细胞核内 是核糖体 DNA RD内基因所在的区域 以及连接氨基酸形成蛋白质的细胞机器的组装地 并原体致病微生物 大多数微生物对人类没有致病性 但有些菌株或菌种是有害的 蛋白质折叠成三维结构的氨基酸链 每种蛋白质都有特殊的功能 来帮助细胞生长 分裂和维持功能 蛋白质是构成所有生物的四大分子 蛋白质 脂质 糖类和核酸之一 雷帕酶素 又称锡罗莫斯 是一种具有免疫抑制功能的化合物 它通过降低T细胞和B细胞 对系号分子白细胞介素二的敏感性 来抑制其活性 并可通过抑制MTOR 哺乳动物雷帕酶素把蛋白延长寿命 再分化 再分化是在逆转衰老过程中 发生的表观遗传改变 核糖体DNA 核糖体DNA 是细胞内生成新蛋白质的关键原料 核糖体DNA 是核糖体RNA的基因源 后者是核糖体的组成部分 这些分子把氨基酸结合在一起 使其成为新的蛋白质 RNA 核糖核酸的缩写 从DNA模板转路而来 通常用于指导蛋白质的合成 Chris Bayer相关蛋白 利用各类RNA作为向导 在DNA中寻找匹配的靶序列 Cinalytics 目前正在研发的有望杀死衰老细胞 以减缓甚至逆转与衰老相关的问题的药物 沉默信息调节因子控制寿命的酶 它们存在于从酵母到人类的生物体中 并且需要NID加才能发挥作用 它们从蛋白质中去除乙仙基和仙基 以指导它们保护细胞免受逆境 疾病和死亡的伤害 在进食或运动期间 沉默信息调节因子和NID加水平升高 这可能解释了为什么进食和运动 对健康有益 以酵母中的SIR2长寿基因命名的 哺乳动物中的SIRT1SIRT7 SIR2同细物1-7 基因在防止疾病和身体衰退方面起关键作用 体细胞多细胞生物中生殖细胞 卵细胞或精子以外的所有细胞 体细胞DNA的突变或改变不会遗传给后代 除非进行克隆 干细胞有可能转变成一种特定类型的细胞 或分裂成更多干细胞的细胞 你身体中的大多数细胞都是分化形成的 也就是说它们注定不能变成另一种细胞 例如大脑中的一个细胞不能突然转变成皮肤细胞 在身体长期受损时 成体干细胞会给身体重新注入活力 链一串相连的核肝酸可以是DNA也可以是RNA 当互补时两条DNA链可以交错着合在一起 剪肌配对形成剪肌对 DNA通常以双链的形式存在 其形状像扭曲的梯子或双螺旋 RNA尽管可以折叠成复杂的形状 但通常只有一条链组成 生存回路一种古老的细胞控制系统 可能已经进化到能在逆境中将能量从生长和繁殖 转移到细胞修复 在对逆境做出应激反应后 系统可能无法完全重置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会导致表观基因组被扰乱和引起衰老的细胞身份丧失 间接抗性多小基因 端利斜杠端利丢失 一种保护染色体末端不受磨损的帽状结构 类似于携带末端防止磨损的金属事物或绳子烧胶的一端 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 端利会不断受到侵蚀 直到细胞达到海弗利克极限 这时细胞会认为端利是DNA断裂处 于是会停止分裂并衰老 转路把遗传信息复制到RNA链中的过程 有一种叫做RNA聚合酶的酶质型 转化基于RNA分子中编码的只是制备蛋白质的过程 有一种叫做核糖体的分子机器完成 核糖体将一系列组成氨基酸的原料连接在一起 由此产生的多胎链折叠成特定的三维物体 称为蛋白质 病毒一种具有传染性的实体 只有通过劫持宿主有机体来复制自己才能生存 有自己的基因组 但技术上不被认为是活的有机体 病毒感染从人类到植物再到微生物的所有有机体 多细胞生物有复杂的免疫系统来对抗病毒 而Crisper系统则进化来阻止病毒 在细菌和骨细菌中的感染 沃丁顿D冒图 一个描述细胞在胚胎发育过程中 如何以三维地形图的形式被赋予身份的生物学隐喻 代表干细胞的弹珠向下滚动进入分叉的山谷 每个山谷都标志着细胞不同的发育途径 外援兴奋甲说 这一观点认为 我们的身体通过进化来感知其他物种 如植物的环境胁迫信号 以便在即将来临的逆境中 折服以保护自己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这么多药物来自植物 事物比例 伊丽莎等于10个皮肤细胞0.5毫米 一个皮肤细胞等于5个血细胞50微米 一个血细胞等于2个X染色体或2个酵母10微米 一个X染色体等于1个酵母细胞等于10个大肠胆菌5微米 一个大肠胆菌或线粒体等于2个麦格纳明星0.5微米 一个麦格纳明星等于4个核糖体0.25微米 一个核糖体等于6个固氧化氢酶酶30纳米 一个固氧化氢酶酶等于5个葡萄糖分子5纳米 一个葡萄糖分子或氨基酸等于大约4-6个水分子1纳米 一个水分子等于275,000个原子核0.275纳米 一个原子核1毫米 1英寸等于25.4毫米 1英尺12英寸等于0.3048米 1码3英尺等于0.9144米 1英尼等于1.6093千米 100万等于106 10亿等于109 1万亿等于1012 毫等于13千分之一 微等于16百万分之一 纳等于19十一分之一 皮等于10十二万一分之一 32华氏度等于0摄氏度 212华氏度等于100摄氏度 隐言奶奶的主导纹 我在丛林边长大 形象地说 我家的后院是100英亩 1的森林 实际的面积比这大多了 我家的后院一望无际 超出了我年轻的双眼所能看到的范围 并且我一直在孜孜不倦地探索它 我愿意在森林中越走越远 途中驻足研究鸟类 昆虫和爬行动物 我把各种东西撕开扯碎 我搓掉指尖的尘土 我聆听荒野中的万籁 并试图探寻它们的来源 我也很会玩 我曾经用木棍做成剑 把石头堆成堡垒 我爬上树 在树枝上荡来荡去 将双腿 悬在陡峭的悬崖边 从不该跳下来的高处跳下来 我把自己想象成一个遥远星球上的宇航员 我假装成猎人搜索猎物 我对着动物们高声喊叫 就好像他们是歌剧院里的观众 我会高声叫喊 科一 这是当地原住民加瑞加二人的语言 意思是过来 当然 这样玩耍的人不止我一个 悉尼北郊有很多孩子和我一样 热爱冒险 探索和幻想 我们期待孩子们能这样 我们希望他们这样玩 一直到他们太大了 不再适合做这些事情为止 然后我们希望他们去上学 工作 结婚 攒钱 买房 因为你知道 时钟滴答不停歇 岁月却在催人老 我奶奶是第一个告诉我 人生不一定非得这样活的人 或者 我猜 他用行动给我树立的榜样 甚于他的语言 他在匈牙利长大 在那里度过了波西米亚 是无拘无束的夏天 在巴拉顿湖凉爽的湖水里游泳 在度假圣地的北海岸山区远足 这里是演员 画家和诗人的驻族之地 冬天 他在布达山帮着打理一家旅馆 后来纳粹分子强占了这里 并将其变成党卫军 也就是SS中央指挥部 二战之后十年 在苏联占领初期 苏联共产党人开始封锁边境 他的母亲 在试图非法越境 进入奥地利时被抓住 拘留 并判处两年监禁 不久后便离开人世 1956年匈牙利十月事件期间 我的奶奶写反共传单 并在布达佩斯街头散发 革命被贞押后 苏联开始逮捕数以万计的持不同政见者 他和他的儿子 也就是我的父亲 逃到澳大利亚 因为这里是他们从欧洲出发 能到达的最远的地方 从此以后 他再也没有踏足欧洲 但他骨子里那种波西米亚人的性情 一点也没变 我听说 她是澳大利亚最早穿比基尼的女性之一 她还曾经因此被赶出邦迪海滩 她在新几内亚岛 独自生活了好几年 即使在今天 那里仍是地球上 最崎岖难行的地方之一 虽然奶奶身体里流淌着 德系犹太人的血 打小就是一个路德教教徒 但她是一个不受宗教束缚的人 我们的主导文 类似于英国作家艾伦 亚历山大 米尔恩的诗 现在我们六岁了 她的结尾是这样的 但是现在我六岁 已经很聪慧 从今往后 永远如此聪慧 她一遍又一遍地 把那首诗念 给我和我弟弟听 告诉我们 六岁是人生最好的年龄 她尽最大的努力 以六岁孩子 所具有的精神和敬畏之心来生活 即使在我们很小的时候 我奶奶也不情愿 我们叫她祖母 她也不喜欢匈牙利语中的 纳吉妈妈 内蒂猫妈 或其他亲切的昵称 如巴比 布比 奶奶 和娜娜 娜娜 在我们几个小男孩 及其他人面前 她更愿听我们简单地 叫她一声威拉 威拉 威拉叫我学开车 在每条巷子里 转来转去 让汽车随着 收音机里的音乐跳舞 她告诉我要享受青春 品味年轻的感觉 她说 人长大后 一切都毁了 千万别长大 永远不要长大 一直到六七十岁 她仍然是我们心目中的年轻人 会和朋友 家人一起喝酒 享受美食 讲精彩的故事 帮助穷人 病人和不幸的人 假装成交响乐团的指挥 说说笑 笑到深夜 按照任何人的标准去衡量 这都是幸福生活的标志 但是 时钟滴答不停歇 岁月却在催人老 到了八十多岁 维拉只剩下一副屈翘了 她生命中 最后十年的状态 让人不忍直视 她身体虚弱 疾病缠身 虽然 她仍有足够的智慧坚持要求 我和我的未婚妻 桑德拉结婚 但那时 对她而言音乐已索然无趣 她几乎 不能从椅子上站起来 她身上特有的那股活力 已经消失得 无影无踪 最后 她绝望了 顺其自然吧 她说道 九十二岁时 她去世了 从她所交给我们的人生观来看 她的一生是 幸福而长寿的 但我对这个问题 思考得越多 就越相信 那个真正的 她在多年前 已经死去 图零点二 幸福 长寿的一生 我的奶奶维拉 二战时期避难的犹太人 曾生活在原始的 新吉内亚岛 因为穿比基尼 被赶出邦迪海滩 她生命的最后时光 让人不忍直视 顺其自然吧 她说道 但是那个真正的她 在多年前就已经死去了 变老似乎是一件遥远的事情 但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生命的终结 在我们咽下最后一口气后 体内的细胞缺少氧气 毒素会积聚 化学能量会耗尽 细胞结构也会分崩离析 几分钟后 我们所珍视的所有教养 智慧和记忆 以及我们对未来的所有憧憬 都将被不可逆转地抹去 我的母亲戴安娜临终时 我亲身体会到了这一点 当时我和我的父亲 弟弟都在她身旁 因为她仅剩的那个肺炎重基业 她没受太多罪 很快就离开了人世 我们在从美国到澳大利亚的途中 还有说有效地谈论着我写的诵词 现在却一下子看到她在床上翻滚 用力地喘着气以力不从心 她瞪着我们满眼绝望 我探过身去 在她耳边低声说 她是我心目中最棒的妈妈 几分钟后 她的神经元就死亡了 不仅抹去了 我对她所说的最后一句话的记忆 也抹去了她所有的记忆 我知道有些人能很安详地离去 但我的母亲却不是如此 此时此刻 她从一个把我养大的人 变成了一堆抽搐的窒息的杂乱细胞 所有细胞都在为争夺 她体内产生的最后残存的原子层能量而斗争 我只能这么想 没有人告诉你死亡是什么样的 为什么没有人告诉你 很少有人能像大屠杀纪录片制片人克劳德 朗兹曼那样深入地研究死亡 而他的产数确实让人不寒而栗 死亡都是残暴的 他在2010年说 世上没有自然死亡 一点也不像我们倾向于描述的那种场景 父亲在睡梦中安详地死去 身边围绕着他的亲人 我不相信那样的场景 二 即使没有意识到死亡是残暴的 孩子们也会在很小的时候 慢慢地意识到死亡这一悲惨的结局 四五岁时 他们就知道人会死 而且是不可逆转的 三 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恐怖的想法 一个真实的噩梦 一开始 因为孩子们的内心是平静的 他们倾向于认为有些人不会死 比如他们的父母 老师和他们自己 然而 在五至七岁 所有的孩子都开始理解死亡的普遍性 每个家庭成员都会死去 包括每只宠物 每种植物 他们所爱的一切 还有他们自己 我记得我第一次意识到死亡时的情景 也清楚地记得我们最大的孩子 亚历克斯意识到死亡时的情景 爸爸 你不会永远在我们身边是不是 很遗憾 我不会永远陪着你 我说 亚历克斯为此断断续续地哭了好几天 然后突然就不哭了 也不再问我这个问题 我后来也没再提到这个话题 很快 这个悲剧的想法 就会藏在我们潜意识的深处 当孩子们被问到是否担心死亡时 他们往往会说 他们不考虑死亡这件事 如果被问到他们对此有何看法 他们会说这并不是问题 因为死亡只有在很遥远的将来 他们老的时候才会发生 我们大多数人会在五十多岁 还保留着这样的想法 死亡实在是太悲伤 太吓人了 以至于我们不能每天都纠结于其中 通常我们很晚才会意识到死亡的来临 当他来敲门 而我们毫无准备时 这通常会令我们精神崩溃 对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罗宾 马兰兹 赫尼格 Robin Marantz Hennig来说 这一切似乎来得迟一些 他直到做了奶奶 才意识到死亡的痛苦真相 你现在很幸运能享受当下美好的时光 他写道 你的孙子孙女的未来很长远 而你很难活得足够长 看到他们未来的每一个生日 So 在死亡真正来临之前 你需要莫大的勇气思考 你所爱的人将死去 而且需要更大的勇气来识入思考 自己也会死 喜剧演员罗宾 威廉姆斯首次唤起了我的这种勇气 他在电影《死亡诗社》中扮演约翰 姬婷 张批婷 这个角色 该电影的主角 一位老师 他让十几岁的学生 只是一张褪色的照片中 那些早已死去的男孩的脸庞 来给他们壮胆 五 他们和你们没什么两样吧 姬婷说道 他们感觉自己是不可战胜的 就跟你们现在的感觉一样 他们的眼里充满希望 但是先生们 你们看 这些孩子现在已经变成水仙花的肥料 姬婷鼓励孩子们 俯下身聆听来自坟墓的信息 他站在他们身后 用一种平静的幽灵般的声音低声说道 Carpe Carpe DM 拉丁语 意为活在当下 小伙子们 要活在当下 让你们的生命与众不同 那一幕对我影响很大 如果不是因为 那部电影 我很可能没有动力 成为哈佛大学的教授 在我二十岁的时候 我终于听到别人 说起我奶奶从小 教我的那些话 尽你所能地 让你的人生变得最美好 不要浪费时间 拥抱你的青春 尽你所能地坚持下去 为他而战 为他而战 永远不要停止为他而战 但我们是为生命而战 而不是为青春而战 或者更具体地说 我们在与死亡作斗争 作为一个物种 我们的寿命 相比从前长了许多 但是我们活得并不十分美好 一点也不好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 虽然我们的寿命 增加了几十岁 但我们的人生 值得活下去的人生 并没有延长 六 所以 当我们想到活到一百岁时 大多数人还是会认为 但愿不要发生这样的事 因为我们已经看到 生命最后几十年的样子 对大多数人来说 大多数时候 他们看起来 一点也不光鲜 呼吸机和药物机为酒 入疮和尿不湿 化疗和放疗 手术后再手术 还有医院账单 天哪 医院账单 我们在痛苦中慢慢死去 富裕国家的人们 在生命的最后阶段 常常会一而再 再而三地生病 忍受着十年 甚至更长时间的痛苦 我们认为这是正常的 随着贫穷国家民众寿命的不断增加 这将成为其他数十亿人的宿命 外科医生阿图尔 加万德 雷托格湾黛指出 我们在延长生命方面的成功造就了 使死亡成为一种医学体验的效果 7 但如果不是非得这样 会如何 如果我们不仅活得久 而且精神焕发 会如何 如果不是多活几年 而是多活几十年 会如何 如果晚年看起来跟之前的日子 没有那么大的不同 会如何 如果通过拯救我们自己 我们也能拯救世界 会如何 或许我们再也不能回到六岁 但是能不能回到二十六岁 或者三十六岁 如果我们能像孩子一样玩耍 而不必担心很快就会成年 做成年人必须做的事情 会如何 如果我们在青少年时期 不需要如此急迫地去做 必须做的事情 会如何 如果我们在二十多岁 不觉得压力山大 会如何 如果我们在三四十岁 没有人到中年的感觉 会如何 如果我们在五十多岁 想重新来过 也想不出 哪怕一个 不应该这样做的理由 会如何 如果在六十多岁 并不纠结于 怎么写遗嘱 而是才开始 打算写遗嘱 会如何 如果我们不必担心 时钟滴答不停歇 岁月却在催人老 又如何 如果我告诉你很快 事实上非常快 我们就不必那样活了 又如何 好吧 这就是我马上要告诉你的事情 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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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幸运 经过三十年 对人类生物学真相的探索 我发现自己处于一个独特的位置 如果你来波士顿看我 你很可能会发现 我在哈佛医学院的实验室里 忙得不可开交 在这里 我是遗传学系的教授 也是保罗F格伦衰老生物学研究中心的副主任 我还在我的母校新南威尔士大学 创办了一个姐妹实验室 在我的实验室里 由杰出的学生和博士组成的团队 加速和逆转了生物模型的衰老 并负责该领域中一些被引用最多的研究 这些研究已经发表在一些世界顶级科学期刊上 我还是衰老杂志的联合创办人 该杂志为其他科学家提供了平台 发表他们对当代最具挑战性和最令人兴奋的问题之一的研究成果 我也是健康与长寿研究院的共同创始人 该研究院由全球20位顶尖的研究衰老的学者组成 为了将我的发现付诸实际应用 我协助创立了一些生物技术公司 并担任另外几家公司的科学顾问委员会主席 这些公司与致力于生命起源 基因组学 制药等科学领域研究的数百位顶尖学者合作 八 当然 在我自己实验室的研究成果公布于是之前几年 我就已经知道了这些研究成果 但通过上述这些组织 我提前知道了许多其他革命性的发现 有的甚至提前了十年 接下来的内容将引你入门 供你参考 我在澳大利亚获得了相当于绝世的头衔 并担任大使 投入大量时间向世界各地的政界和商界领袖 介绍我们对衰老的认知正在发生变化 以及这对人类未来有何意义 九 我已经把我的许多科学发现应用于自己的生活 我的家人 朋友和同事也是如此 值得一提的是 虽然这些结果完全属于趣闻意识 但令人鼓舞 我现在五十岁了 十 但感觉自己还像的孩子 我的妻子和孩子们也会告诉你 我的行为很像一个孩子 这包括成为一个碾嘴 在澳大利亚是指一个好打听事的人 也许这源于造中阙 他会啄穿我家门口奶瓶上的铝箔盖 偷喝里面的牛奶 我上高中时的老朋友依然喜欢取笑我 每当他们来到我父母家时 他们就会发现 我在拆一些东西 一个宠物额的简 一个蜘蛛 用叶子卷成的庇护所 一台旧电脑 我父亲的工具 一辆汽车 我是拆下能手 只是我不太擅长把这些东西重新组装起来 如果不知道这东西是怎么工作的 或者是从哪里来的 我就会十分纠结 我现在还是不能忍受 但至少现在我从中受益很多 我儿时的家坐落在一片岩石灵循的山坡上 山坡下面有一条河流入悉尼港 1788年4月 新南威尔士州首任州长亚瑟 菲利普在这里探险了几个月后 和他的第一批海军陆战队队员 囚犯及他们的家人 在他所说的宇宙中 最美丽和最宽阔的港口的海岸上 建立了一个殖民地 植物学家约瑟夫 班克斯爵士是他在那里最得力的伙伴 1770年前后 他曾与詹姆斯 库克船长一起进行环球航行 沿着澳大利亚海岸线航行了一次 11 为了打动他的同事 班克斯带着数以百计的植物标本回到伦敦 随后他游说乔治三世国王 在这片大陆上建立一个英国罪犯流放殖民地 他认为最好的地方不是巧合 会是植物学湾 他位于班克斯角 12 来自第一支舰队的定居者很快发现 植物学湾尽管名字好听 却没有水源 于是他们乘船前往悉尼港 发现了世界上最大的逆河之一 这是一条滞留四通八达的深水航道 这条航道在上一次冰期之后 因海平面上升淹没了霍克斯伯里河水系而形成 十岁时 我已经通过探索发现 我家后院的河水流入了悉尼港的一个分支中港 Middle Harbor 于是我迫不及待地去探寻这条河的发源地 我迫切地想知道一条河流的源头是什么样的 我顺着河流向上游探索 在第一个河流分岔处向左走 之后在下一个分岔处又向右走 在几个郊区进进出出 到了傍晚 我越过了地平线上的最后一座山 已离家好几英里 十三 远 我不得不借用一个陌生人的电话 打给我妈妈 求她来接我 此后我又试着向上游探寻了几次 但都没有找到最靠近发源地的位置 就像一寻找青春之拳的荒诞想法 而闻名的佛罗里达发现者 西班牙探险家 胡安 庞赛 德莱昂一样 我失败了 十四 从我记事起 我就想知道 为什么我们会变老 但是找到一个复杂生物过程的源头 就像寻找河流源头的泉水一样不容易 在探寻过程中 我百思不得其解 有些日子我甚至想放弃 但我坚持了下来 一路上 我看到了很多支流 也发现了可能是发源地的地方 在接下来的内容中 我将提出一个新的观点 解释衰老是怎么演变的 以及 它如何与我所称的衰老信息理论对应 我也会告诉你 为什么我把衰老看作一种疾病 一种最常见的疾病 一种不仅可以而且应该积极治疗的疾病 这集是本书第一部分的内容 在本书的第二部分 我将向你介绍 目前可以采取的步骤和正在研究的新疗法 这些疗法可能会减缓 停止或逆转衰老 从而终结我们所知的衰老 是的 我充分认识到终结我们所知的衰老这几个字的含义 因此在第三部分 我将确认这些行动可能创造的诸多前景 并指明一条通向我们可以期待的未来之路 以及一个我们可以通过不断提高健康寿命 以获得更长的寿命的世界 在这个时间段内 我们将度过没有疾病或残疾的人生 有很多人会告诉你 这就是一个童话故事 U.H.G.威尔斯 而不是达尔文的作品 更接近的童话故事 他们当中有一些人非常聪明 还有一些人甚至是我所尊重的 非常了解人类生物学的人 那些人会告诉你 我们现代的生活方式诅咒我们短命 他们会说 你不太可能活到一百岁 你的孩子的寿命 长度也不太可能达到一个世纪 他们会说 他们已经研究了所有相关的学科 并做了预测 看起来你的孙子孙女 不太可能过上一百岁生日 他们会说 就算你真的活到一百岁 你也很可能不健康 而且你肯定活不了多久 就算他们勉强赞同你能长寿 他们也会告诉你 这是这颗星球上最糟糕的事情 人类是这颗星球的敌人 他们已经掌握所有相关的证据 事实上是人类的全部历史 当然他们会说 一点又一点 一千年又一千年 人类的平均寿命一直在增加 过去大多数人活不到四十岁 后来我们做到了 过去大多数人活不到五十岁 后来我们做到了 过去大多数人活不到六十岁 后来我们做到了 十五 总的来说 因为越来越多的人 可以获得稳定的食物来源和干净的水 他们的预期寿命也在增加 在很大程度上 这一平均寿命是从低处向上增长的 婴儿和儿童的死亡率下降了 预期寿命上升了 这就是人类死亡率的简单数学公式 然而 尽管人类的平均寿命一直在增加 但其上限并没有提高 有历史记录以来 我们知道有人活到了一百岁 还有人活得更久一点 但能活到一百一十岁的寥寥无几 几乎没有人能活到一百一十五岁 目前为止 已经有超过一千亿人 曾经生活在我们这颗星球上 我们知道有一个叫亚纳 卡尔曼特的法国人 他活到了一百二十多岁 虽然有可能是他的女儿 为了逃税冒名顶替了他 但大多数科学家相信 他死于一九九七年 当时他一百二十二岁 十六 他是否活到那么大年纪 真的无关紧要 其他人没有活那么久 我们大多数人准确地讲 百分之九十九点九八的人 在一百岁之前就死了 因此 当人们说 虽然我们的平均寿命 有可能继续增加 但是我们不太可能突破 寿命极限时 我们当然会信以为真 他们说延长老鼠或狗的寿命 是很容易做到的 但我们人类不同 我们已经活得够长了 他们错了 延长寿命和延长生命活力 是两个概念 虽然两周我们都能做到 但我们现在 只是简单地让人们活着 让他们在痛苦 疾病 虚弱和卧床不起中 经受几十年的折磨 这可不是什么美德 延长生命活力即将实现 这意味着我们将活得更久 而且活得更阳光 更健康 更快乐 它来得比大多数人 预期的快 等今天出生的孩子 都到了中年时 雅纳 卡尔曼特 甚至可能 不再是有史以来 最长寿的 一百倍老人之一 到二十二世纪初 某个人在一百二十二岁时 去世 在人们看来都是很正常的 算不上特别长寿 活到一百二十岁 也许不再是什么异类 而是每个人都能期待达到的寿命 以至于我们 甚至都不会称之为长寿 而是简单地称之为生命 我们将悲伤地回忆起历史上 人类不能活这么久的日子 寿命的上限到底是多少 我想是没有上限的 我的许多同事都同意这个观点 十七 没有哪个生物学法则说 我们必然衰老 十八 那些说有上限的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我们让死亡成为一件罕见的事情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我们能在将来实现它 并且指日可待 事实上 所有这些都必将实现 健康长寿在望 是啊 虽然整个人类历史都表明了相反的事实 但是在这个特殊的世纪 延长寿命科学认为 以前这些一根筋的想法都是误导人的 我们甚至需要采取达破常规的思维方式 来开始思考这对人类意味着什么 在数十亿年的进化过程中 我们没有任何现成的东西为此提供支持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容易相信 甚至坚定地相信 这些技术根本无法实现 但是这种想法就像当初 人们想飞上天一样 直到有一天有人做到了 现在 莱特兄弟又回到了他们的工厂 他们成功驾驶滑翔机降落在了基地霍克的沙丘上 世界即将改变 就像1903年12月17日之前一样 大多数人对此一无所知 当时根本没有基础来构建可操控的 动力驱动的飞行这一概念 所以这个概念在人们看来是辩析法式的幻想 是虚构小说里的东西 19 但后来飞机升空 一切都改变了 我们正处于另一个历史转折点 那些迄今为止 看似不可思议的事物终将成为现实 这是一个人类将重新定义 什么是可能的时代 以及一个终结不可能的时代 事实上 这是一个我们将重新定义 人类意义的时代 因为这不仅是一场革命的开始 也是一场进化的开始 第一部分 关于衰老 我们已有的认知 第一章 生命的时钟 试想一下 有这么一颗行星 它的大小 类似于我们的地球 与恒星的距离也相似 自转稍快一点 一天约为二十个小时 它被咸水浅海覆盖 没有陆地 只有一些星星点点的 黑色玄武岩构成的岛屿 探出水面 这颗行星的大气构成 和现在我们居住的地球不同 它被潮湿且厚重的大气层覆盖 充斥着有毒气体 氮气 甲烷和二氧化碳 这里没有氧气 毫无生命迹象 这颗行星就是四十亿年前地球的模样 这里一片蛮荒混沌 炙热 火山遍布 电闪雷鸣 一切都处于不稳定状态 但这种情况即将发生改变 火山热喷口散落在较大的岛屿上 水在火山热喷口旁汇聚成池 覆盖在陨石和彗星背面的有机分子 落在干燥的火山岩上 此时这些分子仍然只是分子 但当它们溶解在温水池中时 因为水池边的干湿循环作用 一种特殊的化学反应发生了 一 随着核酸浓缩 它们变成聚合物 就像海边水坑里水蒸发 形成岩晶体一样 这个世界首次出现RNA分子 即DNA的前身 当水池再次被填满时 原始的遗传物质被脂肪酸包裹 形成微小的肥皂泡氧泡沫 最初的细胞膜 二 用不了多久 或许只要一个星期 潜水池就会被数万一个 充斥着短链核酸的微小前体细胞 形成的黄色泡沫覆盖 如今我们称这种前体细胞为基因 大多数原始细胞被回收利用 但有些细胞存活了下来并开始进化 拥有了原始的代谢途径 最后RNA开始自我复制 此时即是生命的开端 生命已经形成 那就是一些充满遗传物质的 脂肪酸肥皂泡氧泡沫 它们开始争夺支配地位 因为这里根本没有足够的资源 所以只有最顽强的肥皂泡 才能生存下来 日复一日 这些微小的零碎的生命形态 开始进化为更加高级的形态 遍布于河流和湖泊之中 随之而来的是一个新的挑战 漫长的旱季 在旱季被这些肥皂泡覆盖的湖泊水位会下降几英尺 但雨季来临后 湖水又再次被填满 但有一年 受地球另一边异常猛烈的火山活动影响 雨季没有如期而至 云层转瞬即逝 湖水完全干涸 只留下一层厚厚的黄色硬壳覆盖在湖床上 这是一个生态系统 它的生成不是由于每年湖水的涨落 而是因为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残酷斗争 更重要的是 这是一场为未来而进行的战斗 因为生存下来的有机体将是未来所有生物 骨盒生物 细菌 真菌 植物及动物 的祖先 在这片垂死的细胞群落中 每个细胞都在极其有限的营养和水分中挣扎求生 尽其所能地回应本能的繁殖召唤 从而产生了一个独特的物种 我们称之为麦格纳明星 麦格纳Supers 它在拉丁语中的意思是伟大的幸存者 它看起来和当时其他的生物没有两样 但它具有一个明显的优势 它进化出了一种遗传生存机制 在未来的亿万年里将会产生更复杂的进化步骤 这种变化如此极端 以至于生命的完整分支都会出现 这些变化包括突变 插入 基因重组和基因 从一个物种平移到另一个物种 这项创造具有双边对称性 立体视觉 甚至意识的有机体 相比之下 这一早期的进化步骤起初看起来相当简单 但这是一个回路 一个基因回路 该回路是从基因A 开始的 它是一位守护者 能够在艰难的日子里阻止细胞繁殖 这点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因为在早期的地球上 大多数时候生存环境都很严苛 该回路中还存在一个基因B 它编码一种沉默蛋白 这种沉默蛋白 在生存条件好的时候会关闭基因A 这样细胞就可以再且 只在它和它的后代可能存活的情况下 自我复制 基因本身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神奇 湖泊里的所有生命都有这两个基因 但使得麦格纳明星与众不同的地方是沉默基因B发生的变异 这赋予了它第二个功能 协助DNA的修复 细胞DNA断裂时 基因B编码的沉默蛋白从基因A中被释放 以协助DNA的修复 从而开启基因A 这种情况下 所有的交配行为和繁殖活动将被暂停 直到完成DNA修复 这一点很重要 因为当DNA被破坏时 交配和繁殖活动是生物体最不应该做的事情 例如在后来出现的多细胞生物中 当修复断裂的DNA时 不能停止细胞复制 几乎肯定会导致遗传物质的丢失 这是因为在细胞分裂之前 DNA只从DNA上的一个附着点被分离出来 并把其余的DNA一起脱离 如果DNA断裂 染色体的一部分就会丢失或被复制 这些细胞很可能会死亡 或不可控制的增殖 成为肿瘤 有了一种可以修复 DNA的新型沉默基因 麦格纳明星就有了优势 当DNA受损时 它会蓄势待发 然后复活 这种优势的目的就是生存下来 这点非常有利 因为随后又来了一次对生命的打击 遥远太阳上爆发的强大宇宙射线 正笼罩着地球 将那些生活在即将消失的湖水中的 所有微生物的DNA撕碎 绝大多数微生物仍在继续分裂 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基因组已经被破坏 复制将会害死他们 母细胞和子细胞之间共享的DNA数量不均 导致两者功能紊乱 最终 这种努力变为徒劳 所有细胞都死了 什么也没留下 只有麦格纳明星活了下来 在宇宙射线大破坏的浩劫中 麦格纳明星做了一些不寻常的事情 蛋白质B从基因A中游离出来 以帮助修复DNA断裂处 基因A被激活 细胞几乎停止一切生命活动 将有限的能量转向修复被破坏的DNA 由于对繁衍后代的古老召唤视而不见 麦格纳明星得以幸存 当最近一次旱季结束时 湖泊重新注满水 麦格纳明星就会醒来 现在它可以繁殖了 它一次又一次地这样做 成倍增长 进入新的生物群落 不断进化 创造一代又一代的新后代 它们就是亚当和夏娃 就像亚当和夏娃一样 我们不知道麦格纳明星是否真的存在过 但我过去25年的研究表明 我们今天看到的每一个生物 都是这个伟大幸存者的产物 或者至少是一个非常像它的原始 有机体的产物 我们基因中的化石记录 在很大程度上 证明了与我们共享这颗星球的每个生物 仍然携带着这个古老的基因生存回路 基本形式或多或少是相同的 它存在于每一种植物 真菌和动物中 图1.1衰老的进化 在最早的生命形式中 有41年历史的基因回路在DNA被修复的时候 会关闭复制功能 这就提供了一种生存优势 基因A会阻止复制 而基因B会制造出一种蛋白质 这种蛋白质会在复制安全的情况下阻止基因A 然而 当DNA断裂时 基因B产生的蛋白质就会离开去修复DNA 结果 基因A被开启 阻止复制 直到修复完成 我们继承了这种生存回路的先进版本 我们人类身体中也携带着这种基因 我认为这个基因回路之所以被保留下来 是因为它是一个相当简单而绝妙的解决方案 可以更好地确保 携带这一回路的有机体生存下来 从本质来讲 它是一种原始的生存工具 能将能量转移到最需要的地方 当这个世界上的各类生存挑战来临时 它能对基因组受到的破坏进行修复 而只有在环境适宜时才允许复制 它是如此简单和强大 它不仅确保了生命在地球上得以延续 而且无论宇宙怎么风云变幻 都确保了地球上的化学生存回路 由父母传给后代 不断变化并稳定地改善 帮助生命延续数十亿年 在许多情况下 它还将个体生命的寿命 延长到了超过它们实际需要的时间 人类的身体虽然不完美 仍在进化中 但携带着一种先进的生存回路 这种回路可以让身体 在生育期之后延续几十年的生命力 但是推测人类常常的寿命 为什么最先进化出来 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 代代相传 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理论 如果我们在分子尺度上存在混乱 那么我们能活30秒都算得上奇迹 更不用说进入生育期 也谈不上活到80岁了 但我们做到了 我们奇迹般地做到了 因为我们是伟大幸存者的后代 所以我们是伟大的幸存者 但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因为我们是最古老的祖先经历 一系列突变后的后代 我们身体中存在的这种回路 也是我们衰老的原因 是的 那个唯一的推断是正确的 这就是根源所在 万事皆有因 如果你对衰老只有一个原因的观点感到吃惊 那么你不是唯一有这种感受的人 如果你对为什么我们会变老一无所知 那也很正常 很多生物学家也没过多点思考过这个问题 即使是老年病学专家 专门研究衰老的医生 也常常不问为什么我们会衰老这个问题 他们只是在想办法改善衰老导致的后果 这不是指在衰老领域才存在的近视 就像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 对抗癌症就是对抗它的症状 关于癌症产生的原因 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解释 所以医生能做的就是尽可能的切除肿瘤 并且花很多时间让病人把他们的后事安排好 因为当我们无法解释某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就会认为它是自然而然出现的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分子生物学家彼得·沃格特·皮特·Voyt 和彼得·迪斯贝格·皮特·多斯伯克 发现了导致癌症的突变基因 这些所谓的致癌基因 颠覆了整个癌症研究的模式 药物研发人员有了新方向 由基因编码的肿瘤诱导蛋白 比如BRAF、HR和BCRABL 通过研发专门阻断肿瘤生长蛋白的化学物质 来攻克遗传导致的癌症 我们最终可以不再使用放射疗法和有毒化疗药物 同时不伤害正常细胞 当然在此后的几十年里 我们尚未治愈所有类型的癌症 但我们相信这是有可能实现的 事实上在越来越多的癌症研究者中 乐观主义者比比皆是 而这种希望正是美国前总统奥巴马 于2016年最后一次发表的国情咨文中 最令人难忘的部分 为了我们失去的亲人 为了我们仍能挽救的家庭 让我们把美国打造成一个 能够彻底治愈癌症的国家 奥巴马站在众议院会议厅里 这样说道 并呼吁进行癌症登月计划 当他讲述时任副总统拜登的儿子伯 拜登于2015年死于脑癌的时候 即使是民主党的一些政治宿敌 也不禁落泪 在随后的几天和几周里 许多癌症专家指出 奥巴马 拜登政府终结癌症所需的时间 将远远超过一年 然而这些专家中很少有人说 这是绝对做不到的 因为在短短几十年里 我们完全改变了对癌症的看法 我们不再认为 它是人在一生中无法避免的部分 在过去十年里 最有希望的突破之一是 免疫检查点疗法 或简称为免疫疗法 免疫T细胞不断地 在我们的身体中巡逻 寻找流氓细胞 在它们增殖成为肿瘤之前 识别并杀死它们 如果没有T细胞 我们都会在20多岁时 就患上癌症 但是 油氓癌细胞进化出了 欺骗癌细胞侦查兵T细胞的方法 因此 它们能继续自抑地增值 最新且最有效的免疫治疗药物 可与癌细胞表面的蛋白质结合 这相当于脱掉了 癌细胞穿着的隐身衣 有助于T细胞识别 并杀死癌细胞 虽然目前只有不到10%的 癌症患者受益于免疫治疗 但因为目前 有几百项临床试验正在进行 这一数字应该会增加 我们持续围剿一种 曾被我们视为宿命的疾病 每年投入数十亿美元进行研究 目前 这项努力正在逐步取得成效 曾经致命的癌症 现在的生存率正在急剧上升 由于BRAF抑制剂 和免疫疗法的联合应用 黑色素流脑转移 最致命的癌症之一 患者的生存率 2011年以来提高了91% 1991至2016年 美国癌症患者整体死亡率 下降了27% 并且还在下降 三 这是以数百万人的生命 来衡量的胜利 如今对衰老的研究 与20世纪60年代的 癌症研究处于相似的阶段 我们对衰老是怎么一回事 以及它对我们的影响 有着深刻的了解 并且对它的根本成因和研究困境 达成了新的共识 表面上看 衰老将不再是不治之症 治愈它远比治愈癌症容易 直到20世纪下半夜 人们还普遍认为 有机体会变老 和死亡对物种有益 这一观点 最早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 这个观点给人的感觉很直观 它是大多数人 在茶余饭后提出的解释 四 但这绝对是错误的 我们死亡 绝不是为了给下一代让路 20世纪50年代 进化论中的群体选择概念 已经过时 这促使这 B.S. 霍尔丹 彼得 B.梅达瓦和乔治 C.维莲斯 这三位进化生物学家 提出了一些 关于我们 为什么衰老的重要观点 他们一致认为 在长寿问题上 所有个体 都是各顾各的 在自私基因的驱使下 只要不死 这些个体 就会尽可能久地 尽可能快地不断繁殖 然而 在某些情况下 他们太急迫了 就像我的曾祖父 匈牙利编剧米克洛斯 维特兹 Mikos Vitas 一样 在新婚之夜 向他的新娘 证明自己 比实际年龄 年轻45岁 如果连我们的基因 都不想死 那为什么 我们不能长生 这三位生物学家认为 我们经历衰老 是因为 当我们18岁时 强健体魄 所需的自然选择力 可能很强 但当我们40岁时 这些力量 会迅速减弱 因为到那时 我们可能已经在足够的程度上 复制了自私的基因 以确保 他们能存活下来 最终 自然选择的力量 变为零 基因会继续延续 但我们没有 梅达瓦是一个 非常善于言辞的人 他阐述了一个 被称为 结抗性多效基因的 微妙理论 简单地说 在我们年轻的时候 帮助我们繁殖的基因 不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变得不那么有用 到我们老的时候 还会反咬我们一口 20年后 尤卡斯尔大学的托马斯 科科伍德 根据生物体的 可利用资源来解释 我们为什么会衰老这个问题 这一观点 被称为可抛弃体系包甲说 它基于这样一个事实 极对物种来说 可用资源 能量 营养 水 总是有限的 因此 他们会进化到 介于两种 截然不同的生命方式 之间的某个点 要么快速繁殖 并早逝 要么缓慢繁殖 并维持你的躯体 也就是身体 科科伍德认为 有机体 无法积快速繁殖 又保持身体健康 强壮 根本就没有足够的能量 同时做这两件事情 换一种方式说 在生命史上 对于任何一种 存在基因突变的物种 这种突变 使它快速生长 又试图让它活得久 会让它很快耗尽资源 因此 它就被从基因库中淘汰了 科科伍德的理论 是通过假想来论证的 但有可能真的存在 这样的势力 假设你是一只 很小的镊齿动物 很可能被一只猛禽捕食 正因如此 你需要像你的父母 和你父母的父母一样 迅速地将你的遗传物质 传递给下一代 因为你的祖先 很可能难逃 很快被捕食的命运 你也是如此 所以 本可以让身体长寿的 基因组合 并没有在你的物种中 得到强化 相反 现在把你想象成 食物链顶端的 一只猛禽 因为你在食物链的顶端 你的基因 实际上是你祖先的基因 可以造就一副健壮 长寿的躯体 可以繁殖几十年 但它们使你每年 只能够养育 两只雏鸟 科科伍德的假说 解释了 为什么老鼠 只能活三年 而有些鸟类 能活一百年 五 它也相当完美地解释了 北美绿西域的现象 这种动物几十年前 来到日本岛屿上 因为这里没有捕食 它的天敌 它正在进化出 我们所说的 更长的寿命上限 六 这些理论 与我们观察到的结果吻合 并且被普遍接受 个体不会永生 因为自然选择 不会让它们 在这个世界上永生 在这个世界上 现有个体的构造 能够很好的 传递身体的自私基因 而且由于 所有物种的生存资源 都是有限的 它们通过进化 来分配可利用的能量 要么用于繁殖 要么用于长寿 两者不可兼得 麦格纳明星 也是如此 所有在这颗星球上 生活过的物种 都是如此 所有生物都一样 只有一个例外 智人 智人凭借其 相对较大的大脑 和繁荣的文明 来克服进化 导致的不利结果 四肢虚弱 对寒冷敏感 嗅觉差 只在白天 和可见光谱下 视觉良好 这种高度不寻常的物种 在不断创新 它已经能够做到食物 营养和水 自给自足 同时减少 因捕食 恶劣天气 传染病和战争 造成的死亡 这些因素 都曾经限制 它进化出 更长的寿命 当这些因素 被消除后 几百万年的进化 可能会使 它的寿命翻倍 使它更接近 其他一些 处于食物链顶端的 物种的寿命上限 但不需要等那么久 完全不需要等那么久 因为这个物种 正在孜孜不倦地工作 发明药物和技术 以使其具有 更长寿物种的生命活力 从字面上说 它正在致力于 解决 进化 未能提供的东西 我们为何衰老 如果不了解气流 负压和风动 莱特兄弟 就制造 不出飞机 如果没有对 冶金 液态燃烧 计算机的了解 以及在某种程度上 对月球不是由 绿奶酪构成的 这一判断的自信 美国也不可能 把人类送上月球 七 同样 如果我们想在 减轻衰老带来的痛苦上 取得真正的进展 我们就需要一个 关于衰老成因的 统一解释 这个解释 不是仅仅停留在 进化层面 而是能追根溯源的 但从根本上 解释衰老的成因 并非易事 它必须满足 所有已知的 物理定律 化学定律 并与数百年来的 生物学观测 结果一致 它需要涵盖 一个分子大小 和一粒沙子大小 之间最难理解的事件 八 解释那些 曾经存在的 最简单 和最复杂的 生命机器 因此 毫不奇怪 尽管我们不缺乏尝试 但从来没出现过 一个关于衰老的 统一理论 至少没有出现过 一个 惊得起推敲的理论 彼得 梅达瓦和利奥 希拉德 单独提出了一个假说 急衰老 是由DNA损伤 和遗传信息 丢失引起的 梅达瓦 毕生从事 生物学研究 致力于免疫学研究 并获得了诺贝尔奖 和他不同 希拉德 以一种迂回的方式 来研究生物学 这位出生于 布达贝斯的 博学大师 和发明家 过着游牧般的生活 没有固定的工作和住所 他更愿意和那些 能满足他对人类 重大课题的 好奇心的同事 待在一起 在他职业生涯的早期 他是和物理学的先驱 也是曼哈顿计划的创始人 他开创了原子战争时代 无数生命因他的工作而逝去 他深感惶恐 心灵备受折磨的他 转而去 研究如何最大限度地 延长寿命 九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 科学家和公众 都接受了突变累积 导致衰老的观点 当时辐射对人类DNA的影响 已经在人们的观念中扎根 但是 虽然我们非常肯定 辐射会造成细胞出现各种问题 但它只会产生 我们在衰老过程中 观察到的一部分体征和症状 十 因此这一观点 不能被视为普遍的理论 1963年 英国生物学家 莱斯利·奥格尔 莱斯利·奥格尔 带着他的错误灾难假说 加入了这场争论 该假说认为 DNA在复制过程中犯下的错误 会导致基因突变 包括制造复制 DNA的蛋白机制所需的基因 这个过程逐步扰乱那些相同的过程 不断地自我增值 直到一个人的基因组 被错误地复制到毁灭 11 大约在希拉德专注于辐射层面研究的同时 窍牌石油公司的化学家 德纳姆 哈曼也在原子层面深入思考 尽管他们所采用的方式不同 哈曼在斯坦福大学完成了医学院的学业 他提出了衰老自由基理论 该理论 把衰老归咎于细胞内不成对的电子 这些电子通过氧化破坏 DNA 尤其是在线立体中的氧化 因为这是产生大多数自由基的地方 12 哈曼用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 来验证这个理论 我很高兴在2013年 见到了哈曼一家 他的妻子告诉我 哈曼教授一生中大部分时间 都在服用大剂量的硫心酸 来抑制自由基 鉴于他90多岁时 还在孜孜不倦地进行研究 我认为服用硫心酸 至少没有给他造成什么伤害 20世纪七八十年代 哈曼和数百名研究人员 对抗氧化剂能否延长动物的寿命 进行了验证 总体结果令人失望 虽然哈曼成功地增加了 镊齿类动物的平均寿命 例如通过在食物中添加钉墙甲本 但是没有一种动物的极限寿命增加了 换句话说 一组被研究动物的平均寿命 可能会延长几周 但没有一只动物 创造了个体寿命的最高纪录 科学研究自此证明了 重复含抗氧化剂的饮食中 获得的积极健康效应 更可能是通过刺激身体 对衰老的天然防御能力来实现的 包括促进产生身体中消除自由基的酶 而不是因为抗氧化剂本身的作用 如果说旧习难改 那么自由基学说就是海洛因 十多年前 这一理论被我所在领域的科学家们推翻了 然而药物和饮料的供应商仍然广泛地沿用这一理论 因为其背后是全球30亿美元的产业 十三 因为有这些广告宣传 所以60%以上的美国消费者 仍在寻找富含抗氧化剂的食品和饮料 就不奇怪了 十四 自由基的确会引起突变 是的 这点很确定 你可以发现大量的突变 特别是在那些暴露于外界的细胞中 食物和老年人的线粒体基因组中 线粒体衰退 无疑是衰老的一个标志 并会导致器官功能的改变 但单是突变 特别是细胞和基因组的突变 是否会引起衰老 就与越来越多的相反证据产生了冲突 阿兰 李查森 阿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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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圣安东尼奥芬校花了大约十年的时间 验证老鼠体内 自由基损伤或突变的增加 是否会导致衰老 结果发现并不会导致衰老 十六 我的实验室和其他实验室 已经证明了恢复年老的老鼠体内的 线粒体功能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这表明衰老并不主要有限立体DNA的 突变引起 至少在生命的后期是这样的 十七 尽管关于细胞和DNA突变在衰老中的 作用的讨论 还在继续 但有一个事实 一个很难反驳的事实 与所有这些理论矛盾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正是希拉德在1960年提出了 克隆人类细胞的方法 终结了他自己的理论 十八 克隆为我们提供的突变 是否会导致衰老的答案 如果年老的细胞 确实失去了重要的遗传信息 从而导致衰老 那我们就不应该用年老的动物 来克隆新的个体 因为那样的话 克隆动物生来就老 克隆动物早衰是一个错误的观念 媒体一直在广泛宣扬这个观点 甚至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网站上 也这么说 19 是的 爱丁堡大学罗斯林研究所的基斯 坎贝尔和伊安 维尔木特创造的第一只克隆 杨多利的确只活到了绵羊正常寿命的一半 并死于一种进行性肺病 但对其遗体的全面分析显示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 它真的过早衰老 20 与此同时 已被克隆并证明寿命正常 健康的动物种名单 现在包括山羊 绵羊 老鼠和奶牛 21 由于细胞核移植在克隆中发挥了作用 我们可以满怀自信地说 衰老不是由细胞核DNA突变引起的 当然 体内的一些细胞可能不会发生突变 而这些细胞最终会被成功克隆 但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 最简单的解释是 年老的动物保留了所有必要的遗传信息 以产生一只全新的健康动物 突变并不是衰老的主要原因 22 对这些杰出的研究人员来说 他们的理论没有经受住时间的考验 当然不是什么丢面子的事情 大多数科学都是这样的 也许最终所有科学都是这样的 在科学革命的结构 一书中 托马斯·库恩指出 科学发现从来就不是无懈可击的 他要经受住各个演变过程中 可预测阶段的考验 当一种理论成功地解释了 以前世界上无法解释的现象时 他就成了科学家用来探索更多新知的工具 然而不可避免的是 新发现会导致新问题 而这些问题并不能完全从理论层面来解释 并且他们会引发更多的问题 当科学家试图尽可能少地调整它 以解释无法解释的原因时 这个模型很快就会进入危机模式 当我们对前几代人保守的旧观点 不断提出新的疑问时 危机模式在科学界一直被视为一个迷人的时刻 但它不适合胆小的人 混乱最终被一种范式转换取代 一种新的公认的模型出现了 这种模型能够比就模型解释更多的问题 这是大约十年前发生的事情 因为衰老研究领域 领军科学家的观点 开始和一种新的模型融合 这种模型暗示了许多杰出研究者 一直在苦苦找寻导致衰老的原因 其实是因为并没有唯一的答案 在这个更微妙的观点中 衰老和随之而来的疾病 是衰老的多重特征的结果 损伤引起的基因组不稳定性 染色体末端的防护帽 端粒的磨损 控制基因开关的表观基因组的改变 健康蛋白质维持失败 又称蛋白质内稳态丧失 由代谢变化引起的营养感应失调 线粒体功能障碍 感染健康细胞的僵尸细胞堆积 干细胞浩劫 细胞间信息交换改变 与炎症分子的产生 研究人员开始谨慎地认同 解决这些特征 你就能延缓衰老 延缓衰老就能预防疾病 预防疾病就能对抗死亡 以干细胞为例 干细胞有可能生成许多其他类型的细胞 如果我们能阻止这些未分化的细胞枯竭 它们就能继续产生治愈受损组织 和对抗各种疾病所必须的所有分化细胞 同时我们正在提高骨髓移植的接受率 骨髓移植是最常见的干细胞治疗方式 可用干细胞治疗关节炎 异形糖尿病 视力衰退 以及阿尔茨海默病和帕金森病 等神经退行性疾病 这些以干细胞为基础的介入治疗方法 致力于将人类的寿命延长数年 或者以衰老细胞为例 它们已经到了分裂能力的极限 却拒绝死亡 继续发出使周围细胞发炎的恐慌信号 如果我们能够杀死衰老细胞 或者首先阻止它们累积 我们就能让我们的组织更健康 活得更久 这也同样可以用来对抗端力损耗 蛋白之内稳态衰退 及其他所有的特征 每个问题都可以一步一步地解决 一次解决一点 以帮助我们延长人类的健康寿命 在过去的25年中 研究人员倾注了越来越多的精力 来解决所有这些特征 一个广泛的共识形成了 这将是减轻那些 正在衰老之人的痛苦和折磨的最佳方案 图1.2衰老的特征 科学家们确定了衰老的八九个特征 只要解决其中一个 你就能延缓衰老 如果解决全部 你可能就不会衰老 毫无疑问 虽然这些特征的清单 有待进一步完善 但这些特征在创造一个 更强有力的对策 以使人类获得更长寿 更健康的生命 介入治疗方法 只在延缓上述特征中的某一项 可能会给我们的生命带来数年的健康 如果我们能解决所有这些问题 那么回报可能是平均寿命显著提高 那么如何解决寿命上限的问题 光解决这些特征可能还不够 但是得益于数个世纪的知识积累 每天分析成千上万种潜在药物的机器人 每天读取数百万个基因的测序机器 以及处理数万亿字节数据的运算能力 科学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 这些东西在十年前是难以想象的 关于衰老的理论 几十年来一直在被慢慢打破 现在验证和反驳它变得更加容易 一场新的思维转变正再次进行 虽然它现在还处于早期阶段 我们再次发现自己处在了一个混乱的时期 我们仍然非常确定这些特征 是衰老及其无数症状的准确指标 却无法解释为什么这些特征会首先出现 现在是时候来回答这个非常古老的问题了 现在给任何事情找到一个公认的解释 都不可能一夜之间实现 更别提像衰老这样复杂的事情 任何试图解释衰老的理论 不仅要经得起科学的检验 而且必须为衰老理论的每个核心内容 提供合理的解释 例如一个似乎为细胞衰老 而不是干细胞浩杰提供了解释的公认假设 就不能解释衰老的原因 然而 我相信这个答案衰老的原因 存在于所有这些特征的上游 是的 我们衰老的唯一原因 衰老 简而言之 是信息的丢失 你或许认为 信息的丢失 是希拉德和梅达瓦 单独提出的观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但这是错误的 因为它们的观点集中在遗传信息的丢失上 生物学中有两种信息 它们的编码方式完全不同 我尊敬的前辈们所理解的第一种信息是数字信息 正如你可能知道的 数字信息基于一组有限的可能值 在这种情况下 它不是以两种碱基或二进制的形式 被编码为零合一 而是以四进制或四种碱基的形式 被编码为线票令 胸线密定 包密定 鸟票令 也就是DNA的核甘酸ATCT 因为DNA是数字的 所以它是储存和复制信息的可靠方式 事实上 它可以一次又一次地以极高的精度被复制 原理上与存储在计算机存储器或DVD 数字激光式盘上的数字信息没有区别 DNA的生命力也很顽强 当我第一次在实验室工作时 我震惊于这种生命分子怎么能在废水中存活数小时 并激动地发现我们可以从至少有四万年历史的尼安德特人的遗骸中找到它 二十三 数字存储的优势解释了为什么在过去四十亿年中 核酸链一直是生物界的存储分子 人体中的另一种信息是模拟信息 我们对人体内的模拟信息知之甚少 一部分原因是它对科学来说是新生事物 另一部分原因是它很少被用信息术语描述 尽管在遗传学家注意到它们培养的植物中存在奇怪的非遗传效应的时候 它最初就是被这样描述的 今天模拟信息通常被称为表观基因组 是指不能通过基因途径传播的可遗传性状 表观遗传学一词最早是由康纳德H.沃丁顿于1942年提出的 他是英国发育生物学家 当时在剑桥大学工作 在过去的十年里 表观遗传学这个词的含义 已经拓展到与遗传学关系较小的生物学领域 包括胚胎发育 基因交换网络 DNA包装蛋白的化学修饰 这让哈佛医学院我所在院系的传统遗传学家很懊恼 与遗传信息以DNA形式存储一样 表观遗传信息也存储在一种叫做染色质的结构中 细胞中的DNA不是杂乱无章的排列在一起的 而是包裹在一种叫做组蛋白的蛋白质小球上 这些小球串起来形成环状结构 就像你在私家车道上清洗浇花水管时 会把水管卷成一堆 如果你用染色体的两端玩拔和游戏 你会得到六英尺长的DNA串 上面有成千上万个组蛋白 如果你能通过某种方式 将DNA的一端插入电源插座 让组蛋白一闪一闪的发光 那么仅仅几个细胞就可以代替你的节日灯 表观遗传信息的存储和复制 对复杂的生命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说到复杂的生命 我指的是 任何有两个以上细胞组成的生物 年菌 水母 蠕虫 果蠅 当然还有像我们这样的哺乳动物 表观遗传信息将单个受精卵 编配成由261个细胞组成的人类新生儿 它使我们体内具有相同基因的细胞 呈现数千种不同的形式 24 如果把基因组比作一台计算机 那么表观基因组就是软件 它指导新分裂的细胞成为哪种类型的细胞 以及它们应该保留什么 在单个脑神经元和某些免疫细胞中 这个过程有时会持续几十年 这就是为什么神经元与皮肤细胞的行为完全两样 一个正在分裂的肾细胞也不会产生两个干细胞 如果没有表观遗传信息 细胞会很快失去自己的身份 新细胞也会失去自己的身份 如果这样 组织和器官的作用最终就会越来越弱 直到衰竭 在原始地球的温暖水池中 数字化学系统是储存长期遗传数据的最佳方式 但信息存储也需要对环境条件进行记录和响应 这种行为以模拟信息的格式被很好地存储了起来 模拟数据在这方面具有优势 因为只要细胞内部和外部环境需要 它们就可以相对容易地来回变换 而且它们可以存储几乎无限数量的可能值 甚至对之前从未遇到过的情况进行响应 25 由于模拟信息可以存储无限数量的可能值 所以许多音响发烧友仍然喜欢模拟存储系统中丰富的声音 但是尽管模拟设备有自己的优点 但它们也有一个重大缺点 事实上 这就是我们从模拟转向数字的原因 与数字信息不同 随着时间的推移 模拟信息在磁场 重力 宇宙射线和氧气的共同作用下会逐渐退化 更糟的是信息在被复制时会丢失 没有人比来自波士顿的麻省理工学院的电气工程师克劳德 香农更严重地受到信息丢失问题的困扰 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香农亲身体会到 在模拟无限电传输中掺杂噪声的代价是无数人的性命 战后 他写了一篇简短而深刻的科学论文 通信的数学理论 阐述信息是如何保存的 许多人把它看作信息理论的基础 如果说有一篇论文推动我们进入了当今的数字无限世界 那这个名号一定非他莫属 26 当然 香农的主要目的是提高两点之间电子和无限电通信的稳定性 他的工作成果最终可能会被证明 比这一目的更重要 因为我相信他所发现的关于保存和恢复信息的知识 同样适用于衰老 不要对我认为的我们于一台就是DVD播放机一样感到沮丧 这其实是个好消息 如果希拉德关于突变导致衰老的观点被证明是对的 那我们将无法轻松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当信息没有被备份而丢失时 他就永远的丢失了 如果你问一下那些曾经尝试播放或还原边缘破损的DVD中的内容的人 他们就会告诉你丢失的东西再也找不回来了 但我们常常可以从一张有划痕的DVD中恢复信息 如果我的想法是对的 那同样的过程就是逆转衰老的方法 克隆技术很好的证明了 即使我们变老了 我们的细胞也仍然保留着年轻的数字信息 为了返老还童 我们只需要找些抛光剂来去除划痕 这一点我相信是可能的 万物都有定时 衰老的信息理论 始于我们从祖先那里继承的原始生存回路 正如你所料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个回路已经进化 举例来说 哺乳动物并不是只有能产生一个生存回路的几个基因 比如那些首次出现在麦格纳明星中的基因 科学家在我们的基因组中发现了20多个生存回路 我的大多数同事都把这些基因称为长寿基因 因为它们被证明拥有能够延长许多生物体平均寿命和极限寿命的能力 但这些基因不仅能使生命更长寿 而且能使其更健康 这就是为什么它们也可以被认定为活力基因 这些基因共同在我们体内形成一个监测网络 通过向血液中释放蛋白质和化学物质 在细胞之间和器官之间形成沟通 监测和响应我们吃什么运动量和现在是几点 它们告诉我们在逆境中要折服 告诉我们在环境适宜时要快速成长快速繁殖 现在我们知道了这些基因的存在和它们的作用 科学发现给了我们探索和利用它们 想象它们的潜力 以不同的方式推动它们为我们工作的机会 利用天然分子和新型分子简单的和复杂的技术 新颖的和古老的智慧 我们可以解读它们调节它们 甚至完全改变它们 我研究的长寿基因被称为沉默信息调节因子 以首次被发现的酵母SIR2基因命名 哺乳动物中有七种沉默信息调节因子 从SIRT1到SIRT7 身体中几乎每个细胞都会制造这些沉默信息调节因子 当我开始研究时 沉默信息调节因子几乎不被科学界关注 现在这个基因家族处于医学研究和药物开发的前沿 沉默信息调节因子是麦格纳明星中基因币的后代 它是一种酶 可以去除组蛋白和其他蛋白质上的乙线基标签 通过这种方式 它可以改变DNA的包装 再需要时关闭和开启基因 这些关键的表观遗传调控因子 位于细胞控制系统的顶端 控制我们的繁殖和DNA修复 酵母菌诞生以来 经过几十亿年的发展 这些表观遗传调控因子 已经进化到能够控制我们的健康 我们的体格和我们的生存 他们还进化到能获取一种叫做 烟纤暗线票令二合肝酸 也就是NAD的分子 正如我们稍后将看到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 NAD的丧失 即由此导致的沉默信息调节因子 活性下降 被认为是我们的身体 在年老而非年轻时 患病的主要原因 为了以繁殖患修复 沉默信息调节因子 命令我们的身体在逆境中 屈服 防止我们罹患衰老导致的主要疾病 比如糖尿病 心脏病 阿尔茨海默病 骨质疏松症 甚至癌症 它们能抑制慢性 过度炎症 这些炎症会导致动脉周样硬化 代谢紊乱 溃疡性结肠炎 关节炎和哮喘等疾病 它们可以阻止细胞死亡 增加线粒体细胞等能量包 它们能防止肌肉萎缩 骨质疏松症和黄斑变性 在对老鼠的研究中 激活沉默信息调节因子 可以改善DNA修复 增强老鼠的记忆力 运动耐力 并帮助老鼠保持身材苗条 无论它们吃什么 关于沉默信息调节因子 作用的猜测并非胡思乱想 已经有科学家通过研究 证实了这一点 并将精同型平易的研究成果 发表在了自然细胞科学等杂志上 而且在很大程度上 因为沉默信息调节因子 通过相对简单的程序 实现了这一目的 即通过生存回路中 奇妙的基因币来完成这一切 它们比其他许多长寿基因 更容易被操纵 它们似乎是宏伟的鲁布 哥德堡生命机器中 最早的多米诺骨牌之一 它是了解我们的遗传物质 在逆境中如何进行 自我保护的关键 是它让生命 对以持续和繁荣数十亿年 沉默信息调节因子 并不是唯一一种长寿基因 另外两个被失入研究的基因组 也扮演着相似的角色 而且也被证明是可以操纵的 可以让生命更长 更健康 其中一种被称为 雷帕酶素靶蛋白Tor 它是一种调节生长 和代谢的蛋白质复合物 像沉默信息调节因子一样 科学家在哺乳动物中 发现了一种叫做MTOR的Tor 这种物质存在于它们寻找的每一种生物体中 与沉默信息调节因子一样 MTOR的活性也受到营养物质的精准调节 和沉默信息调节因子一样 MTOR也可以通过促进DNA修复 减少衰老细胞 引起的炎症及消化旧蛋白 这可能是它最重要的功能等活动 相处于应激状态的细胞 发出信号 使其折服并提高存活率 27 当环境适宜时 Tor是细胞生长的主要驱动力 它能感知可利用氨基酸的数量 并控制应激反应中产生蛋白质的数量 然而 当它被抑制时 它会迫使细胞折服 减少分裂 重新利用老细胞的成分 维持能量并延长生存时间 这就像去垃圾场 寻找用于修理的旧车零件 而不是购买新的 这一过程叫做自试 当我们的祖先 不能成功地杀死一头长毛蒙马像 只能靠少量的蛋白质生存时 正是MTOR的关闭 使它们得以存活 另一种长寿基因 是代谢控制酶 AMPK 它对低能量水平产生响应 与沉默信息调节因子和Tor一样 它普遍存在于各个物种中 对于如何控制它 我们已经十分了解 这些防御系统 都是在生物性压力下被激活的 很明显 有些压力实在太大了 根本无法克服 就像一脚踩到了一只蜗牛 它就小命不保卫一样 急性创伤和无法控制的感染 会杀死一个有机体 而不会使该有机体衰老 有时 像众多DNA断裂这样的细胞内的 压力大到无法承受 即使细胞能够在短期内修复断裂 在没有留下突变的情况下 也会在表观遗传水平上 出现信息丢失 下面 是我要着重强调的一点 有很多压力源 可以激活长寿基因 而不损害细胞 包括某些类型的运动 间歇性进食 低蛋白饮食 以及暴露在高温和低温环境中 我将在第四章对此进行讨论 这被称为兴奋效应 28 兴奋效应通常对生物体有益 尤其是当它可以被诱导 而不会造成任何持久的伤害时 当兴奋效应出现时 有百力而无一害 事实上 结果比预想的还要好 因为基因被激活时出现的一点点压力 会促使系统的其他部分折服 保存实力 以活得更长久 这极是长寿的开始 对上述方法的补充 是兴奋效应模拟分子 多个在研药物和至少两种以上是药物 可以启动人体的防御系统 而不会造成任何损害 这就像给五角大楼 打了个恶族剧电话 军队和陆军工程兵团被派出去了 但没有战争 这样我们就可以用一粒药丸来模拟运动和进行性 进食带来的好处 我将在第五章对此进行讨论 我们控制所有遗传路径的能力将从根本上改变药物 及我们日常生活的形态 它将真正的改变我们为人类这一物中下定义的方式 是的 我知道这听起来是怎么一回事 因此让我来解释一下原因 第二章寻找长寿开关 2003年4月15日 世界各地的报纸 电视节目和网站都发布了这样一则消息 人类基因测序已经完成 这里有一个恼人的问题 人类基因测序真的还没有完成 事实上 在基因序列中还存在巨大的空白 这并不是说主流新闻媒体 把事情吹得神乎其神 就连科学和自然这样备受尊敬的科学期刊 也讲述了几乎相同的故事 也不是科学家在夸大他们的工作 事实很简单 当时大多数参与了这项耗事13年 花费10亿美元的项目的研究人员都同意 考虑到现在的技术 我们已经最大努力确认 人类DNA中全部31个碱基队 基因组中缺失的部分 是我们认为不重要的部分 一般是指重复和肝酸的重叠部分 这些都是曾经被嘲笑为 垃圾DNA的生命密码区 他们现在受到了更多的重视 但仍然被普遍忽视为非编码 在当时许多科学精英的眼中 那些区域只不过是从前基因组的幽灵 大部分是搭便车病毒死后的残余物 这些病毒在几十万年前 就被整合进了基因组 人们认为那些被认为造就了人类的东西 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确认了身份 我们已经拥有我们所需的东西 来推动我们理解自己是如何成为人类的 然而据估计那些遗传暗物质 占了整个基因组的69% 一、甚至在那些被公认为是编码的区域 一些科学家认为 还有多达10%的区域尚未被解码 其中包括影响衰老的区域 二、2003年以来 这段相对短暂的时间里 我们发现在著名的DNA双螺旋中 有一些序列没有被绘制出来 但这些序列对我们的生命至关重要 事实上 尚有成千上万的序列没有被检测出来 因为最初制定检测基因的算法时 忽略了所有碱基对少于300个的基因 事实上 基因可以短到只有21个碱基对 今天我们在所有基因组中 发现了数百个这样的基因 这些基因只是我们的细胞产生特异性的蛋白质 而这些蛋白质是构成人类生物学和生活经验的过程和特征的基石 当我们即将识别出一个完整的DNA序列时 我们就更接近于掌握控制我们存在的基因图谱了 即使我们有一套完整的密码 有些东西我们也仍然找不到 我们无法找到衰老基因 我们已经发现了影响衰老症状的基因 我们已经发现长寿基因控制着人体抵抗衰老的能力 从而可以通过自然方法 药物和技术干预来延缓衰老 但是 与20世纪70年代发现的癌症基因不同 癌症基因因为我们提供了与癌症抗争的准确靶点 我们尚未确定导致衰老的唯一基因 我们也找不到它 因为基因进化不是为了引起衰老 关于教母的衰老理论 我在构建衰老信息理论时 曾经走了一段较为漫长的路程 而且在很大程度上 这个理论可以追溯到一位科学家的工作 他默默无闻 但他的工作为当今世界上许多正在进行的常数研究奠定了基础 他的名字叫罗伯特·莫蒂默·Robert Mortimer 如果说有一个形容他特制的词在他去世后经常被提及 那就是善良 而另一个形容词是高瞻原主 杰出求之欲勤奋也同样适用 莫蒂默为他的同事们树立了榜样 并且我一直从中受到启发 莫蒂默在2007年逝世 他在将酿酒酵母从一种看似低劣的单细胞的甜食酵母 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试堂酵母提升到世界上最重要的被研究生物之一的法定地位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莫蒂默在他的实验室里收集了数以千计的变异酵母菌株 其中许多是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培养的 他本可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大赚一笔 然后向通过他从该大学教母基因储备中心获取样本的数以千计的科学家收费 然而 从身无分文的本科生到世界上资金最雄厚的研究机构里的终身教授都可以浏览该中心的目录 当他们请求获取任何一种菌株时 他都会自掏腰包 马上邮寄给他们 三 因为他让这一切变得如此简单和廉价 所以对教母的研究才得以蓬勃发展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莫蒂默开始与他的同事 生物学家约翰 约翰斯顿 John Johnston 四 一起研究酿酒酵母时 几乎没有人对酵母感兴趣 在大多数人眼中 我们似乎无法通过研究一种微小的真菌 来了解我们复杂的自我 要让科学界相信酵母 不仅可以用来烤面包 酿造啤酒和葡萄酒 还有其他用途 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莫蒂默和约翰斯顿所认识到的 以及其他许多人 在未来几年后开始认识到的是 那些微小的酵母细胞 与我们人类没有太大的不同 就他们的大小而言 他们的基因和生化结构 异常复杂 这使得他们成为一个非常好的模型 来让我们了解 维持生命和控制 像我们这样的大型复杂生物体的 寿命的生物学过程 如果你对酵母细胞 能告诉我们关于癌症 阿尔茨海默病 罕见疾病 或衰老的信息 这一说法持怀疑态度 那么请想想 有五项路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是一位研究酵母基因而获得的 其中包括2009年 就发现细胞如何对抗端力缩短 衰老特征之一 所颁发的奖项 5 莫蒂默和约翰斯顿所做的工作 特别是1959年 那篇开创性的论文 证明了母带和子带酵母细胞 可以有截然不同的寿命 这将为我们看待寿命极限的方式 发生震惊世界的改变 奠顶基础 到2007年 莫蒂默去世时 全球约有一万名研究人员 在研究酵母 是的 人类经过十亿年的进化 已经与酵母有天壤之别 但两者仍然有很多共同点 酵母与我们有70%的相同基因 这些基因对酵母产生的作用 和对我们产生的作用 没有太大差别 像人类一样 酵母细胞几乎总是试图 做两件事中的其中一件 要么试图进食 要么试图繁殖 它们要么处于饥饿状态 要么处于发情状态 与人类非常相似 开始衰老后 它们的行动会变迟钝 身体会变大 变圆 繁殖能力会下降 但是 人类经历这一过程需要几十年 酵母细胞经历这一过程 却只需要一周 这使得它们成为 我们了解衰老的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 事实上 一个不起眼的酵母 能够告诉我们很多 关于我们自身的事情 并且相对于研究 其他有机体来说 酵母做到这一点的速度非常快 这是我决定 将研究酿酒酵母 作为职业生涯起点的一个重要原因 而且 它们闻起来 有股新鲜面包的味道 1992年 我在维也纳参加国际酵母大会 确实有这么个会议 时遇到了莫迪默 当时我刚二十出头 我和我的两位博士生 导师伊安 道斯 伊安道斯 教授 理查德 迪金森 Richard Dickinson 教授一起参加了会议 道斯是一个不喜欢条条框框的澳大利亚人 任职于新南威尔士大学 六 而迪金森是一个重规重矩的英国人 任职于卡迪夫大学 莫迪默当时在维也纳 讨论了一项重大的科学研究 教母基因组的测序 我在那里受到了莫大的启发 七 如果我当时犹豫不决 不能狠下心来将我的科学生涯 奉献给一个单细胞菌类 那么我就不可能碰到那些 在几十年前 几乎不存在的领域 建立巨量知识的人 就在那次会议之后 不久 全球教母领域的顶尖科学家之一 麻省理工学院的伦纳德 瓜伦特来到悉尼度假 拜访了伊恩 道斯 瓜伦特和我共进晚餐 我清楚地记得我当时就坐在他对面 当时我还是一名研究生 用教母来研究一种叫做 风唐尿症的遗传性疾病 你从这种疾病的名字就可以看出来 它并非大多数上流社会人士 在晚餐时的谈资 不过 瓜伦特带着一种好奇心和热情 与我一起进行了一次科学讨论 这简直令人欣喜若狂 谈话很快转到了他当时研究的一个项目上 他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开始研究教母的衰老 这项工作是在莫迪莫绘制的基因图谱的基础上进行的 这份图谱绘制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 而且是切实可行的 就这样 我对了解衰老产生了热情 我学会了用显微镜和微型操作机器人 拆分酵母细胞 这是找出酵母衰老原因的必要技能 那天晚上 瓜伦特和我达成了一个共识 如果我们不能解决酵母衰老的问题 我们就没有机会在人类身上进行研究 和他一起工作不仅仅是我的意愿 还在于我不得不和他一起工作 道斯写信告诉他 我很想加入他的实验室 我是个属手 几周后 他回复 我很高兴能与大卫一起工作 他或许跟其他许多满腔热忱的申请人 都说过这句话 他还说 但他必须自筹费用 后来我得知 他很高兴 仅仅是因为他错把我当成了 那次晚餐时认识的另一个学生 虽然我的一只脚跨进了大门 但我机会渺茫 当时外国人很难获得美国名校的博士后奖学金 但我坚持去面试 并自费坐飞机去了波士顿 当时我去应聘 海伦 海医 惠特尼基金会的一项研究 干细胞领域的一位巨人道格拉斯 梅尔顿面试了我 惠特尼基金会1947年以来 一直为生物医学博士后学者提供研究资助 当时还有另外四名应聘者 在梅尔顿的办公室外面等候 我的机会来了轮到我了 我不记得自己当时是否很紧张 我暗自想着我或许不会获得奖学金 所以去碰碰运气吧 我告诉梅尔顿 我要一辈子致力于研究衰老 寻找赋予生命的基因 然后在白板上简单地介绍了 一下基因是如何工作的 以及我拿到奖学金后 未来三年要做什么 为了表示感谢 我送给了他一瓶从澳大利亚带来的红酒 后来我明白了两件事情 第一 不要带红酒去面试 因为这可能会被视为行贿 第二 梅尔顿一定很喜欢我说的话 和我说话的方式 因为我在飞回家后拿到了奖学金 然后坐上了回波士顿的飞机 毫无疑问 这次面试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8 1995年 我在参加研究时 曾期望通过研究沃纳综合征来 建立我们对衰老的认识 这是一种可怕的疾病 发生于不到十万分之一的活产婴儿中 症状包括四肢无力 皱纹 白发 脱发 白内障 骨质疏松症 心脏病 还有很多其他实质性衰老迹象 这些症状不是出现在七八十岁的人 身上 而是出现在三四十岁的人身上 沃纳综合征患者的预期寿命 只有46岁 就在我抵达美国不到两周时 华盛顿大学的一个 有聪明的 有责任心的衰老研究 开山鼻祖乔治 马丁 George Martin 牵头的研究小组宣布 他们发现了一种基因 这种基因在突变时 会导致沃纳综合征 9 有人比我抢先了一步 我当时很泄气 但这一发现 促使我朝着最终目标 迈出了更大的第一步 事实上 它成了衰老信息理论的关键 现在 沃纳综合征的致病基因 WRN 已经在人类身上被识别出来 下一步是测试教母中 类似的基因 是否具有相同的功能 如果是这样 我们就可以使用教母来 更加快速地明确 沃纳综合征的病因 这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 通常意义上的衰老 我冲进瓜伦特的办公室 告诉他 我正在用教母 研究沃纳综合征 这里面就有我们解决衰老问题的方法 在教母中 与WRN基因功能相同的是 慢生长一至五一号 SGSE 该基因已经被怀疑 可以为一种叫做DNA解旋酶的酶编码 这种酶在DNA断裂前 会解开缠绕的DNA链 几学酶在DNA重复序列中尤其重要 这些序列天生就容易缠结和断裂 蛋白质的功能是至关重要的 比如有沃纳综合征基因编码的蛋白质 因为事实上 我们一半以上的基因组都是重复的 通过一个基因交换过程 细胞被诱骗去读取额外的DNA片段 我们用SGSE突变基因 交换出功能性SGSE基因 实际上 我们正在进行试验 看看是否有可能让酵母患上沃纳综合征 交换后 酵母细胞的寿命被缩短了一半 通常来说 这算不上新闻 许多与衰老无关的事件 比如被满虫吃掉 在葡萄上变干 或被放在烤箱中 都会缩短酵母细胞的寿命 我们已经把它们的DNA打乱 这可能以一千种不同的方式 让这些细胞不工作 从而过早的死亡 但那些细胞不仅仅是处于垂死状态 它们在健康状况和机能急剧下降后 奄奄一息 随着SGSE突变体变老 它们的细胞循环速度减慢了 它们变大了 雄性和雌性交配型基因 GNA的后代被同时开启 因此它们无法生育 无法交配 这些都是酵母衰老的已知特征 这种情况 在我们人为制造的突变体中 发生得更快 看起来就像是酵母版的沃纳综合症 我们使用特殊的染色剂 将DNA染成蓝色 并将和人染成红色 和人位于所有真核细胞的细胞核内 这使得在显微镜下 更容易看到在细胞水平上发生的事情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很神奇了 和人是和糖体DNA所在的细胞核的一部分 和糖体DNA被复制到和糖体RNA中 和糖体酶利用和糖体RNA 将氨基酸缝合在一起 生成各种新的蛋白质 在衰老的SGSE所在的细胞中 和人看起来像发生过爆炸 和人不像是在蓝海中 游动的一轮红色新月 而是分散成了六个小岛 这个场景十分凄美 这张照片后来被刊登在 1997年8月出版的著名杂志《科学》上 至今仍挂在我的办公室里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不仅让人着迷 而且让人脑洞大开 作为对这种损伤的应激 就像老鼠回应花生的召唤一样 被称为SR的蛋白质 第一种已知的沉默信息调节因子 由基因SR编码 时由基因B传下来 从控制繁殖的交配基因上脱离病 进入和人 那个场景在我看来是美丽的 但对酵母来说是个问题 SR有一项重要的工作 它是一种表观遗传因子 是一种位于基因上的酶 将DNA捆绑起来 并使其保持沉默 在分子水平上 SR通过酶活性来实现这一点 确保被称为乙仙基的化学物质 不会积聚在组蛋白上并使DNA包装松动 当沉默信息调节因子 离开由控制繁殖和复制的基因A 传下来的交配基因时 突变细胞同时开启雄性和雌性基因 导致它们失去性别 就像在正常的衰老细胞中一样 但时间提前了很多 一开始我不明白 为什么核人会爆炸 更不用说 为什么随着细胞变老 沉默信息调节因子 会向核人移动 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好几个星期 后来 在实验室工作到很晚的某天晚上 我从梦中醒来 有了个新想法 这个想法出现在说 梦话和熟睡之间 是一个零零碎碎的概念 几个单词混杂在一起 还有一张某个东西的模糊照片 不过 这足以让我惊醒 我一下子从床上爬了起来 我抓起笔记本去了厨房 1996年10月28日清晨 我趴在厨房的桌子上写道 图2.1图中文字译为 一个关于酵母和其他生物体 复制性衰老的理论 我分笔记书 大约一个小时 记下想法 画出图画 拟出图表 写出新的方程式 11 以前对我来说 毫无意义的科学观测 现在完全变成了一幅更宏大的图 我写道 断裂的DNA会导致基因组不稳定 这会分散酸2蛋白的注意力 酸2蛋白会改变表观基因组 导致细胞在修复损伤时 失去身份 变得不愈 那就是数字DVD上的模拟划痕 表观遗传改变导致衰老 我想 肯定有一个特殊的过程 控制着它们 不是无数个单独细胞的变化或疾病 甚至不是一组 可以一次解决所有问题的特征 肯定有比这更大 更奇特的东西 这是理解生存回路及其在衰老中所起作用的基础 第二天 我把我的笔记拿给瓜伦特看 我很兴奋 这是我有过的最重大的想法 但我也很紧张 怕他发现我的逻辑有漏洞 然后把我的笔记本撕碎 相反 他静静地看了看我的笔记本 问了几个问题 然后说了六个字来鼓励我 不错 他说道 去证明它 基因和信息 为了理解衰老信息理论 我们需要再次回顾一下表观基因组 它是细胞中由沉默信息调节因子控制的部分 近距离看 表观基因组比我们人类发明的任何东西都更复杂 更神奇 它有DNA链组成 这些DNA链包裹着叫做组蛋白的缠绕蛋白 这些组蛋白被捆绑成更大的环 称为染色质 而染色质则被捆绑成更大的环 称为染色体 沉默信息调节因子 指导组蛋白与DNA紧密结合 同时 它们让DNA的其他部分处于游离状态 通过这种方式 一些基因保持沉默 而另一些则可以被开启基因的 DNA结合转录因子读取 12 可读取的基因被称为常染色质 沉默的基因则是易染色质 通过去除组蛋白上的化学标签 沉默信息调节因子 帮助阻止转录因子与基因结合 将常染色质转化为易染色质 当然 人体的每个细胞都有相同的DNA 所以 是由表观基因组来区分神经细胞和皮肤细胞的 它是控制系统和细胞结构的集合体 告诉细胞哪些基因应该被打开 哪些应该保持关闭 这远比我们的基因更能控制我们的生命 把我们的基因组想象成一架大钢琴 是理解上述原理最直观形象的方法之一 13 每个基因就像一个琴键 每个琴键产生一个音符 所以 因为制造者 材料和生产环境不同 即使演奏方式完全相同 每架钢琴的音色都会有所不同 这些琴键就是我们的基因 人体大约有两万个这样的基因 相差最多不超过几千个 14 每一个琴键都可以被弹成弱音 轻柔或强音有力 音符可以是延音 保持或小块板较快的弹奏 对钢琴家来说 他可以用几百种方法弹奏每个单独的琴键 但有无数种方法将所有琴键组合起来弹奏 通过和弦和组合来 创作我们所知道的绝世乐 雷格泰姆音乐 摇滚乐 雷盖音乐 华尔兹无曲等 使这一切发生的钢琴家是表观基因组 表观基因组通过打开人体 DNA或将其捆绑在密闭蛋白质包装中的过程 并通过用由碳 氧和氢组成的 被称为甲基和乙仙基的化学标签标记基因 并用我们的基因组来创作我们生命的乐章 是的 有时钢琴的大小 形状和状态决定了钢琴家能用它来演奏什么 用一架18件的玩具钢琴演奏协奏曲很困难 用一架50年没有调过音的钢琴演奏优美的音乐也非常困难 同样 基因组决定了表观基因组的功能 毛毛虫不能成为人类 但它可以成为蝴蝶 因为在变态过程中表观遗传表达发生了变化 即使它的基因组从未发生过变化 同样 长着黑头发和棕色眼睛的父母 不太可能生出金发和蓝色眼睛的孩子 但是实验室里的双胞胎次数的毛发 可以变成棕色或金色 这取决于次数基因的表观基因组 在妊娠期受环境影响的程度 比如叶酸 维生素B12 大豆中的染料木素 或毒素双分 15 同样 在同卵双胞胎中 表观遗传的力量 可以驱使两个拥有相同基因组的人 朝着截然不同的方向发展 这甚至会导致他们衰老的进度不同 当你看一张吸烟和不吸烟的双胞胎脸 靠脸的照片时 你就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他们的DNA基本上仍然相同 但是吸烟者的眼带更大 双下巴纹更深 眼睛和嘴巴周围有更多的皱纹 他们年龄虽然一样 但吸烟者显然老得更快 对同卵双胞胎的研究表明 基因对寿命的影响 估计在10%至25% 这一比例低的惊人 16 我们的DNA不是我们的宿命 现在 想象你正坐在音乐厅里 一位记忆高超的钢琴家 坐在一架华丽增量的试坦微排钢琴前 协奏曲开始了 音乐很美 令人叹为观直 一切都很完美 但是 随后在开始的几分钟里 钢琴家弹错了一个主音的音高 在第一次弹错的时候 那就像在一段不需要地调的合奏中 一个多出来的地调几乎没有人听得出来 烟墨在如此多完美的音符里 隐藏于拥有如此完美旋律的合奏中 这没什么好担心的 但几分钟后 这件事又发生了 然后 频率不断增加 一而再 再而三 请记住 重要的一点是钢琴没有毛病 钢琴家演奏着作曲家规定的大部分音符 他只是多弹了一些音符 一开始 这很烦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变得令人不安 最终 他毁了这首协奏曲 事实上 我们认为是钢琴家出了问题 有人甚至会冲上台 去确认他是否一切正常 表观遗传噪声 引起了同种类型的混乱 这在很大程度上 是对细胞的高度破坏性损伤造成的 比如 DNA断裂 就像麦格纳明星的原始生存回路 和失去繁殖能力的老化酵母细胞 根据衰老信息理论 这就是我们衰老的原因 这就是我们头发变白的原因 这就是我们皮肤起皱纹的原因 这就是我们关节疼痛的原因 此外 这就是衰老的每个特征 从干细胞浩劫 细胞衰老 倒线粒体功能障碍和端粒快速缩短 都会出现的原因 我承认 这是一个大胆的理论 一个理论的力量 取决于他对严格实验结果 通常是数百万次实验的结果的预测能力 他所能解释的现象的数量 及他的简单性 这个理论很简单 解释了很多现象 作为优秀的科学家 剩下的就是尽力反驳他 看看他能坚持多久 为了启动研究 我和瓜伦特 必须关注酵母的某些DNA 我们使用了一种叫做Southern印记杂交的技术 一种根据DNA的大小和结构 来分离DNA 然后用一枚放射性DNA探针点亮它的方法 在第一个实验中 我们注意到了一些壮观的东西 通常情况下 通过Southern印记杂交点亮的酵母细胞 RDNA被包裹得很严实 就像一根新的绳子 上面串着几圈几乎看不见的超螺旋DNA 但是 我们在实验室创造的酵母细胞 RDNA 那些看起来衰老的很快的 过纳综合征突变体的包装 被疯狂地打开 就像被撕开的真空密封杀线包装袋一样 RDNA处于混乱状态 基因组似乎正在分崩离析 DNA正在重组和扩增 在Southern印记杂交中 显示为黑点和纤细的圆圈 这取决于 它们是如何卷曲和扭曲的 我们称这些环为 染色体外合糖体DNA环 或叫AIC 它们随着突变体的衰老而堆积 图2.2从酵母菌那里了解到的 关于我们衰老的原因 在年轻的酵母细胞中 雄性和雌性的交配型信息 基因被SIR2枚 第一种沉默信息调节因子 由基因币的后代编码 保持在关闭状态 高度重复的核糖体DNA是不稳定的 会形成有毒的DNA环 这些环会重组 并最终在老化的细胞中 积累到有毒的水平 并杀死它们 为了应对DNA环的不稳定性 和感知到的基因组的不稳定性 SIR2远离沉默的交配型基因 以帮助稳定基因组 雄性和雌性基因 同时被开启 导致不育 这是酵母衰老的主要特征 如果我们真的诱导了衰老 那么我们会在正常衰老的 酵母细胞中看到同样的模式 我们不会用生日蜡烛 计算一个酵母细胞的年龄 它们不会活那么久 相反 酵母衰老是通过母细胞 分裂产生子细胞的次数来衡量的 在大多数情况下 一个酵母细胞在死亡前大约会分裂25次 然而 这使得分离老酵母细胞成为一项极具挑战性的任务 因为当一个普通的酵母细胞到达生命终点时 它周围有225或3300万个后代 这项工作花了我们一个星期 我们度过了许多不眠之夜 喝了许多含大量咖啡因的饮料 才搜集到足够的正常老酵母细胞 第二天 当我冲洗胶片 观察RDNA时 我所看到的景象让我震惊 17 就像突变体一样 正常老酵母细胞被EC包裹 那是一个波云见日的时刻 除了对某个理论进行首次实质性的论证 一个优秀的科学家 永远不会手握现成的证据 在此基础上 我和其他人在未来的岁月里 会建立更多的发现 第一个可试验的预想是 如果我们将IC植入非常年轻的酵母细胞 设计一个基因骗局来做到这一点 那么EC会繁殖 分散沉默信息调节因子的注意力 酵母细胞会过早衰老 不遇病早逝 然后 它们果然如此 1997年12月 我们在科学杂志 细胞上发表了那项研究成果 随后这则新闻便传遍世界各地 科学家们发现了衰老的一个原因 就在那时 当时还是博士生的马特 凯伯林 Matt K. Eberline 来到实验室 他的第一个实验 是在酵母细胞基因组中 插入一个额外的SIR2副本 看看他能否稳定酵母基因组 从而延缓衰老 当添加了额外的SIR2后 AC被阻止了 他看到酵母细胞的寿命 增加了30% 正如我们所希望的那样 我们的假设似乎经了起推敲 酵母不遇和衰老的上游 根本原因是基因组固有的不稳定性 对酵母研究的初步成果 以及另一个十年里 对哺乳动物细胞的思考和探索 是一种理解衰老的全新方式 也是一个信息理论 该理论将把看似不同的衰老因素 整合成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生死模式 看起来就像下面这样 青年时期 DNA断裂基因组不稳定 DNA包装 拓裂和基因调控 表观基因组细胞身份 丢失细胞衰老疾病死亡 其影响是深远的 如果我们能干预这些步骤中的任何一个 我们就有可能帮助人们活得更久 但如果我们能干预所有这些呢 会如何 我们能阻止衰老吗 理论必须经过不断的检验和再检验 不仅要经得起一个科学家的检验 还要经得起众多科学家的检验 为此 我有幸参加了一个研究小组 其中包括一些世界上最杰出和最有见地的科学家 这个小组里 有伦纳德 瓜伦特 我们会人不倦的导师 有布莱恩 肯尼迪 布莱恩 肯尼迪 他在伦纳德的实验室 启动了教母衰老项目 此后在理解早衰性疾病 以及增加生物模型健康和寿命的 基因和分子的影响方面 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有日内瓦大学的莫妮卡 哥特 莫妮卡 Gault 和苏珊 加瑟 Susan Gasser 他们现在是基因调控领域 最有影响力的研究者 有金 景真一郎 他现在是华盛顿大学教授 他发现沉默信息调节因子 是利用NAD的酶 正在做关于身体如何控制沉默信息 调节因子的研究 有凯文 尼尔斯 Kevin Mills 他在缅因州经营一个实验室 后来成为Sightier Therapeutics公司的 联合创始人之一和首席科学官 该公司致力于开发对抗癌症 和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新方法 有尼卡诺 奥斯特里亚科 尼克娜 奥斯特里亚科 他和布莱恩 肯尼迪 一起启动了教母衰老项目 现在是普罗维登斯学院的 生物学老师兼神学老师 这是一个绝妙的组合 有托德 斯米尔 托斯米尔 他是全球制药公司 里来公司的 癌症生物学首席科学官 有戴维 伦巴德 David Lombard 他现在是密歇根大学 衰老领域的研究员 有华盛顿大学教授 马特 凯伯林 他正在做 延长狗寿命的分子试验 有戴维 迈克纳布 David McNabb 他所在的阿肯瑟大学实验室 在真菌病原体方面 取得了能挽救生命的 重大发现 有布拉德利 约翰逊 Bradley Johnson 他是宾夕法尼亚大学 研究人类衰老和癌症的专家 还有现在就职于 普林斯顿大学的 著名神经科学家马拉 莫西 Mola Morthy 一次又一次 我从在我周围工作的人 身上受益 在麻省理工学院的 瓜伦特实验室工作 我从来没有感觉过 如此踏实 那是一支梦之队 在他们中间 我经常感觉自己 如此卑微 当我在这个领域 开始我的职业生涯时 我只梦想着 在顶级期刊上 发表一项研究成果 但是 在那几年里 我们小组每隔几个月 就会发表 一项研究成果 我们证实 SIR2在和人中的 重新分布 是对大量DNA 断裂的应激反应 结果导致 AC增值 插灰基因组 或结合在一起 形成超大型AC 当SIR2与DNA的 不稳定性作斗争时 这将引起衰老 臃肿的酵母细胞不育 虽然当时我们不知道 这个过程历来已久 对人类的存在而言 必不可少 但它确实是 生存回路的第一步 我们告诉全世界 我们可以让酵母 出现类似于沃纳综合征的症状 导致核人爆炸 18 我们描述了SGS1的突变体 曾经导致人类备受折磨的 沃纳综合征的那些突变体 如何更快地累积AC 从而导致早衰和寿命缩短 19 关键是 通过演示 如果向年轻细胞加入一个AC 它们就会过早衰老 我们获得了重要证据 AC不是 参与衰老过程这么简单 它们引起了衰老 通过人为破坏细胞中的DNA 观察细胞应激 我们展示了沉默信息调剂因子 为什么会跑过来协助DNA修复 20 那是生存回路的第二步 21 DNA损伤导致 AC增多 分散了42对胶配型基因的注意力 使胶配型基因变得不愉 这是酵母衰老的一个特征 这是表观遗传造成最纯粹的形式 我们又花了20年才认识到 在酵母身上的那些发现 是否与比酵母更复杂的有机体相关 我们哺乳动物有7种沉默信息调节因子基因 这些基因已经进化出超出 SIR2所能发挥的多种功能 其中三种 SIRT1 SIRT6 和SIRT7 对表观基因组的控制和DNA修复至关重要 其余的SIRT3 SIRT4 和SIRT5 则位于线粒体 它们控制能量代谢 SIRT2游荡在细胞质周围 控制细胞分裂和健康卵细胞的产生 沿着这个方向出现了很多线索 布朗大学的斯蒂芬 赫尔芳 斯蒂芬·哈尔芬发现 往果蝇体内增加额外的D4R 酵母4R的同系物基因的副本 可以抑制表观遗传噪声 并延长它们的寿命 我们发现 哺乳动物中的SIRT1 会从沉默基因上移动过来 帮助修复老鼠和人类细胞中断裂的DNA 22 但是直到2017年 在德国巴特纳海姆的马克思 普朗克研究所主要进行心肺研究 伊娃·伯伯·伊娃·鲍伯的研究小组报告称 沉默信息调节因子 能稳定人类的RDNA 我们才完全了解 教母和人类生存回路保存的真实程度 23 然后 2018年 斯坦福大学的凯特林 蔡·凯特琳 出案发现 通过稳定人类的RDNA 沉默信息调节因子 可以防止细胞衰老 这与20年前 我们在教母中 发现的沉默信息调节因子的 抗衰老作用基本相同 24 这是一个惊人的发现 教母和人类经历了11亿年的分化 生存回路本质上 并没有发生改变 然而 直到这些发现公布 我才清楚地知道 表观遗传噪声 可能是人类衰老的催化剂 20年来的研究 已经把我们引向了那个方向 25 1999年 我从麻省理工学院 搬到了哈佛医学院 我在那里建立了一个 研究衰老的新实验室 在那里 我希望 为一个我满脑子 都在思考的新问题 找到答案 我注意盗用教少量的 糖未养的教母细胞 不仅存活的 更久 而且 它们的RDNA 非常紧凑 显著地延缓了 不可避免的 黑克堆积 灾难性的DNA 断裂 数量增长 和人爆炸 不遇和死亡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成熟的生存回路 我们的DNA 总是不断受到攻击 平均来说 我们46条染色体中的 每条在细胞 每次复制DNA时 都会以某种方式断裂 在我们的身体里 断裂次数 每天超过200亿 这仅仅是发生在 复制过程中的断裂 另一些则是由自然辐射 环境中的化学物质 以及我们所受的X射线 和CT扫描造成的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 修复我们的DNA 我们就活不了多久 这就是为什么 早在原始细胞时期 这个星球上 所有生物的祖先 就进化到 能感知DNA损伤 减缓细胞生长 并将能量转移到DNA修复上 直到修复完成 我称这个过程为 生存回路 酵母试验成功以来 表明我们与酵母 没有太大区别的证据 持续积累 2003年 加拿大沃泰华大学的 麦克尔·麦克伯尼·麦克·麦克伯尼 发现 被改造成 无法产生七种沉默信息 调节因子中的 其中一种SIRTE的小鼠胚胎 不能坚持到胚胎发育的第14天 小鼠妊娠期 大约过了三分之二的阶段 26 研究小组在 癌细胞杂志上 发表文章称 其中一个原因 是对DNA损伤的应激 和修复能力受损 27 2006年 哈佛大学的 弗雷德·李克 阿尔特 菩提区奥特 凯特林 赛赫老尔 莫斯托夫斯拉夫斯基 朗沃曼斯斯·麦斯蒂 发现 在被改造成 缺少SIRT6时 小鼠 表现出了 典型的衰老速度加快 和寿命缩短的迹象 28 当科学家们 破坏了细胞 产生这种 重要蛋白质的能力时 细胞 就失去了 修复断裂的 双链DNA的能力 就像我们于1999年在酵母中所展示的那样 如果你持怀疑态度 而且你肯定会怀疑 你可能会认为这些SIRT突变老鼠 可能只是因为生了病才会短命 但加入更多的沉默信息调节因子 SIRT1和SIRT6基因副本后结果恰恰相反 它能增进老鼠的健康并延长老鼠的寿命 就像在酵母SIR2基因中加入额外的副本一样 29这些发现归功于我以前的两位同事金井真一郎 他是我在瓜伦特实验室工作时的酒友 海姆科恩哈佛戴的第一位博士后 我们已经证明 在酵母中 DNA断裂会导致沉默信息调节因子远离沉默的交配型基因 重新定位 最后导致年老细胞变得不愈 那是一个简单的系统 我们用几年就弄明白了这一点 但生存回路会导致哺乳动物衰老吗 系统的哪些部分在十亿年中生存下来了 哪些是酵母特有的 这些问题现在正处于人类知识的前沿 但答案已经出现端倪 我的意思是 酵母中的SIR2基因和哺乳动物中的SIRT基因 都是B基因的后代 B基因是麦格纳明星中的原始基因沉默因子 它最初的工作是使控制繁殖的基因沉默 在哺乳动物中 沉默信息调节因子 已经担任了许多新的角色 而不仅仅是繁殖能力的控制者 它们现在还是 它们从细胞的数百种蛋白质中 去除乙仙基似的 包括组蛋白 还有控制细胞分裂 细胞存活 DNA修复 炎症 葡萄糖代谢 线粒体 及一些其他功能的蛋白质 我起初认为 沉默信息调节因子 是各种灾难应急团队的负责人 他派出各种专门的应急小组 来处理DNA稳定性 DNA修复 细胞生存能力 新陈代谢和细胞间信息交换等问题 在某种程度上 这就像是2005年卡特里纳飓风过后 数千名公共设施维护人员 涌向路易斯安那州和密西西比州的指挥中心 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并非来自墨西哥湾沿岸 但他们来了 尽最大努力修复被飓风破坏的地方 然后回家 一些人在风暴肆虐的社区工作了好几天 另一些人甚至工作了好几周 然后回家过上正常生活 而且对大多数人来说 这并不是他们第一次或最后一次做这样的事情 只要有一场大规模灾难影响公共设施 他们就会随时赶赴现场 伸出援助之手 当那些人待在家里时 他们就会打理家务 比如付账单 修剪草坪 做棒球教练等各种日常事物 但当他们不在家时 帮助墨西哥湾沿岸地区 避免陷入无政府状态 这种情况会给美国其他地区 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很多事情都必然被搁置 当沉默信息调节因此 从他们的日常事物转向参与DNA修复时 他们在家中的表观遗传功能 就会暂停一段时间 当损伤修复后 他们就会返回基地 仍然做他们的日常事物 控制基因 确保细胞 保持其身份 并维持最佳功能 但是在紧急情况 接二连三的发生时 又会怎样呢 一场又一场飓风 一次又一次地震 修理人员经常离家外出 他们平时要做的工作堆积如山 账单到期 然后过期 然后收款人开始打电话催款 花园里的草风场 很快邻里协会主席 就发来带有威胁口吻的邮件 棒球队没了教练 陷入了电影哨棒闯天下中的处境 最重要的是 他们在家里最重要的事情 复制并没有完成 这种形式的兴奋效应 即最初的生存回路 在短期内可以很好地维持生物体的生存 但是 与简单地通过调整沉默信息调节因子 M2R或AMPK 来模拟兴奋的长寿分子不同 这些真实的紧急情况 会造成危机生命的伤害 什么会导致这么多的紧急情况 是DNA损伤 那又是什么导致DNA损伤的呢 嗯 是生命随着时间的推移造成的 比如有害化学物质 辐射 甚至正常的DNA复制也会造成损伤 我们已经开始相信这些是导致衰老的原因 但我们必须按照这种思路 做出微妙但至关重要的转变 并不是说沉默信息调节因子会不堪重负 尽管在你被晒伤或接受X光检查时 它们可能确实如此 但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 是控制表官基因组的沉默信息调节因子 和他们的同事们在被调走后 并不总是能找到回到原始基因站的路 这就好像来处理卡特里纳飓风 对墨西哥湾海岸造成的破坏的一些紧急救援人员 丢了家庭住址 然后灾难一次又一次袭来 他们又被重新调配 无论什么地方的表官遗传因子 离开基因组去处理损伤 本该关闭的基因都会被开启 反之亦然 无论它们停留在基因组的哪个地方 它们都会做同样的事情 以我们人类在诞生后从未想过的方式 改变表官基因组 细胞失去了它们的身份和功能 混乱接踵而至 混乱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出现 这是我们统一理论的核心 表官遗传噪声 SIR-2基因是如何关闭基因的呢 SIR-2为一种被称为组蛋白 去乙仙化酶的特殊蛋白质编码 该酶能裂解组蛋白的乙仙基化学标签 正如前文描述的那样 使DNA柴绕起来 阻止它转录成RNA 当SIR-2酶位于胶配型基因上时 后者会保持沉默 细胞继续胶配和繁殖 但是当DNA断裂发生时 SIR-2会被招募到断裂处 以去除DNA断裂处组蛋白的乙仙基标签 它将组蛋白捆绑在一起 以防止受损的DNA被反噬 并帮助招募其他具有修复功能的蛋白质 一旦DNA修复完成 大部分SIR-2蛋白就会回到胶配型基因 使其沉默并恢复繁殖能力 一般情况就是如此 除非出现另一种紧急情况 比如当I2堆积在年老酵母细胞的核人中时 发生大规模的基因组不稳定 为了使生存回路正常工作 也因此导致衰老 SIR-2和其他表冠遗传调控因子 必须以限定数量出现 换句话说 细胞不能产生足够的SIR-2蛋白 来同时使交配型基因沉默 并修复断裂的DNA 它必须在按需分配的基础上 排除SIR-2在各处来回传缩 这就是为什么增加一个额外的SIR-2基因副本 可以延长寿命并延缓不遇 细胞有足够的SIR-2修复 DNA断裂 并且有足够的SIR-2使交配型基因沉默 30 在过去十亿年里 大概有数以百万计的酵母细胞 发生个体基因变异 以产生更多的SIR-2 但是它们灭绝了 因为它们不具有其他酵母细胞 所具有的生存优势 存活28次不比存活24次更有优势 而且由于SIR-2会消耗能量 蛋白质含量过多甚至可能成为劣势 然而在实验室里 我们没有注意到它们有任何生存劣势 因为我们给酵母提供的糖比 它们以前吃到的都多 通过添加额外的SIR-2基因副本 我们赋予了酵母细胞进化所不能提供的条件 如果信息理论 衰老是由超负荷的表观遗传信号 对细胞侵害和损伤的应激引起的 是正确的 那么损伤发生在哪里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细胞正在被破坏 而沉默信息调节因子 正在四处奔波以解决这种破坏 致它们的日常事物于不顾 有时还会回到基因组中的其他地方 在那里 它们是哪些不该沉默的基因沉默 这相当于分散了细胞钢琴家的注意力 为了证实这一点 我们需要将老鼠的一些DNA弄断 故意破坏DNA并不难做到 你可以用机械剪切来完成 你可以用化疗 你也可以用X射线来做 但我们需要精准地做到这一点 以一种不会导致突变或影响细胞功能区域的方式进行 实际上 我们需要攻击基因组里的荒地 为了做到这一点 我们找到了一个类似于靠久的基因 它来自细菌的Chris Bear基因编辑工具 能在精确位置切割DNA 供实验用的眉筛选自一种黏糊糊的黄色黏菌 叫做多头绒炮菌 字面意思是多头黏菌 大多数科学家认为 这种叫做i-toy的基因是一种寄生虫 只起自我复制作用 当它切割黏菌基因组时 另一个i-toy副本会被插入 这是一个自私基因的缩影 i-toy原本住在它原来的栖息地 年菌里 但当它发现自己处在一个老鼠细胞中时 它没有能复制自己的年菌机制 所以它漂浮在细胞周围 只在老鼠基因组的几个地方切割 DNA没有复制过程 而细胞将DNA链重新粘在一起 不会有问题 且不会留下任何突变 这正是我们想创造的 用来接通生存回路 并分散沉默信息调节因子的注意力的条件 像Kogeo和iPo这样的DNA编辑基因 是大自然赐予科学的礼物 为了创造一只老鼠来检验信息理论 我们将iPo插入一个被称为智力的环状DNA分子 并准备了控制基因所需的所有DNA调节元素 然后将DNA插入我们在实验室塑料培养敏中 培养的小鼠胚胎干细胞株的基因组 下一步是将转基因钙细胞注入一个有90个细胞的老鼠胚胎 我们称之为Po 然后将其植入磁鼠子宫 大约20天后一只幼鼠就出生了 这听起来很复杂 但事实并非如此 一个烧精培训的大学生就可以做好这件事 如今它是一种商品 你甚至可以从产品目录中订购一只老鼠 或者付钱给一家公司 让它按照你的技术要求 为你定做一只这样的老鼠 因为切割煤在幼鼠出生那个阶段被关闭了 所以跟我们料想的一样 幼鼠出生时完全正常 我们亲切地称它们为Ice鼠 Ice的意思是表观基因组可诱导变化 inducible changes to the epigenome 首字母缩略词的I可诱导 部分至关重要 这些老鼠没有发生变化 直到我们给它们喂食低剂量的塔莫细分 这是一种通常用于治疗人类癌症的雌激素阻断剂 但是在这个案例中 我们对老鼠进行过基因改造 所以塔莫细分会开启Ipo基因 这种没会起作用 切断基因组 并在不杀死任何细胞的情况下 稍微压制生存回路 因为塔莫细分半衰期只有几天 如果我们停止给老鼠喂食塔莫细分 基因组切断就会中止 这几只幼鼠或许会死 它们可能会长肿瘤 或者它们可能活得很健康 不会比接受牙科X光检查更糟糕 以前没有人在老鼠身上做过这样的事 所以我们一无所知 但是如果我们关于表观遗传不稳定性和衰老的假设是正确的 那么塔莫细分就会像电影哈利波特与火焰杯中弗莱德和乔治 维斯莱使用的衰老药水一样起作用 结果奏效了 就像巫术一样奏效了 在治疗过程中 老鼠们的健康状况良好 他们感觉不到DNA切割和沉默信息调节因子的干扰 但几个月后 我接到一个博士后的电话 他在我出差去澳大利亚的实验室期间 负责照看实验室里的动物 其中一只老鼠真的病了 他说 我认为我们应该把这件事记录下来 我让他通过手机短信 发给我一张他说的老鼠的照片 当照片传到我手机里时 我忍不住大笑了起来 这不是一只生病的老鼠 我回复道 这是一只年老的老鼠 大卫 他说 我想你误解了我的意思 我现在说的是笼子里其他老鼠的妹妹 这些老鼠都很正常 他的困惑是可以理解的 在16个月大的时候 一只普通的实验鼠 仍然有着厚厚的皮毛 结实的尾巴 肌肉发达的身材 灵活的耳朵和清澈的眼睛 被他墨细分出发的S鼠 在同一年龄会出现灰白稀疏的毛发 弯曲的脊柱 薄乳指的耳朵和浑浊的眼睛 请记住 我们没有做过任何改变基因组的事 我们只是切断了老鼠的DNA那里 没有产生新的基因 迫使细胞重新把这些DNA 粘在一起或捆扎在一起 为了确认这一点 后来我们还切断了其他地方的DNA 结果也一样 这些切断操作引起了沉默信息调节因子的应激 当这些修理工开始工作时 他们会放下本职工作不干 去往基因组的其他部位 这改变了许多基因被表达的方式 他们在错误的时间被表达 这些发现与加州大学圣迭哥分校的特里 伊德克 Trey Eitker 张康 伊逸 原名为康障 及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史蒂夫 霍瓦斯的发现遗志 霍瓦斯一夜成名 而且今天的霍瓦斯时钟 Horvist Log 通过测量DNA上数千个表观遗传标记 称为假计划 来准确估计某个人生物年龄的一种方法 就是以它的名字命名的 我们倾向于把衰老看作中年时开始发生的事情 因为我们是在那个时候开始看到身体发生重大变化的 但霍瓦斯时钟从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开始滴答作响 老鼠也有表观遗传时钟 Ice鼠比他们的兄弟姐妹老吗 是的 他们老百分之五十 我们找到了生命时钟的主发条 图2.3制作 Ice老鼠 用它来检验衰老成鹰 是否可能是因为信息丢失 来自年均的一个基因编码 这种基因负责编码一种酶 这种酶可以切断特定的DNA 被插入干细胞 并被注入胚胎 产生Ice鼠 开启年均基因会切断DNA 分散沉默信息调节因子的注意力 导致老鼠衰老 换一个角度来看 我们划伤了生命的DVD 速度比它一般被划伤的速度快50% 数字代码一如既往地式 这些老鼠的基本图谱 但是用来读取代码的模拟机 只能读取数据的颗粒和片段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收获 我们可以在不影响 任何最常见的导致衰老的因素的情况下 让老鼠变老 我们没有让它们的细胞变异 我们没触碰过它们的端粒 我们没有弄乱它们的线粒体 我们没有直接耗尽它们的干细胞 然而Ice鼠遭受着体重 线粒体 肌肉力量的减少 以及白内障 关节炎 痴呆 骨质流失和虚弱的增加 所有的衰老症状 把老鼠推向死亡边缘的条件 像人类一样 都不是由突变引起的 而是由DNA损伤信号造成的表观遗传改变引起的 我们并没有让老鼠患上所有的疾病 但是我们让它们衰老了 如果你能让它们得病 那么你也可以治好它们 世界上最长寿的物种 加利福尼亚怀特山上古老的虎尾松 如同巨大僵尸的粗糙 双手从岩石土壤中挣脱出来 在朝阳的映衬下 形成了挥之不去的魅影 这个树种最古老的树 在埃及金字塔建造之前 在巨石镇建造之前 在最后一只长毛蒙马像 从我们的世界里消失之前 就已经生长在这里了 它们曾经与摩西 耶稣 穆罕默德 和释迦牟尼 共同生活在这颗星球上 它们高海平面约两英里 它们扭曲的树干 每年只生长几分之一毫米 无惧雷暴和周期性的干旱 它们是坚韧不拔的缩影 人们很容易 对这些伟大而古老的事物 感到无比惊叹 很容易折服于它们的力量和威严 你会不由自主地 用敬畏的眼光看着它们 但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 来看待这些古老的族长 一个更难的方式 但也是我们应该找寻的 用来看待这个星球上的 每个生物的方式 把它们当成我们的老师 毕竟 胡伟松是我们在 真和生物层面的表亲 它们大约一半的基因 是我们人类基因的近亲 而且它们不会衰老 哦 它们只是在自己的生命中 增加了几岁而已 它们呈现上万年的生命历程 是由隐藏在致密心裁中 几乎要用显微镜 来观察的年轮来刻画的 这些年轮还记录了 它们的大小 形状和化学成分 以及发生在 很久以前的气候事件 比如1883年 卡拉卡托火山喷发时 一大片火山灰 环绕着地球 在1884年和1885年 给这些树留下了 一个模糊的年轮 它离最外面的年轮 只有不到一厘米 最外面的年轮 代表我们现在的时代 31 然而 即使经历了数千年的岁月沧桑 它们的细胞 似乎也从来没有 出现任何功能衰退 科学家称之为 可忽略不计的衰老 事实上 当美国森林遗传学研究所的 一个研究小组 去寻找23至4713岁的 胡伟松的细胞衰老迹象时 它们空手而归 它们在2001年的研究表明 在幼树和老树之间 化学运输系统 枝条生长速度 花粉质量 种子大小 或种子发芽方式 都没有明显的不同 32 研究人员还在寻找 有害的突变 当时许多科学家认为 这种突变 是导致衰老的主要原因 它们没有找到 33 我预计 如果它们要寻找 表观遗传变化 它们同样会一无所获 胡伟松在生物界是个异类 但它们并不是唯一 蔑视衰老的物种 水溪也进化成了 藐视衰老的生物 在适宜的条件下 这些小小的磁包动物 表现出明显的抗衰老能力 在野外 因为捕食 疾病和干旱 它们可能只能存活数月 但在世界各地的实验室里 它们已经存活了40多年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 它们会死亡 而且很年轻和很老的水溪的健康指标 也没有显著差异 有几种水母 可利用其成年身体的任何部位 实现完全再生 获得了不死水母的称号 目前我们只知道 来自美国西海岸 身姿优雅的海月水母 和来自地中海 仅一厘米长的灯塔水母能再生 但我猜大多数水母都能再生 我们只需要去观察 并找到它们 如果你把这些神奇的动物的任何一部分 分离成单个细胞 这些细胞会相互挤压 直到挤成一团 然后重新组装成一个完整的生物 就像终结者二中的T1000机器人 这很可能重置了它们的衰老失踪 当然 我们人类可不想为了长生不老 而被导成单个细胞 如果你不记得你现在的生活 那重组或再生有什么用 我们还不如转世 重要的是 我相信 我们总有一天能创造这样的生物学意义上的人 就像弗朗西斯 斯科特 菲茨·杰拉德的小说中 描述的逆生长的本杰明 八对一样 细胞年龄 可以完全重置 但我们 不会失去我们的智慧 记忆和灵魂 虽然格林兰睡沙 不是长生不老的 但它仍然是一种 令人印象深刻的动物 并且与我们有着更近的亲缘关系 大约有大白沙那么大的体型时 它甚至还没有达到性成熟年龄 而是直到150岁才会性成熟 研究人员认为 哥伦布在新大陆 迷路那一年之前出生的格林兰睡沙 可能就已经生活在北冰洋了 放射性探定年法估计 一条体型非常大的格林兰睡沙 可能已经有510多岁 但这得等到科学家抓到一条 这样 他们才能测量它的年龄 这条鲨鱼的细胞是否经历衰老 是一个公开的科学问题 直到最近几年 才有生物学家对格林兰睡沙 有如此多的研究 至少 这种最常受脊椎动物的衰老过程 非常缓慢 从进化的角度来说 相比于教母 所有上述生命形式 都与我们有着更近的亲缘关系 你再想想 我们从那微小的真菌中了解到的 人类衰老的原因 但考虑到松树 水溪 软骨鱼 和像我们这样的哺乳动物 在生命之树上的差距 说出不 这些东西的差别太大了 这样的话也是情有可原的 那么想想另一种哺乳动物呢 一种温血的 产奶的 下杂儿的 而且是我们的表亲的哺乳动物 早在2007年 阿拉斯加的原住民猎人 就捕获了一头公头鲸 在屠宰时 人们发现它的鲸之中 嵌着一把古老的鱼叉 后经历史学家鉴定 这种武器制造于19世纪末 因此他们估计这条鲸鱼的年龄 约为130岁 这一发现引发了人们 对公头鲸的新一轮科学兴趣 后来的研究采用了一种年龄测定法 该方法通过测量鲸鱼眼睛 精状体中的天东氨酸含量 来测定年龄 一头公头鲸 在被当地捕鲸者杀死时 估计已经有211岁 公头鲸就此被列为 哺乳动物中特别长寿的动物 也就不足为怪了 它们几乎没有捕食者 并且有条件打造一副长寿的身体 进行缓慢的繁殖 最有可能的是 它们的生存程式 一直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在修复细胞的同时 保持表观基因组的稳定 从而确保细胞的交响乐 持续演奏数个世纪 这些长寿的物种 能教会我们如何健康长寿的活下去吗 松树 水母 鲸鱼的长相 及它们的栖息地 与人类有很大的不同 但在其他方面 与我们非常相似 想想公头鲸 和我们一样 它们是复杂的 社会的 会进行交际的 和有意识的哺乳动物 我们共同拥有 12,787个已知基因 其中包括FOXO3基因中 一些有趣的变异体 这一基因也被称为DAF-16 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研究员西西亚 凯尼安首次在线虫体内 发现了这种长寿基因 他发现 这对治疗胰岛素通路中的缺陷 使蠕虫的寿命 翻倍至关重要 DAF-16编码一种小小的转入因子蛋白质 该蛋白质固定在DNA序列BTTAC中 并与沉默信息调节因子一起工作 以延长细胞存活时间 34 在哺乳动物中 有四种DAF-16基因 被称为FOXO1 FOXO3 FOXO4 FOXO6 如果你怀疑 有时候是我们科学家使问题复杂化了 你是对的 但不是在这种情况下 同一基因家族中的基因 最后有了不同的名字 因为它们是在DNA序列 被轻松破译之前命名的 这类似于一个并不罕见的情况 一个人在对自己的基因组进行分析后 得知自己所在城市的另一边 还有一个同胞兄弟 35 DAF-16是Dauer larvae formation的缩写 在德语里 Dauer的意思是持久的 这实际上与这个故事有关 结果当蠕虫挨饿或拥挤时 它们会折服直到情况好转 即使在情况良好的时候 突变也会刺激 DAF-16通过开启蠕虫防御程序来延长寿命 我第一次碰到FOXO-DAF-16是在酵母中 它在酵母中被称为MSN2 代表SNF1 AMPK 表观遗传调控多重拷贝抑制因子 像DAF-16一样 MSN2在酵母中的作用是开启基因 使细胞远离死亡 产生抗逆性 36 我们发现 当能量有限时 MSN2可以通过增加回收NAD的基因 增强沉默信息调节因子的活性 来延长酵母的寿命 37 在科学家谈论科学的复杂方式中 隐藏着几个重复的主题 低能量传感器 SNF-1AMPK 转录因子 MSN2DAF-16-FOXO-NAD 和沉默信息调节因子 抗逆性 以及寿命 这不是巧合 这些都是原始生存回路的关键部分 但人类的FOXO基因 又是什么情况呢 某些被称为FOXO3的特定变种 已经在人类群落中被发现 在这些群落中 例如在中国的原浆 红河在中国境内河段流域 人们都想有更长的寿命和健康寿命 38 这些FOXO3变体不仅在环境艰苦时 而且在人的一生中 可能会开启身体抵抗疾病和衰老的能力 如果你已经对你的基因组进行过分析 你可以检查一下 你是否具有任何已知的与长寿有关的FOXO3变体 39 例如在位置R42764264处存在C变体 而不是T变体就与长寿相关 我的两个孩子 亚利克斯和纳塔利 继承了这个位置上的两个C变体 一个来自我的妻子桑德拉 一个来自我 所以所有其他基因都是一样的 只要他们的生活不腐化堕落 比起有一个C变体和一个T变体的我 他们活到95岁的概率就应该更大 而且比有两个T变体的人 长寿的概率大很多 值得停下来思考的是 我们在地球上的每一个生物树 酵母 蠕虫 鲸鱼和人类 中发现了基本相同的长寿基因 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 所有的生物都起源于同一种原始细胞 当我们用显微镜观察时 我们都是用同样的材料做成的 我们具有同样的生存回路 这是一个保护性细胞网络 在条件艰苦的时候 帮我们渡过难关 这个网络也是衰老的原因 我们无法避免严重的损伤 比如DNA链断裂 这些损伤让生存回路超负荷工作 并改变了细胞的身份 根据衰老信息理论 我们都会受到导致衰老的表观遗传 造成的影响 然而不同生物衰老的速度相差很大 有时它们看起来似乎不会衰老 是什么让鲸鱼在不打乱表观遗传交响曲的情况下 保持生存回路处于开启状态呢 如果钢琴弹奏者丧失了技能 那么水母怎么可能恢复能力呢 当我思考我们的研究应该从哪里下手时 这些问题一直指引着我思考的方向 那些看起来像是奇思妙想或是科幻小说中的概念 都已深深地扎根于我们的研究之中 此外我们的一些近亲 已经找到解决衰老问题的应变方法 这一点也为我的这些问题提供了支持 如果它们能做到 那么我们也能 寻找生命开关 在大多数人想到绘制人类基因组之前 在我们拥有绘制细胞整个表观基因组的技术 并了解它如何捆绑DNA 来开启和关闭基因之前 发育生物学家康拉德 沃丁顿就已经在思考更深层的问题了 1957年 这位爱丁堡大学的遗传学教授 试图了解人类早期胚胎 是如何从一组未分化的细胞 每个细胞都完全相同 DNA也完全相同 变成人体内成千上万种不同类型的细胞的 无独有偶 沃丁顿的想法 恰好遇到了数字革命的曙光 当时 计算机编程之母哥雷斯 赫白为第一种广泛使用的计算机语言 抠宝奠定了基础 实质上 沃丁顿是想确定 为什么运行在同一代码上的细胞 可能产生不同的程序 一定有比遗传学更重要的东西 在操纵一个控制代码的程序 沃丁顿构思了一幅表观地貌图 它是一幅三维地式图 代表了我们基因中存在的动态世界 半个多世纪后 沃丁顿的地貌图 仍然是一个很有用的隐喻 帮助我们理解人 为什么会衰老 在沃丁顿的地图上 山顶上的一个弹珠 代表一个胚胎干细胞 在胚胎发育过程中 弹珠滚下山 落在数百个不同山谷中的一个 每个山谷 代表身体中 可能形成的不同类型的细胞 我们称之为分化 表观基因组 指引着这些弹珠滚落的方向 而且在细胞静止后 其中力的作用 确保弹珠 不会回到斜坡上 或跳到另一个山谷里 弹珠最后落脚的地方 被称为细胞的命运 我们曾经认为 这是一条单行道 一条不可逆行的道路 但是在生物学中 没有命运这回事 在过去十年里 我们了解到 沃丁顿地貌图上的弹珠 并不是固定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 它们产生了一种 可怕的四处移动的倾向 在分子水平上 真正发生的事情是 当弹珠沿着斜坡滚动时 不同的基因在转路因子 沉没信息调节因子 和其他酶 如DNA甲基转移酶 核阻蛋白甲基转移酶 HMP的引导下 被开启和关闭 这些没用化学标签标记 DNA及其包装蛋白 只是细胞及其后代 以某种方式行动 普遍 即使是在科学界 不被认同的是 这些信息的稳定性 对我们的长期健康 非常重要 你知道 表观遗传学 是研究生命 最初起源的 科学家长期研究的领域 而不是像我这样 在研究生命终点的人 一旦一颗弹珠 在沃丁顿的地貌图中落定 它就会留在那里 如果受精顺利 胚胎会发育成胎儿 再发育成婴儿 再后来发育成幼儿 然后是青少年 成年人 在我们年轻时 事情往往进展顺利 但时钟滴答不停歇 岁月却在催人老 每当表观基因组 发生根本性的调整 比如太阳或X射线造成 DNA损伤之后 这些弹珠就会发生痛撞 就像一场微小的地震 会改变地貌一样 随着时间的推移 随着不断的地震 和山体的侵蚀 这些弹珠沿着山坡向上移动 朝着一个新的山谷移动 皮肤细胞的行为 开始发生变化 启动那些在子宫里被关闭 并且本该保持 关闭状态的基因 现在该皮肤细胞 90%是皮肤细胞 10%是其他类型的细胞 具有神经元和肾细胞的特性 一切都乱了套 该过程弱化了 皮肤细胞的本质工作 比如长出头发 保持皮肤柔软 愈合伤口 图2.4改变我们生命的地貌图 沃丁顿地貌图 是对细胞如何找到 自己的身份的一个比喻 通常被比喻成 弹珠的胚胎细胞滚下山坡 落在决定其身份的正确山谷中 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 对生存的威胁 比如DNA断裂 激活了生存回路 并以微小的方式 重组了表观基因组 随着时间的推移 细胞逐渐向临近的山谷移动 并失去其最初的身份 最终在旧组织中 转化为僵尸状的衰老细胞 在我的实验室里 这种情况被我们称为细胞 已经过度分化 每个细胞都屈服于 表观遗传噪声 由数以千计的细胞组成的组织 正在变成一个乱七八糟的细胞组 正如上文所讲 表观基因组本质上是不稳定的 因为它是基于无限个可能值的模拟信息 因此很难防止噪声累积 并且几乎不可能在信息不丢失的情况下 复制染色体 地震是生命中的常识 地貌总是在发生改变 如果表观基因组 进化成数字信息 而不是模拟信息 股壁将是高一百英里的垂直峭壁 而且具有超强的重力 因此这些弹珠永远不会跳入一个新的山谷 细胞永远不会失去它们的身份 如果我们是这样被造出来的 我们就可以数千年保持健康 甚至更久 但我们不是这样被造出来的 进化形成了基因组和表观基因组 只能保证足够的生存 以保证有足够多的幸存者 来完成传宗接代 我们如果幸运 也许可能会活得久一点 但不是永生 所以我们的骨壁是微微倾斜的 重力也没那么大 一头生活了二百年的鲸鱼 可能进化出了更陡峭的骨壁 其细胞身份保持的时间长度 是我们的两倍 即使如此 鲸鱼也不会永生 我认为 这要归因于麦格纳明星和生存回路 沉默信息调节因子 和其他表观遗传因子反复折腾 从基因转移到DNA断裂的位点 然后返回 虽然这在短期内是有益的 但最终会导致我们衰老 随着时间的推移 错误的基因就出现在了 错误的时间和地点 正如我们在S属身上看到的 表观基因组在被强迫去处理 DNA断裂时 就会被扰乱 以引入噪声 导致了表观遗传地貌的改变 老鼠的身体变成了 由被误导的 功能失常的细胞组成的嵌合体 那就是衰老 信息丢失时我们罹患心脏病 癌症 疼痛 身体虚弱 直至死亡 如果失去模拟信息 是我们衰老的唯一原因 那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我们能稳定弹珠 保持鼓壁高耸 并使重力加强吗 是的 我感心心十足地说 我们可以做到 逆转衰老 德克萨斯大学教授本杰明 来文 Benjamin Levin说 经常锻炼是一种承诺 但是我告诉人们 要把锻炼看作个人卫生中的一项 就像刷牙一样 为保持健康 我们当然应该这样做 色识 我相信他说的是对的 如果去健身房和刷牙一样容易 那么大多数人会选择多锻炼 或许这天真的会到来 我实验室的实验表明 这是可能的 大卫 我们遇到了一个问题 2017年一个秋天的早晨 当我来到实验室后 一位名叫迈克尔邦科夫斯基的 博士后研究员对我说 一大早听到这样的话 一般都不会有什么好事 知道了 我深呼一口气 已经做好听到坏消息的准备 什么事 老鼠 他说道 一直在不停地跑步 他说的那些老鼠 有20个月大 这大概相当于一个65岁的人 我们一直在给他们喂食一种 旨在提高耐着水平的颗粒药物 我们相信这会增强沉默信息 调节因子的活性 如果老鼠对跑步上瘾 那将是一个很好的迹象 但是这怎么会是个问题呢 我说道 这是个好消息啊 嗯 他说 如果他们没有弄坏我们的跑步机 这的确是件好事 事实证明 跑步机跟踪程序被设置成记录一只老鼠 跑到3000米 一旦那些年老的老鼠 跑到了那个距离 跑步机就会关闭 邦克福斯基说 我们必须重新开始实验 我过了一会儿才会过亿来 跑1000米对一只老鼠来说 是一次很有意的长跑 跑2000米 在标准跑道上跑五圈 对一只年轻的老鼠来说 是很大的运动量 将这个程序设置为3000米 是有原因的 因为老鼠跑不了那么远 然而 这些年迈的老鼠 正在跑超级马拉松 为什么 2018年 我们在一项研究中 发表了数个重要发现 41 其中之一是 当用耐力增强分子 它能激活 SIRT一枚治疗时 年迈老鼠的内皮细胞 分布于血管内 会进入肌肉中 血流量较小的区域 形成新的微小血管 和毛细血管 提供老鼠急需的氧气 清除肌肉中的乳酸 和有毒代谢物 并逆转引起老鼠 和人体虚弱的 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这就是为什么 这些年迈的老鼠 突然变成了 如此强大的 马拉松运动员 因为沉默信息调节因子 已经被激活 老鼠的表观基因组 变得更加稳定 骨壁变得越来越高 重力也越来越大 沃丁顿的弹珠 被推回了原来的位置 毛细血管内皮细胞的反应 就好像老鼠在运动一样 这是一种模拟运动 目前尚数首次 并且是一个确定的迹象 表明 逆转衰老 在某些方面 是可以实现的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不知道 什么样的分子 对激活沉默信息 调节因子最有效 或者在什么伎俩下最有效 我们已经合成了 数百种耐的前提 目前正在进行临床试验 来回答这一问题 及更多的问题 但这并不意味着 我们需要等一段时间 才能利用我们学到的 知识介入表观遗传 生存回路 让我们活得更长久 更健康 我们很快就可以利用 衰老信息理论 我们现在就可以采取一些措施 让自己活得更长久 更健康 我们可以做一些事情来延缓 停止衰老 甚至逆转衰老 但在我们讨论 如何对抗衰老之前 以及在我解释最令人期待的 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对衰老的看法的 科学干预措施之前 甚至在我们开始讨论 将改变我们物种 游戏规则的治疗方法之前 我们需要回答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们应该这样做吗 第三章 衰老是一种疾病 2010年5月10日 伦敦热闹非凡 在英超联赛的最后一天 切尔西足球俱乐部 刚刚以8比0的比分 大胜维章竞技足球俱乐部 赢得了第四个国家级联赛冠军 与此同时 戈登 布朗宣布 他将辞去首相一职 以回应 他所领导的工党 在前一周大选中 产失90多个议会席位 大家都在关注 伦敦某处发生的英国体育界大事 以及另一处发生的英国政界大事 除了伦敦皇家自然知识促进学会的主席 理事会成员和学会成员 其他人都错过了在卡尔顿府连排发生的一件大事 伦敦皇家自然知识促进学会 有个众所周知的名字 叫英国皇家学会 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科学组织 成立于1660年 旨在推广和传播那个时期的大思想家们的新科学 比如启蒙运动倡导者弗朗西斯 培根爵士 一 自那时起 该学会为了与其悠久的科学历史相称 每年会举办一次科学活动 活动亮点包括爱萨克 牛顿爵士所做的关于重力的演讲 查尔斯 巴贝奇关于机械计算机的演讲 以及约瑟夫 班克斯爵士的演讲 他当时刚从澳大利亚回来 带着一千多株保存下来的植物 这些植物都是科学界的新事物 即使在今天 在一个后启蒙时代的世界里 社会上的大多数事件 即使不改变世界 也会很吸引眼球 2010年春开始的为期两天的会议就是这样 因为在那个周一和周二 一群来自各个领域的研究人员聚集在一起 开会讨论了一项重要的新科学 这次会议的召集人包括遗传学家林达 帕特里奇夫人 Dame Linda Partridge 生物分析先驱珍妮特 桑顿 Janet Fountain 和分子神经科学家 吉利安·贝茨 Jillian Bates 他们都是各自领域的杰出人士 预会者名单同样令人印象深刻 西西亚 凯年谈到了她在IGF 移受体基因单一突变上 取得的里程碑式的突破 她通过激活 DAF 16时现重的寿命增加了一倍 二 这项工作由帕特里奇夫人首次提出 称为蠕蟲特异性突变研究 三 但很快她和其他领军研究人员 就不得不面对人们长期信奉的一个观点 即衰老可以由一个基因控制 哥德堡大学的托马斯 奈斯特隆 Thomas Nystrom宣布 他发现 SIRR不仅对酵母基因组 和表观基因组的稳定性有重要作用 还可以防止氧化蛋白被传递给子带细胞 即将担任巴克衰老研究所所长的布莱恩 肯尼迪 他曾经是瓜伦特的学生 解释说 不同物种相似的保存的遗传途径 可能在哺乳动物的衰老中发挥着类似的作用 来自南伊利诺伊大学的安杰伊 巴特克 Andre Bartka 曾经是迈克尔 邦克夫斯基的博士生导师 邦克夫斯基就是负责照顾马拉松老鼠的人 讲述了一个新记录 猪如鼠的寿命是正常老鼠寿命的两倍 分子生物学家 玛利亚 布拉斯科 Maria Blasco 解释说 哺乳动物的年老细胞 比年轻细胞 更容易失去身份 并发生癌变 遗传学家尼尔 巴尔奇莱谈到了长寿的人体内的基因变异 他相信只需要一种相对简单的药物干预 所有与衰老相关的疾病 都可以得到实质性的预防 人类的寿命可以大大延长 在这两天里 19位来自世界顶尖研究机构的科学家 达成了一个具有挑衅性的共识 并开始建立一个令人信服的案例 挑战关于人类健康和疾病的传统智慧 随后在那一年召开的秋季总结会上 老年生物学家戴维 杰姆斯 David James 写道 所有我们对机体衰老的理解 均指向了同一个重大的结论 衰老不是生命中无法避免的部分 而是一个具有广泛病理结果的疾病过程 四 按照这种思路 癌症 心脏病 阿尔斯海默病和其他我们通常认为 与衰老有关的疾病本身并不一定是疾病 而是一种更严重的疾病的症状 或者更简单的说 甚至可能可以更具煽动性的说 衰老本身就是一种疾病 人类的寿命有上限吗 如果你觉得衰老是一种疾病的想法 听起来很奇怪 那么你并不是唯一一个这么想的人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 医生和研究人员一直回避这种说法 我们早就知道 衰老只是一个变老的过程 长期以来 衰老一直被视为生命中无法避免的一部分 毕竟 从我们周围的几乎所有生物 特别是我们周围看起来和我们很像的生物身上 我们都看到了衰老 我们家农场里的奶牛和猪会衰老 我们家的猫和狗也一样 天空中的鸟 海里的鱼 森林里的树 培养米里的细胞 都总是以同样的方式结束 尘归尘 土归土 死亡和衰老之间的联系如此紧密 以至于前者的必然性 决定了我们定义后者的方式 当欧洲社会在16世纪 第一次开始保存公众死亡证明时 老死是一个受人尊敬的死因 诸如衰老年老体衰之类的描述 是人们普遍接受的关于死亡原因的解释 但根据17世纪英国人口统计学家约翰 格朗特发表的关于死亡表的自然观察和政治观察 死亡的原因还包括恐惧悲伤 褒兔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们不再把死亡归咎于衰老 没有人在因为衰老而死亡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 西方医学界已经开始相信 死亡肯定有一个比衰老更直接的原因 而且必须查明这一原因 事实上在过去的几十年里 我们对此有点小题大做 世界卫生组织于1893年发布的 国际疾病分类是一份疾病 症状和外部伤害原因的清单 共有161项 如今有14000多名医生和公共卫生官员 以及大多数保存死亡记录的单位 使用这些代码来记录残疾和死亡的 直接和潜在原因 五 这样做回过头来 又能帮助全球医疗领导者和决策者 做出公共卫生决策 广义地说 死亡证明上某种原因出现的频率越高 社会就越会重视与之抗争 这就是为什么心脏病 二型糖尿病和痴呆是研究和干预医疗的焦点 而衰老不是 尽管衰老是所有这些疾病的最主要原因 衰老有时被认为是人死亡的一个潜在原因 但医生从不把它视为死亡的直接原因 而那些把衰老视为死亡的直接原因的医生 则有激怒官员的风险 官员会把证明寄回给医生 以要求进一步提供信息 更糟糕的是 他们很有可能会被同行嘲笑 戴维·杰姆斯是伦敦大学学院健康衰老研究所副所长 也是在英国皇家学会会议上 撰写关于衰老的新科学报告的人 他在2015年对医学日报表示 纯衰老导致死亡的想法简直就是胡说八道 六 但这种说法没有抓住重点 把衰老和疾病分开 混淆了一个 关于我们如何到达生命终点的真理 弄清楚一个人 为什么从悬崖上掉下来很重要 更重要的是弄清楚 是什么把那个人带到了悬崖边上 是衰老把我们带到了悬崖边上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活到一百岁左右 衰老就会把我们全部带到悬崖边上 1825年 英国皇家学会的一名资深成员 英国精算师本杰明 钢扑茨试图用人类死亡率定律来解释这一上限 本质上是用数学方法来描述死亡 他这样写道 死亡有可能是由两个共同存在的原因造成的 一个是偶然 此时无需预先处置死亡或病情恶化 另一个是恶化 或者叫越来越无法承受的破坏 七 这个定律的第一部分说 有一个内部时钟会滴答滴答地一直响着 就像餐馆的玻璃杯随时可能被摔碎一样 这本质上是第一层级的反应 类似于放射性衰变 有些玻璃杯的寿命比大多数玻璃杯长得多 第二部分说 久而久之 由于未知的失控过程 人类会体验到它们的死亡概率 承止数级增长 通过把这两部分加在一起 刚破瓷能够准确预测 随年龄增长而发生的死亡 50岁以后 活下来的人数急剧减少 但在最后有一条尾巴 有些幸运的人比你想象的还要幸运 刚破瓷的方程是 让他的亲戚摩西 蒙蒂菲奥里爵士和内森 梅耶 罗斯柴尔德 他们是联合保险公司的所有者 赚了很多钱 刚破瓷不可能知道 但或许会明白 大多数生物都遵循它们自身的法则 苍蝇 献虫 老鼠 甚至酵母细胞 对于较大的有机体 我们不知道这两个时钟到底是什么 但我们从酵母细胞得知 偶然时钟是指一个RDNA循环 指数时钟是RDNA循环的复制和指数增长 结果是4R远离沉没的交配型基因 导致不遇 8 人类更复杂 但是19世纪 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可以避免非正常死亡 如难产 意外事故和感染 英国人的死亡率 已经可以用简单的数字模型来计算 它越来越能反映 内部时钟导致的死亡发生的潜在和指数概率 就像以前一样 在那段时间里 死亡的概率每8年就会翻一翻 这一公式说明能活到100岁以上的可能性非常小 自那以后 即使1960年至今全球平均预期寿命增加了20岁 这个上限也一直被公众认为是正确的 9 那是因为翻倍的指数一直在很快的增加 因此 尽管生活在发达国家的大多数人 现在都对自己能活到80岁充满信心 但到目前为止 我们中任何一个人能活到100岁的概率只有3% 活到115岁的人的比例是1分之1 而从数学概率来讲 活到130岁是不可能的 至少目前是这种状况 自然年龄 生理年龄和健康年龄 20世纪90年代中期 当时我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工读博士学位 我母亲戴安娜经检查 发现她的左背有一个橘子大小的肿瘤 因为她吸了一辈子的烟 所以我怀疑这件事迟早会发生 吸烟是我们之间争论最多的一件事 我小时候常偷她的烟 然后藏起来 这让她很生气 她对我请求她停止吸烟 这也令我非常生气 以前我一直过得挺好 剩下的日子过一天转一天了 她在40岁出头的时候就喜欢这样跟我讲 你知道你从生下来到现在有多幸运吗 你在挥霍你的生命 如果你得了癌症 我是不会去医院看你的 我会这样跟她讲 大约10年后 癌症还是找上门来了 当时我没有生气 悲痛已经使我忘记了愤怒 我开车去医院 下定决心解决所有问题 我母亲是自食其果 但她也是一个不道德行业的受害者 光是烟草不会杀死一个人 烟草 基因和时间加在一起 往往会导致死亡 她在50岁时被诊断患有癌症 这比首次被诊断为肺癌患者的平均年龄 小了21岁 50岁也是我现在的年龄 换个角度想想 我母亲非常不幸 这么年轻就患上了癌症 在她的背部被打开 脊柱上 成台的肋骨被切断 主动脉也被重新改到后 她靠仅有的一个肺度过的余生 这无疑影响了她的生活质量 并且能肯定地说 她的幸福生活时日不多了 从遗传学角度来看 我母亲也很不幸 我家里的每个人 从我的奶奶到我最小的儿子 都曾到一家基因检测服务公司 做基因检测 当我母亲做完检测后 她了解到 尽管她当时已经得了癌症 她遗传了塞尔皮奈E基因中的一个突变 这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或肺气中有关 这意味着她的时钟走得更快了 在她的左肺被切除后 右肺是唯一的供氧器官 但塞尔皮奈E缺陷意味着 白细胞会把她剩下的肺当成入侵者 不断地攻击她 破坏组织 直至肺最终衰竭 时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我母亲又是非常幸运的 她迎来了上帝显灵的时刻 像许多吸烟者一样 在这个阶段 她与烟瘾抗争以拯救自己 她在这颗星球上又度过了20年 她周游世界 到过18个国家 她迎来了孙子孙女 她还看过我在悉尼哥剧院 做的一场TED 十一演讲 为此 我们当然要感谢那些医生 为她切除了长了癌细胞的肺 但我们也应该承认 她的年龄 对病情的积极影响 毕竟 预测一个人 能否在疾病中 存活下来的最好方法之一 是看看她被诊断时的年龄 相对而言 我母亲当时非常年轻 这是关键 我们知道吸烟会使衰老 时钟加速 并且让人比不吸烟的人 更容易死亡 平均少活15年 因此我们通过公共卫生运动 集体诉讼 烟草制品税和立法与之抗争 我们知道癌症会让人更容易死亡 我们已经花费数十亿美元来研究对抗癌症 并想一劳永逸地终结癌症 我们知道衰老也会使人更容易死亡 但是我们已经把它当成生命的一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 在我母亲被诊断患有肺癌之前 甚至在她肺部的癌细胞开始失控的生长之前 她就已经在衰老了 当然在这种事情上 她很难与众不同 我们知道衰老的过程 在我们注意到她之前很久就开始了 而且除了那些不幸的例外情况 这些人的生命是由一种遗传性疾病 或致命病原体的早期发病夺去的 大多数人在他们受到我们通常认为 与衰老有关的疾病危机的影响之前 就开始经历一些衰老的影响 在分子水平上 这发生在我们生命中的某段时间里 此时 我们中的许多人看起来 且自我感觉还年轻 例如 比正常年龄更早进入青春期的女孩 都有一个加速的表观遗传时钟 在那个年龄 我们听不到音乐会钢琴加饭的错误 十二 但衰老的的的确确发生了 甚至发生在青少年身上 在我们四五十岁的时候 我们也不常考虑 变老是什么感觉 当我就我的研究做演讲时 有时我会带取一个衰老套装 让一个年轻的志愿者穿上它 这个套装使用紧脱 来使颈部的灵活性降低 趁牵的夹克和全身包裹材料 模拟肌肉无力 耳塞降低听力 滑雪护目镜模拟白内障 在穿着套装来回走几分钟后 背试很轻易的就能脱掉它 幸运的是能脱掉 试想一下 如果穿十年会是什么样子 我说道 如果你想体验一下老年人的心理感受 你可以试着做一做这个小实验 用你非惯用的那只手写下你的名字 地址和电话号码 同时一时针转动你另一边的脚 这就是那种感觉 大概的样子 对不同的人来说 不同的机体功能 会在不同的时间达到顶峰 但一般来说 我们的身体素质 在二三十岁时就会开始下降 例如参加中距离赛跑的人 不管之后训练多努力 他们跑得最快的时候 都是在二十五岁左右 最好的马拉松女运动员 可以在二十多岁和三十岁出头的时候 保持很好的竞技状态 但是在四十岁以后 用时开始迅速增加 也有个别例外 比如美国职业橄榄球大联盟的斯敦魅汤姆 布拉迪 美国国家女子足球联赛后卫克里斯蒂 皮尔斯 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外场守灵屋一郎 及网球传奇人物马蒂娜 纳弗拉迪洛娃 这些异常健康的一类 会证明职业运动员在四十多岁时 仍能保持较好的竞技状态 但是几乎没有人在四十多岁以后 仍然处于这些运动 或者大多数其他职业运动的巅峰水平 恢复能力较强的人也是在二十岁出头到三十岁 出头就已经达到巅峰 目前用一些简单的测试 就可以确定你的生理年龄 你能做多少个俯卧撑是一个很好的指标 如果你超过四十五岁 可以做二十多个俯卧撑 那说明你的身体很棒 另一个年龄测试方法是坐立测试SRT 这个测试中 你需要赤脚坐在地板上 双腿交叉 然后身体快速前倾 看你能否一下子就站起来 年轻人可以很容易做到 中年人通常需要借助一只手 把自己撑起来 而老年人常常需要单膝跪地 才能站起来 一项针对五十一至八十岁人群的研究发现 在七十五个月内去世的一百五十九人中 有一百五十七人的坐立测试成绩不理想 每个人都有身体上的变化 我们的皮肤开始出现皱纹 我们的头发开始变白 我们的关节开始疼痛 我们起床后就开始呻吟 我们不仅对疾病 而且对生活中所有的磕碰伤和擦伤都开始失去快速恢复的能力 幸运的是 青少年发生宽部骨折的情况非常少见 即使有也几乎都能很快恢复 五十岁时遭遇此类伤害可能会影响生活 但通常不会致命 此后不久 宽部骨折患者的风险系数变得非常高 一些报告显示 六十五岁以上的宽部骨折患者中 有一半会在六个月内死亡 十三 而那些幸存下来的人往往行动不便 在痛苦中不过余生 我的奶奶薇拉在八十八岁时 被一块皱巴巴的地毯半岛摔断了大腿骨 在修复损伤的手术中 他的心薄骤停 尽管他活了下来 但他的大脑一直缺氧 他再也没有下得走过路 几年后就去世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 伤口愈合的速度也会变慢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法国生物物理学家皮埃尔勒孔特 迪努伊首次对这一现象进行了科学研究 他指出年轻士兵和年长士兵的伤口愈合速度不同 当我们观察儿童和老年人伤口愈合的差异时 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孩子的脚被割伤后 伤口如果没有感染 很快就能愈合 大多数孩子受伤后需要的只是亲吻 穿壳贴和几句哄人的话 没事的 很快会好的 对老年人来说 脚伤不仅痛苦而且危险 尤其是对老年糖尿病患者来说 一个小小的伤口可能是致命的 有足部溃疡的糖尿病患者的五年死亡率超过50% 这比许多种癌症的死亡率都高 十四 顺便说一句 慢性脚伤并不罕见 我们只是很少听说 他们几乎都是从越来越麻木脆弱的脚掌 受到看似温和的摩擦开始的 但并不总是如此 我的朋友南加州大学的戴维 阿姆斯特朗 David Armstrong 是一位热情的倡导者 他强调要格外注意预防糖尿病患者足损伤 他经常讲一个病人的故事 他的脚被钉子扎了 但他在四天后才注意到 还是因为他想弄清楚地板上的敲击声是怎么回事 糖尿病患者脚上的伤口无论大小都很难愈合 因为他们的身体没有足够的血液流动和细胞再生能力 细菌在这个多肉潮湿的环境中茁壮成长 现在有四千万个卧床不起 等待死亡的人正在经历这场噩梦 除了一次次地切除死亡和垂死的组织 基本上束手无策 唯有躺在床上等死 他们被剥夺了直立行走的能力 与痛苦为伴 只求解脱 仅在美国 每年就有八万两千名老年人被截肢 即每小时就有十个人被截肢 所有这些痛苦和代价都是因为微不足道的足部伤口 年龄越大 受伤或生病导致死亡的概率就越大 我们被一步步推向悬崖边缘 直到一阵风就可以把我们吹下去 这就是脆弱的定义 如果肝炎 肾病或黑色素瘤 对我们造成的影响和衰老一样 我们就会把那些疾病列入世界上最致命疾病的清单 相反 科学家将我们经历的这一切成为恢复能力的丧失 我们普遍认为 这是人类身体状况的一个阶段 没有什么比衰老更具威胁性了 但我们对它毫无还手之力 我们已经把争取健康的斗争转向了另一个方向 衰老是比癌症更可怕的疾病 我的办公室周边有三家大医院 布里格姆妇女医院 贝斯以色列女职市医疗中心和波士顿儿童医院 步行几分钟就能到 她们专注于不同的患者群体和医疗专业领域 但科室的设置都是一样的 走进布里格姆妇女医院的大厅 在静止走到电梯旁的指示牌处 就能看到几乎一致的设置 一楼是外科 二楼是骨科 三楼是妇产科 四楼是呼吸科 走进波士顿儿童医院 你会发现这是一家令人惊喜的医院 这里不同的科室同样被分开 但是指示牌设计成了小患者们更喜欢的形状 沿着传行指示牌 你可以找到精神科 鲜花形状的指示牌会 指引你到囊性纤维化中心 鱼形指示牌会带你进入免疫科 现在让我们去贝斯以色列女职市医疗中心看一下 这边是癌症中心 那边是皮肤科 再往前是传染病科 环绕这三家医院的研究中心 其科室设置也大同小异 在某个实验室里 你会发现研究人员正在研究如何治疗癌症 在另一个实验室里 他们正在研究心脏病 可以肯定的是 这里也有老年病学专家 但他们几乎都是在照顾已经患病的人 失诊的时间晚了三十年 他们是在治疗老年人 而不是治疗衰老 难怪今天很少有医生 选择专攻这一领域的医学 医院和研究机构 这样设置科室是有原因的 大多数现代医疗文化 都是为了一个接一个的解决医学问题而建立的 这种区别对待在很大程度上 是由我们痴迷于 对导致死亡的具体病理进行分类造成的 几百年前刚刚有医院的时候 这样的科室设置无可厚非 总的来说 这种设置今天仍然发挥着作用 但这种方法忽略了一点 即阻止一种疾病的发展 并不会减小一个人 死于另一种疾病的可能性 事实上 有时治疗一种疾病 可能会使另一种疾病加重 例如 化疗可以治愈某些癌症 但它也会使人更容易罹患其他癌症 而且 正如我们从我奶奶威拉的事例中看到的 整形外科手术 这样看似常规的手术 可能会使病人更容易发生心理衰竭 因为在这些地方接受治疗的患者 他们的赌注是如此之高 以至于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 在个别战线上打了肾仗 对人类的死亡法则并没有多大影响 幸存于癌症或心脏病 并不能显著延长人类的平均寿命 只是减小了个别患者死于癌症或心脏病的概率 伊利诺伊大学的人口统计学家 S.J.奥申斯基 S.J.奥申斯基 写道 如今医生治病的方式很简单 一旦出现一种疾病 就全然不会再顾及其他疾病 头痛一头 脚痛一脚 先把眼前的疾病医好 一旦治好了 就把病人推出门 直到他面临下一种疾病 再把这种疾病医好 如此反复 直到无力回天 15.美国每年花费数千亿美元 与心血管疾病作斗争 16.但是 即使我们能很快医好 每一例心血管疾病患者 我们也不会使平均寿命延长很多年 可能最多只能延长1.5年 癌症也是如此 我们想尽办法减少病痛的折磨 但其他死亡原因 仍然承止数级增长 这样做只会让我们的寿命延长2.1年 毕竟我们还在继续衰老 衰老的最后几个阶段 完全不同于再从临终漫步 你需要坐下来小气 喝点水 吃根影养磅 换双新袜子 这样在太阳下山前 你还能多走十几英里 而更像是 在一组越来越高 越来越密集的障碍中 快速冲刺 其中一个障碍最终会将你绊倒 一旦你跌倒了一次 即使你真的站起来了 再次跌倒的概率也会越来越大 拿掉一个障碍 前进的道路同样不平坦 这就是为什么 目前专注于 治疗个别疾病的治疗方案 在显著延长 我们的健康寿命方面收效甚微 而且治疗费用高昂 我们需要的是 能消除所有障碍的药物 多亏了它听味药物 三肢冠状动脉搭桥树 除颤器 移植和其他医疗干预措施 相比从前 人们心脏跳动的时间更长了 但我们对其他器官 包括我们身体最重要的器官 大脑 却没那么在意 这导致的结果是 我们当中有更多的人 正在遭受大脑相关的疾病的折磨 比如痴呆 图3.1 为什么一次医治一种疾病 对人类寿命的影响不大 这张图显示 20岁以后 随着年龄的增长 患病人数 乘指数级增长 指数图很难理解 如果我用线性外轴来画这个图形 它会有两层楼高 这意味着 你在20至70岁患上致命疾病的概率 会增加1000倍 所以预防一种疾病 对寿命几乎没有影响 资料来源 改编自A 南加州大学从事健康 死亡和全球衰老研究的爱林 克里明斯观察到 尽管近几十年来 美国人的平均寿命有所增长 但健康寿命并没有同时增长 他在2015年写道 我们在降低死亡率方面做的远远超过预防发病率 17 过早死亡率和发病率的综合问题如此司空见惯 以至于出现了一种专门的统计方法 伤残调整寿命年 也称为Daily 它用于衡量因过早死亡或健康状况不佳而丧失的寿命年 俄罗斯人的Daily是全欧洲最高的 人均健康寿命损失了25年 在以色列这一数字也十分引人注目 达到了10年 在美国这一数字令人沮丧 达到了23年 18 平均死亡年龄随着时间的退役变化相当大 并且受诸多因素影响 包括肥胖症的流行 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及药物过量 同样对健康状况欠佳的认定却是主观的 而且各个地方的测量方法也不尽相同 因此研究人员对美国的Daily再增加还是减少莫中一事 但即使是更乐观的评估也表明 近年来的数字基本上没有太大变化 在我看来 这本身就是对美国体制的控诉 我们要和其他发达国家一样 应该在减少伤残调整 寿命年和降低发病率的其他衡量指标方面 取得显著的进展 但目前看来 我们充其量是在原地踏步 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方法 无需研究和统计 我们就能知道发生了什么 衰老如影随形 我们年纪越大 衰老的迹象就越明显 我们到了50岁 会开始注意到 自己看上去像父母 头发越来越白 皱纹越来越多 我们到了65岁 如果还没有患上某种疾病或残疾 就会认为自己是幸运的 如果我们已经80岁 那我们肯定正在与某种疾病作斗争 我们的生活会变得越来越艰难 越来越不舒适 越来越不快乐 一项研究发现 85岁的男性平均会被诊断出 患有四种不同的疾病 而这一年龄段的女性 通常患有五种疾病 常见的有心脏病 癌症 关节炎 阿尔茨海默病 肾病和糖尿病 大多数患者还患有一些未确诊的疾病 包括高血压 缺血性心脏病 心房颤动和痴呆 19 是的 这些不同的疾病 有着不同的病理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中 不同的大楼 及大学中不同的科室 正在对他们进行研究 但是衰老是所有这些疾病的风险因素 事实上 它是唯一的风险因素 相比之下 其他因素真的无关紧要 我母亲生命的最后几年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和其他人一样 我认识到吸烟会增大 它患肺癌的概率 我也知道原因 香烟烟物中 还有一种叫做本病皮的化学物质 它会与DNA中的鸟漂令结合 诱导双链断裂 并导致突变 胸腹过程还会导致表观遗传飘移和代谢变化 而癌细胞正是凭此生长 我们称这个过程为肿瘤生成 二十 常年暴露于烟雾中 诱发了遗传和表观遗传的变化 使肺癌的发病概率增加了五倍左右 这是一个很大的增长 而且 由于这种增长 以及与癌症治疗相关的医疗成本很高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支持戒烟计划 还在香烟包装上印上健康警示语 有些国家还印上了可怕的肿瘤和发黑四肢的彩色照片 大多数国家都通过立法来禁止烟草广告宣传 并且都试图通过惩罚性征税来减少烟草消费 二十一 所有这些举措都是为了防止几种癌症的发病概率增加五倍 因为我目睹母亲得了肺癌 所以我会第一个说这样做是值得的 从经济和个人情感的角度来看 这些都是很好的投资 但是想想这件事 虽然吸烟会使患癌症的风险增加五倍 但人到五十岁时患癌症的风险会增加一百倍 到了七十岁已经是上千倍了 二十二 这种成倍增加的概率同样适用于心脏病 还有糖尿病 痴呆 清单上后面还有一大串 然而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承诺提供任何重要资源来帮助其公民对抗衰老 在这个我们似乎很少达成一致意见的世界里 事情就是这样的感觉几乎是大众的普遍看法 对抗衰老一场全人类的革命 衰老导致身体退化 它限制了生活质量 而且它有特定的病例 所有这些都是衰老造成的 它导致了被我们称为疾病的所有症状 只有一种疾病除外 这种疾病影响了超过一半的人口 根据默克老年病手册 影响不超过一半人口的严重问题 即是一种疾病 当然 衰老会影响每个人 因此 该手册称衰老是不可避免的 不可逆转的器官功能衰退 即使在没有外伤 疾病 环境风险或不良生活方式的情况下 也会发生 你能想象说 癌症是不可避免的和不可逆转的吗 或是糖尿病 亦或是坏居 我能想象 因为我们习惯于那样说 所有这些都可能是自然而然出现的问题 但并不意味着 它们不可避免和不可逆转 也不意味着 它们是可接受的事实 这本手册 关于衰老的论述是错误的 但错误观点向来不能阻止公众意见 对公共政策造成的负面影响 而且 由于按照人们普遍认同的定义 衰老并不是一种疾病 所以它与我们为资助医疗研究 药物开发和保险公司 报销医疗费用而建立的体系不太吻合 用词很重要 定义很重要 框架也很重要 我们用来描述衰老的词语 定义和框架都涉及不可避免性 我们在战斗开始前就认输了 甚至在我们明知还有一场战斗要打之前就认输了 但的确有一场战斗要打 一场全球性的光荣的战斗 而且我认为这是一场可以打赢的战斗 我们没有充分的理由 讲出现在49.9%的人身上的问题是一种疾病 而出现在50.1%的人身上的问题不是一种疾病 事实上 这是一种处理问题的落后方式 而这种方式正是世界各地的医院和研究中心建立打地鼠医疗体系的原因 如果我们能够解决影响每个人的问题 特别是如果我们通过这样做 可以显著影响那些影响一小群人的问题 那我们为何还要选择关注那些小问题呢 我们能做到 我相信衰老是一种疾病 也相信它是可以治疗的 我们可以在有生之年治疗它 我相信这样一来 我们对人类健康所知的一切都将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如果你还不相信衰老是一种疾病 那我想告诉你一个秘密 我有一扇通往未来的窗户 2028年 一位科学家将发现一种新的病毒 叫做LINE-1 我们都将感染这种病毒 它是父母传染给我们的 研究发现 LINE已诱发了大多数重大疾病 糖尿病 心脏病 癌症 痴呆 它会导致一种缓慢发生的 可怕的慢性疾病 所有人最终都会死于这种感染 即使他们的感染程度很小 幸运的是 全世界投入了数十亿美元来寻找治疗方法 2033年 一家公司将成功地生产出一种 预防LINE-1感染的疫苗 新一代的人在出生时就接种疫苗 他们将比他们的父母多活50年 结果是这就是我们的自然寿命 我们却不知道 新一代的健康人类 将会对那些盲目接受50岁时身体衰退 是自然现象 活到80岁就心满意足的前几代人感到同情 当然 这是我刚编出来的科幻小说 但它可能比你想象的更真实 最近的一些研究表明 我们基因组中携带的所谓的自私基因 实际上被称为LINE-1元素 随着年龄的增长 它们会复制并严重破坏细胞 加速我们身体的死亡 我们稍后将更详细地讨论这些元素 现在我想集中讨论一下这个想法 因为它引出了一些重要问题 LINE-1是直接来自父母 还是通过病毒传播 你想将LINE-1从人类体内消灭 还是让它在你的孩子身体里生长 给他们带来可怕的疾病 你说LINE-1会不会治病呢 如果不会治病 难道仅仅是因为有超过一半的人 携带这种元素吗 不管是病毒 自私DNA元素 还是我们细胞的构成 导致了这些健康问题 难道这有区别吗 结果是一样的 认为衰老是一种自然过程的观念 根深蒂固 所以即使我能说服你 让你有点相信衰老 应该被视为一种疾病 接下来也还是让我们 再做一个思维实验 想象一下地球上的每个人 一般都能健康地活150年 但你的家人没有 你在80岁时满脸皱纹 白发苍苍 得了糖尿病 身体虚弱 看到这些可怜的 不幸的灵魂 处于这种可怜的 不幸的生存状态 哪个医生 不会诊断你的家人 患有某种疾病 然后用他自己的名字 给这种疾病命名 并在医学期刊上 刊登你的双眼 被涂黑的世人的照片 社会团体会筹集资金 来弄清病因 并针对你家族中 不幸的遗传特征 找到一种治疗方法 这正是德国医生奥托 沃纳 奥托沃纳 首次描述的一种情况 当人们40多岁时 他们看起来 并感觉自己像是80岁了 这就是沃纳综合征 1991年 我来到麻省理工学院 研究的正是这种疾病 当时没有人会说 我研究的是一种 不可避免的 或不可逆转的疾病 没有人认为 把沃纳综合 争称为一种疾病 或努力寻找突破性疗法 是疯狂的 没有人告诉我 或者告诉沃纳 综合征患者要顺其自然 摆在我们面前的 是地球上最致命 代价最大的疾病 这种疾病几乎无人研究 就好像整个地球 都处于神志不清的状态 如果你的第一个想法 是我不想活过90岁 那么我向你保证 我不指望你活得 比你希望的时间长一年 但在你做决定之前 让我们最后 做一次思维实验 想象一下 市政厅的一个职员 在你的出生证明上 发现了一个错误 原来你已经92岁了 我们会邮寄 给你一份新的出生证明 职员说 祝你度过愉快的一天 你92岁了 感觉有什么不同吗 你的生活没有什么改变 只是你身份证上的 几个数字变了一下 你会突然想自杀吗 当然不会 当我们保持健康和活力时 只要我们感到身心年轻 年龄就无关紧要 不管你是32岁 52岁 还是92岁 都是一样的 美国大多数中老年人声称 他们感觉比他们的生理年龄 年轻10至20岁 因为他们仍然感觉健康 感觉更年轻 预示着死亡率更低 晚年的认知能力更强 23 只要你持续保持这种心态 这就是一个良性循环 但不管你现在的感觉如何 即使你有着积极向上的人生观 和健康的生活方式 你也还是会生病 如果不采取措施 疾病迟早会找上门来 我承认 将衰老成为一种疾病 彻底背离了主流健康观 而在主流健康观上 已经建立了一系列 针对各种致死疾病的 医疗干预措施 然而 这个框架的演变 主要是因为我们不明白 为什么会逐渐衰老 直到最近 我们得到的最好的东西 都只是一张各种衰老特征的清单 衰老信息理论 可以改变这一点 用这些特征来 知道医疗干预并没有错 我们也许 可以通过针对这些特征 逐个提出解决方案 为人们的生命 带来积极的影响 只在减缓端力恶化的干预措施 有可能改善人们的长期健康状况 维持蛋白质的稳定 防止营养感应失调 阻止腺力体功能紊乱 停止衰老 恢复干细胞的活力 减少炎症 都可能是延缓衰老的途径 事实上 我在和世界各地的学生 博士后 公司 这些公司 正在针对每个特征 开发解决方案 一起工作 并且我希望将这份工作 进行下去 24 只要是能减轻疾病 引发的痛苦的事 我们都要去做 但是 我们现在仍然在 九条支流上 建造九座水坝 正如英国皇家学会会议的 与会者 在2010年的会议上所称 在共同应对 衰老新科学的过程中 越来越多的科学家 开始认识到 想上游探索的可能性 并认为 可以在那里找到固有原因 我们共同努力 就可以在源头建一座大坝 而不是在事情出错时介入 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 延缓衰老的速度 我们可以彻底消除衰老的症状 这种疾病是可以治疗的 第二部分 健康阅生 科学给每个人的启示 第四章 长寿 从现在做起 每天醒来 我的收件箱里 都满是来自世界各地的邮件 邮件时多时少 就像潮起潮落 但如果我的团队 或其他人 公布了最新研究成果 那第二天早上醒来时 邮件就像会潮水般涌来 我现在吃什么好呢 他们问我 你能告诉我 如何才能参加人体试验吗 他们恳求道 我女儿养了只仓鼠 你能延长她的寿命吗 真的有人这么问 相比其他邮件 有些邮件 则比较让人伤感 最近 一位男士写信表示 要向我的实验室捐款 以纪念她的母亲 她在被衰老相关疾病 折磨多年后去世 她写道 我觉得我必须支持你 哪怕这种支持 微不足道 我不愿意看到 这种事情 再次发生在其他人身上 第二天 一位父亲被诊断患有 阿尔斯海默病的女士 写信询问 我是否有办法 让她的父亲参加研究 我愿意做任何事 带她去任何地方 花光我的钱 她恳求道 她是我唯一的亲人 我无法忍受 在她身上 即将发生的一切 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 希望就在不远处的地平线上 但是那些 正在饱受衰老蹂躏 并与其作斗争的人 却等不及了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 大多数医生根本没有想过 我们为什么衰老 更不用说 如何治疗衰老 本书讨论的一些治疗方法 和延长寿命的技术 已经被付诸实践 而另外一些还需时日 还有更多的治疗方法 需要我们在接下来 十年左右的时间里 进行探讨 我们也会找到答案 但即使无法获得 这项正在研发的技术 不管你是谁 身处何处 年纪多大 赚多少钱 你都可以从现在开始 将你的长寿基因利用起来 在日本冲绳 哥斯达里加尼科亚 和意大利撒丁岛等 百岁老人聚居的地方 这是人们几百年来 一直在做的事 他们甚至都对此一无所知 你可能会注意到 这些地方是作家丹 比特纳从21世纪头世年中期 开始向世人介绍的 所谓蓝色地带中的某些地方 从那时起 人们一直试图 从这些和其他长寿热点地区 吸取经验 关注蓝色地带的居民 吃什么 最终 他们提炼出了一套长寿食谱 这套食谱 是从这些地方 很多百岁老人 饮食的共同点中 总结出来的 绝大多数建议 都是少吃肉类 奶制品和糖 多吃蔬菜 豆类和全骨类 从这里着手是个不错的开端 一个非常棒的开端 即使是世界上最好的营养学家 对于什么是制人的 最佳食谱也各知一词 这很可能是因为这个世界上 根本就没有什么最佳食谱 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 我们的饮食需要有微妙的 甚至是明显的差异 但我们也都很相似 所以存在一些非常广泛的共同点 多吃蔬菜 少吃肉 多吃新鲜食物 少吃加工食品 虽然这些做起来并不容易 但是我们都明白这些道理 很多人不愿意直面这个挑战 很大一部分原因是 我们一直认为衰老 是生命中不可避免的部分 对某些人来说 它可能来得早一些 对另外一些人来说 它可能来得晚一些 但我们一直以来都被告知衰老 是人人逃不过的事 我们过去也常这么说 肺炎 流感 肺结核和 胃肠道疾病 1900年 这四种疾病导致的死亡人数 约占美国死亡总人数的一半 如果你活得够久 那么几乎可以肯定 你会患上其中一种疾病 今天 死于肺结核和和胃肠道疾病的人 非常罕见 就在一个多世纪前 肺炎和流感的死亡率就低于10%了 而且大多数死亡发生在那些因衰老而体质虚弱的人身上 是什么发生的改变 这可不是一丁点变化 医学进步 科技创新 用更科学的信息来指导我们的生活方式 这一切都导致我们再也不必接受疾病 是顺其自然的这个观点了 我们同样也不必在衰老面前任命 但是 即使是那些能够最先接受这些药物和技术的人 这些药物和技术将在未来几十年内给人提供更长 更健康的生命 想达到最理想的寿命和健康寿命 也不会像暗暗开关那么容易 任何一项选择都有利有弊 而选择始于我们要吃尽身体的东西 以及我们不吃的 如果给出唯一建议 坚持少吃 我从事衰老研究已经有25年 并且阅读了数以千计的科学论文 如果非要我给出一条建议 那我的建议就是 要想保持健康 活得尽可能长 你现在可以做的最靠谱的一件事就是 坚持少吃 当然 这并不是什么开创性的建议 这个建议最早由古希腊医生西伯克拉底提出 从那时起 医生就一直推崇限制饮食的益处 限制饮食不仅仅向四世纪基督教教徒 埃瓦格里乌斯 庞蒂库斯 Evigrius Ponticus 所建议的那样 可以通过拒绝七宗罪里的暴食之罪来实现 而且可以通过有益禁欲主义来实现 节食的目的并不是让你营养不良 也不是让你忍记挨饿 营养不良和挨饿都不能让你活得更久 更谈不上活得更好 但是 节食让我们的身体处于一种渴望的状态 而不是像大多数人那样在这个物质丰富的世界大快躲移 节食无疑是有助于我们健康长寿的 西伯克拉底明白这个道理 庞蒂库斯明白这个道理 路易吉 科尔纳罗也明白这个道理 他是15世纪的威尼斯贵族 被认为是自助书之父 科尔纳罗是一个旅店老板的儿子 他作为一个企业家赚了很多钱 并把钱挥霍在了红酒和女人身上 到了30多岁时 他因饮食无节制和酒色无度 而被掏空了身体 这个可怜的家伙 于是他下定决心在各方面节制自己 关于他禁狱后的性生活 历史记载不详 一 但是他的饮食和饮酒情况被详细记载了下来 他每天吃不超过12盎司 二 的食物 并且只喝两杯红酒 我养成了一个习惯 无论是吃还是喝 我都不求十分饱 科尔纳罗在《论文和生活》一书中写道 离开餐桌时 我总觉得自己还能再吃点 三 如果科尔纳罗没有通过现身说法来证明 他的建议是有价值的 那么他关于有节制的生活的好处的论述 可能不会为人所知 他在80多岁时发表了自己的指导意见 并且他的健康状况不差 他在1566年 去世时年纪100岁 有些消息来源 说他的寿命超过了100岁 在近代 于20世纪初担任巴黎医学院院长的亚历山大 盖尼奥特教授 已限制饮食文明 据说 他被那个时代的人嘲笑 因为当时没有科学证据 支持他提出的挨饿有利于健康的观点 人们认为 这只是他的直觉而已 但他活得比那个时代的其他人都长 他去世时102岁 现代科学第一次关于严格限制饮食的终身影响的研究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 就在那时 拉斐特 门德尔 拉斐艾特 曼德尔和托马斯 奥斯本 托马斯 埃斯波尔 这对生物化学领域的搭档 发现了维生素A的两个人 和研究员费理 艾娜菲瑞 共同发现 由于幼年缺少食物 而生长发育迟缓的雌性老鼠 比那些吃得多的老鼠 活得更久 So 1935年 康奈尔大学的著名教授克莱夫 麦凯 又发现了另一个证据 吃还有20% 不可消化纤维素 纸板 得饲料的老鼠 通常比吃典型食烟式饲料的老鼠 活得更久 在此后80年里 做的一次又一次的研究皆证明 在不导致营养不良的情况下 限制卡路里 又称 C2 可促进各种生命形式的长寿 自那以后 科学家做过数百项鼠类研究 来测试卡路里 对健康和寿命的影响 研究主要在雌性老鼠身上进行 减少卡路里摄入 甚至对酵母也有效 20世纪90年代末 我首次注意到了这一点 用相对较少的葡萄糖喂养的 细胞存活的时间更长 而且它们的DNA非常紧凑 显著地延缓了不可避免的 IQ积累 和人爆炸和不愈 如果这种现象只发生在酵母中 那仅仅是件意识 但是因为我们知道 孽质动物在被限制饮食后 也会活得更久 后来知道果蝇也是如此 所以很明显这一基因程序非常古老 可能与生命本身一样古老 在动物研究中 介入沉默信息条件因子编程的关键 似乎是通过限制卡路里 让生命获得一点不多 一点不少的食物 恰好足够的食物 来达到保持健康的目的 而不是更多的食物 这是有道理的 因为沉默信息调节因子参与生存回路 让长寿基因做它们从原始时代起 就一直在做的事情增强细胞防御能力 在逆境中维持生物体的生命 抵御疾病并防止其恶化 将表观遗传变化降至最小 从而延缓衰老 已有明显的证据表明 在受控的科学环境中 对人类做测试有一定的难度 令人悲哀的是 人类挨饿的情况比比皆是 但这些时期通常又是食物不安全 导致营养不良的时期 要让一组人类被适长时间 处于食物恰好足够的状态 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而这却又是综合对照研究所必须的 不过早在20世纪70年代 就有观察性研究充分表明 长期限制卡路里 也可以帮助人类活得更久 更健康 1978年 在100岁老人众多而闻名的冲生岛上 生物能量学研究人员 湘川静雄 Yasuo Kagawa了解到 那里的学龄儿童消耗的卡路里总量 不到日本本土儿童的三分之二 成年冲生人体型也更瘦 摄入的卡路里 比日本本土民众少20% 湘川静雄指出 充生人不仅寿命更长 健康寿命也更长 患心脑血管疾病 恶性肿瘤和心脏病的人较少 六 20世纪90年代初 名为生物圈二号的研究实验 提供了另一个证据 1991至1993年 共八位参与者住在亚利桑那州 南部一个战地三英亩 封闭式的生态系统内 在那里 他们依靠自己种植的食物生活 然而他们并不是种田能手 而且他们种植的食物 不足以让自己维持正常的饮食 食物缺乏虽然没有导致营养不良 但这确实意味着队员们经常挨饿 其中一个囚犯 我所说的囚犯 是指实验被试 恰好是来自加利福尼亚的研究人员 罗伊·沃尔福德 他关于延长老鼠寿命的研究 对今天想从事衰老领域研究的科学家来说 仍然是必读内容 我不会怀疑沃尔福德从中作梗 故意破坏了农作物 但这一巧合对他的研究来说 是相当偶然的 这种巧合给了他一个机会 让他在人类被尸身上测试 他在老鼠身上的发现 因为在生态系统内工作两年之前 期间和之后 他们都接受了仔细的医学监测 参与者给了沃尔福德和其他研究人员 唯一的机会来观察限制卡路里 造成的众多生物学效应 值得注意的是 他们在被尸体内看到的生化变化 与沃尔福德在长期限制卡路里 摄入的长寿老鼠身上 看到的变化非常相似 例如体重下降 15%至20% 血压下降 25% 血糖水平下降 21% 胆固醇水平下降 30%等 七 近年来 已经有人开始进行正式的人体研究 但事实证明 要让志愿 倍是减少食物摄入量 并长期保持这种摄入水平相当困难 正如我的同事莱奥尼 海布伦 尼奥尼哈尔布朗 和埃里克 拉福辛 艾瑞克罗瓦森 在2003年的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上 所写的那样 缺乏足够的信息 来证明高质量 低热量饮食 对非肥胖人群的影响 这反映了 在一个有利于过度进食的环境中 进行这项长期研究的困境 这种对自由生活者的研究 也引发了伦理和方法学方面的问题 8 2017年 杜克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 在《老年病学杂志》上 发表了一份报告 描述了该研究小组 如何设法将145名成年人的饮食 限制在比健康生活方式 通常推荐的卡路里少25%的范围内 作为普通人 他们在两年内 实际达到的卡路里摄入 平均减少约12% 然而 即使这样 科学家也可以看到 从血液生物指标的变化来看 他们的健康状况 有了显著改善 生物性衰老也有所减缓 9 现在 许多人已经接受了 可以显著减少卡路里摄入的生活方式 大约10年前 在进食再次兴起之前 他们中的一些人 参观了我在哈佛大学的实验室 你们这样做难吗 我问梅雷迪斯 埃福利尔和他的丈夫保罗 迈格洛辛 他们当时是国际卡路里限制协会的成员 他们非常提倡卡路里限制 并把自己的卡路里摄入限制 在医生通常推荐的75%左右 有时比这还要少 你们是不是一直觉得饿 是的 刚开始是这样的 麦格洛辛告诉我 但你慢慢就会习惯 我们现在感觉很棒 那天午饭时 麦格洛辛向我详细讲述了 吃有机婴儿食品的好处 并咕嘟咕嘟 喝下了一些 在我看来像橙汁的东西 我还注意到 他和埃福利尔都穿着高领毛衣 这时候可不是冬天 实验室里 大多数人都穿着T恤衫 这是因为这对夫妻身上的脂肪太少 他们需要额外的保暖措施 然后在麦格洛辛快70岁时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 他的饮食可能会减缓 他的人生步调 他是一家业绩很好的 营销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还曾是纽约州国际象棋冠军 不过相比他的年纪 他看起来并不年轻多少 在很大程度上 我怀疑缺乏脂肪 使皱纹变得更明显 但他的血液生化结果表明情况 并非如此 在他70岁生日时 他的健康指标 从血压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到静息心率和视力 都显示他是一个典型的年轻人 时 事实上 他们与那些限制卡路里摄入的 长数老鼠有相似之处 诚然 我们对人类 终生限制卡路里摄入的影响 有了了解 有些是短期研究的成果 有些则是闲闻易事 但我们的近亲 让我们深入了解了 这种生活方式的纵下好处 20世纪80年代以来 一项关于我们的近亲 恒和猴的卡路里 限制的长期研究 产生了惊人的 令人信服的结果 在研究之前 恒和猴的最长已知寿命 是40年 但是 在这项研究的20只猴子中 有6只达到了这个年龄 这大致相当于 活到了人类的120岁 为了达到这一目标 猴子们不需要一辈子 靠卡路里限制饮食来生活 一些参与实验的猴子 在中年的时候 才开始30%的减量方案 11 即使是在老鼠19个月大 相当于人类年龄60至65岁的时候 卡路里限制 也可以延长它们的寿命 但是开始的时间越早 寿命延长的时间就越长 12 这些研究和其他一些动物研究 告诉我们 限制卡路里摄入带来的长寿益处 很难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消失 但早点开始比晚点开始好 从分子学角度讲 也许在40岁以后 身体状况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但卡路里限制饮食 并不适合每个人 事实上 就连我以前的实习生 威斯康星大学著名教授 横河后研究的首席研究员 罗沙琳 安德森 Rosaline Anderson 也表示 她个人认为 从长远来看 人类减少摄入30%卡路里的饮食 相当于彻底封掉的饮食 13 当然 并不是对每个人来说 这都是彻底封掉的饮食 特别是 考虑到卡路里限制不仅被证明 可以延长寿命 还可以预防心脏病 糖尿病 中风和癌症 这不仅是一个长寿计划 而且是一个让人焕发青春的计划 尽管如此 对许多人来说 这仍然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情 在家里不去打开冰箱找吃的或工作时 不吃零食需要坚定的意志力 在我从事的行业内有句格言 如果限制卡路里 摄入不能让你活得更久 那也肯定会让你有拥有活得更久的那种感觉 事实证明 这样做的效果的确不错 因为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 在生活中严格并毫不妥协地进行卡路里限制产生的益处 还可以通过另一种方式获得 事实上 这种方法可能更好 科学进食 为了确保对食物缺乏的基因反应 不一定非要让我们保持饥饿的状态 毕竟 一旦我们习惯了环境胁迫 那就不是一种环境胁迫了 间歇性进食又叫IF 只正常吃一日三餐 但有时定期的不吃东西 通常被描述为一种新的健康创意 但在我的朋友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瓦尔特 龙哥开始鼓吹IF的好处之前 将近一个世纪以来 科学家就已经一直在研究定期限制卡路里摄入的效果了 1946年 芝加哥大学的研究人员安东 卡尔森 安托尔卡尔森 和弗雷德里克 赫尔泽尔 Frederic Hoso 对老鼠实施了定期食物限制 结果发现 那些每三天就挨一次饿的老鼠的寿命 比每天定时进食的堂兄弟们延长了15%至20% 14 那时候 人们认为 进食能让身体得到休息 15 这与我们 在让我们的身体处于没有食物的压力情况下 在细胞水平上看到的情况 截然相反 卡尔森和赫尔泽尔的研究为 不定期卡路里限制的长期效果 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 目前还不清楚 他们是否将所获得的知识 应用到了自己的生活中 但这两个人的寿命都相对较长 卡尔森享年81岁 尽管赫尔泽尔多年来一直在做实验 包括吞下粒食 玻璃珠和滚珠轴承 来研究这些物体通过他的身体系统 需要多长时间 但他还是成功地活到了74岁 哦 他可比我疯狂多了 如今 人类研究正在证实 即使进食时间相当短暂 偶尔限制卡路里摄入 也对健康有巨大的影响 有这样一项研究 倍是大部分时间三餐正常 但每个月有五天显著限制饮食 主要喝蔬菜汤 吃能量棒和膳食补充剂 在短短三个月的时间里 那些坚持模拟进食饮食的人体重减轻了 体质减少了 血压也降低了 尽管如此 也许最重要的一点是 倍是体内一种主要由肝脏产生的叫做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一号 insulinic growth factor 1 缩写为IGF1的激素水平较低 IGF亦和IGF亦受体基因的突变与较低的死亡率和患病率有关 并且它们被发现大量存在于哪些家族成员寿命超过100岁的女性体内 16 IGF亦水平与长寿密切相关 在纽约耶稀瓦大学奥尔伯特爱因斯坦医学院从事衰老研究的尼尔 巴尔切莱和徐有信 英译 原名为Yousin Sioux 说 事实上 这种影响非常强烈 在某些情况下 可以用它来非常准确地预测一个人的寿命 巴尔切莱和徐有信都是遗传学家 他们的研究重点是百岁老人 这些老人已经活到100岁以上 没有患上任何与衰老相关的疾病 这个独特的群体是一个重要的研究群体 因为它的成员提供了一个衰老模型 就像大多数人说的那样 他们愿意变老 但不能接受往后余生要与无尽的痛苦作伴 当我们找到这群人时 我们会发现在某些情况下 他们吃到肚子里的是什么并不重要 无论他们吃什么 他们携带的基因变异 似乎总是使他们处于进食状态 任何认识百岁老人的人都可以证明 他们不需要一辈子遵循健康的生活方式 同样可以活到100岁 当巴尔奇莱的研究小组 研究了将近500名95岁以上的德系犹太人后 他们发现很多人仍做着医生 早就告诫我们不能做的事情 吃油炸食品 吸烟 酒做 喝酒 巴尔奇莱曾经问过一个百岁老人研究对象 许多医生都强烈建议他戒烟 为什么多年来他不听劝告 有四个医生都曾经告诫我 吸烟会要了我的命 他苦笑着说 好吧 现在这四个人都死了 不是吗 有些人就好比基因彩票中了奖 但是其他人还有一些额败的工作要做 好消息是表观基因组是可塑的 因为它不是数字的 所以我们更容易对它产生影响 我们可以通过生活方式来控制这种生物 模拟元素的行为 重要的不只是我们吃什么 还有我们吃东西的方式 事实证明 在希腊伊卡里亚岛这样的蓝色地带 人们忘却死亡的岛屿 人们的进食行为和寿命密切相关 在这里 三分之一的人能活到九十岁以上 几乎每位年长的居民 都是希腊东正教的忠实信徒 遵守宗教理 该宗教理 要求人们以某种方式进食半年以上 17 这意味着他们好些日子不能吃肉 奶制品或鸡蛋 有时也不能喝葡萄酒或吃橄榄油 这些对希腊人来说就是他们的命根子 此外 许多希腊人在参加圣餐会前 都会遵守完全进食一段时间的规定 18 在其他长寿热点地区 比如中国南方的巴马瑶族自治县 人们可以吃到美味健康的食物 长期以来却选择每天对他们断念 19 这一地区的许多百岁老人 一生都不吃早餐 他们通常在中午时分 简简单单地吃第一顿饭 然后在黄昏时 与家人分享一顿丰盛的晚餐 这样一来 他们通常每天有16个小时 或更长时间不吃东西 当我们在这些地方开展调查 并且试图将有关近视的研究 应用到我们的现代生活中时 我们发现有很多方法 可以持续地限制卡路里摄入 其中许多方法的形式被称为定期进食 不是一直饿着 而是利用挨饿的这段时间 让我们的身体进入生存回路状态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一些限制饮食的方法将被证明 比其他方法更有效 一种流行的方法是不吃早餐 午餐晚一点吃 16比8饮食法 另一种方法是每周有两天 减少摄入75%的卡路里 5比2饮食法 如果你更有冒险精神 那你可以尝试每周有几天不吃东西 吃不吃吃 或者像健康专家彼得 阿提亚那样 每个月饿整整一周 这些延长生命和健康的组合模式 正在动物身上被验证 也将应用于人类身上 短期研究的结果令人振奋 我认为长期研究也会如此 然而 与此同时 几乎任何不导致营养不良的定期进食 都有可能使你的长寿基因发挥作用 让你的寿命更长 更健康 这样吃不用花钱 事实上 这样做还可以省钱 此外 那些没有随意大吃大喝习惯的人 更有可能成功地做到每月有几天少吃东西 不过 至少在我们的饮食习惯演变的这个关头 对许多人来说 任何形式的进食 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我曾经尝试限制卡路里摄入 但我做不到 饿肚子的感觉实在不好受 美食带给我愉悦感 让我欲罢不能 随后 我开始定期进食 每天不吃一两顿饭 但我承认 这大多是无意识的 我只是忘了吃饭而已 不过 到目前为止 我们只讨论了通过限制我们吃多少来接通生存回路 我们吃什么也很重要 摄取正确的氨基酸 如果没有氨基酸 我们就会很快死去 氨基酸是构成人体每种蛋白质的有机化合物 没有它们 特别是没有我们的身体 不能自己制造的九种必须的氨基酸 我们的细胞就不能组装生命所需的各种酶 肉类还有全部九种人体必须的氨基酸 它是一种简单的能量来源 但它不是没有代价的 实际上 代价很大 因为不管你怎么看待这件事的道德问题 肉类对我们的身体来说就是杀人犯 所以我们可以不吃蛋白质吗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 蛋白质能让我们有满足感 对老鼠来说也一样 同样的道理 成群结队的蝗虫也需要营养 这就是它们同类像食的原因 二十 似乎在动物的生命中 不经历挨饿的痛苦 就能限制饮食中的蛋白质并非易事 关于食用动物蛋白的负面影响 人们没有太大的争议 一项又一项的研究表明 大量动物性饮食与高心血管疾病死亡率 和高癌症风险有关 加工过的红肉尤其糟糕 热狗 香肠 火腿和培根或许美味无比 但它们同时具有不光彩的致癌作用 数百项研究表明 这些食物与节肢肠癌 胰腺癌和前列腺癌存在联系 二十一 红肉还含有肉毒碱 肠道细菌将其转化为氧化三甲胺 或称为TMAO 这种化学物质被怀疑会导致心脏病 但这并不是说吃一点红肉就能让你丧命 游猎采集不足成员的日常饮食 是由富含纤维和营养的植物 再加上适量的红肉和鱼组成的 二十二 但如果你对健康长寿感兴趣 那么你的饮食可能需要 看起来更像兔子的午餐 而不是狮子的晚餐 研究表明 当我们用更多的植物蛋白替代动物蛋白时 全因死亡率显著下降 二十三 从能量的角度来看 好消息是 任何一种氨基酸都能通过食用植物性蛋白质来源获得 坏消息是与大多数肉类不同 按重量计算 任何一种植物每次提供的氨基酸都是有限的 不过从焕发生命活力的角度来看 这是好消息 因为身体内氨基酸总体供应不足 或在一段时间内缺乏任何一种氨基酸 就好像处于某种环境胁迫中 这种胁迫与我们的生存回路联系紧密 前文说过 当被称为MTOR的没被抑制时 它会迫使细胞消耗较少的能量用于分裂 并消耗更多的能量参与自食过程 从而回收受损和错误折叠的蛋白质 对于我们研究过的每种生物 这种折服的行为最终都有利于延长它们的生命活力 我们接下来要了解的是 MTOR不仅仅会受到卡路里限制的影响 24.如果你不想让MTOR被过多或过于频繁的激活 限制氨基酸的摄入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 所以抑制这种特殊的长寿基因 其实跟你少吃肉和奶制品一样简单 有件事变得越来越明朗 并非所有身体必须的氨基酸都是对等的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拉菲尔 德卡伯 密歇根大学的理查德 米勒 Richard Miller 和哈佛医学院的捷医 米切尔 J. Mitchell 经多年研究发现 给老鼠喂食大氨酸含量较低的食物 对开启它们的身体防御能力 避免手术过程中器官缺氧尤其有效 能使健康寿命增加20% 25 达德利 拉明 达德利拉明 曾是我的学生 现在在威斯康星大学管理一个实验室 他证明了大氨酸限制 能使肥胖老鼠 快速地减掉大部分脂肪 尽管这些被拉明 称为沙发上的土豆 电视迷的老鼠 继续随心所欲地进食 不爱运动 但它们在一个月内 仍然减掉了大约70%的脂肪 同时 它们的血糖水平也降低了 26 没有大氨酸 我们就活不下去 但是 我们可以更好地限制其摄入量 牛肉 羊肉 家禽 猪肉和鸡蛋中 还有大量大氨酸 一般来说 植物蛋白质中 还有的大氨酸水平较低 虽然不能让我们产生满足感 但足以让我们活下去 这同样适用于 金氨酸和三种质链氨基酸 量氨酸 一量氨酸和细氨酸 它们都可以激活MQR 此类氨基酸的低水平 与寿命的延长有关 27 在人类研究中 减少脂裂氨基酸的摄入 已被证明能显著改善各项代谢健康指标 28 我们的生命离不开它们 但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 绝对可以忍受少摄入它们 并且 我们可以通过减少消费 被许多人认为是优质动物蛋白的食物 来做到这一点 特别是那些对生理压力或损伤 恢复没有作用的食物 这一切看起来似乎不可思议 毕竟氨基酸通常被认为是对身体有益的 事实上 它们的确是有益的 例如 众所周知 量氨酸能增肌 这就是为什么健美运动员 经常在锻炼前 锻炼期间和锻炼后 和含有大量量氨酸的蛋白质饮料 但是肌肉生成的部分原因是量氨酸激活了MQR 它主要负责向你的身体发出指令 现在条件不错 让我们脱离生存回路状态 29 然而 从长远来看 蛋白质饮料可能会阻止MQR通路提供长寿的益处 研究表明 如果将量氨酸从老鼠的饮食中完全去除 只要一周不畏食含这种特殊氨基酸的食物 就能显著降低起血糖水平 这是健康状况 改善的一个关键标志 30 所以 摄入一点点量氨酸 当然是必要的 但只需一点点就能发挥很大的作用 所有这些发现可能解释了 为什么素食者患心血管疾病和癌症的概率 明显小于肉食者 31 氨基酸的减少 进而对MQR产生抑制作用 并不是那个公式中唯一起作用的东西 较低的卡路里含量 较多的多分类物质 以及相比其他人所产生的优越感同样有益 所有这些 除了最后一个 都是素食者长寿和保持健康的有效原因 尽管我们少吃蛋白 多吃蔬菜 就可能会活得更久 但这样做无法使我们的寿命最大化 因为把我们的身体 至于营养逆境中并不能最大程度的触发我们的长寿基因 我们还需要诱导某种生理逆境 如果没有这种逆境 我们就失去了一个进一步触发我们的生存回路的关键机会 就像一辆漂亮的跑车 只在星期日早上在一个街区兜了个圈就被开了回来 我们的长寿基因将不幸的处于未被充分利用的状态 引擎带下有如此大的马力 我们只需要发动引擎 然后开车出去兜兜风 运动每天十分钟 几个世纪以来 运动一直是保持生命活力的药方 这是有原因的 然而大多数人 甚至许多医生并不这么认为 近400年来 自英国医生威廉 哈维发现血液在身体复杂的管道网络中循环流动之时起 医生们就一直认为 运动可以通过加快血液在循环系统中的流动 冲走血管中积聚的血小板 从而改善健康 事实并非如此 是啊 运动可以促进血液流动 是啊 它能促进心肺健康 是啊 它能使我们的肌肉更大 更强壮 但事实上 比这一切更重要的是 促成这一切的原因很简单 它发生在一个小得多的尺度上 细胞尺度 研究人员研究了数千名 具有不同运动习惯的成年人 血液细胞的端粒后 发现了一个显著的相关性 运动越多的人的端粒就越长 根据由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资助 并于2017年发表的一项研究成果 经常锻炼的人 运动量相当于每周五天慢跑半个小时的端粒 似乎比那些久坐的人年轻近十岁 32 但是为什么运动会延缓端粒磨损呢 如果你思考一下 我们的长寿基因是如何利用这些古老的生存回路工作的 上述问题就容易理解了 在大多数饮食中 限制食物摄入和减轻胺基酸的沉重负担 并不是激活能使我们的细胞 转变为生存模式的长寿基因的唯一途径 运动按照定义来讲 就是给我们的身体施加压力 它能提高耐的水平 激活生存网络 从而增加能量的产生 迫使肌肉生长出更多的血氧毛细血管 长寿调节者 AMPK MTOR 和沉默信息调节因子 都是通过运动调整到正确的方向的 这还没包括热量摄取 生成新的血管 促进心肺健康 使体格更强壮 当然还有延长端粒 例如SIRTE和SIRT6 帮助延长端粒 然后将它们包装起来 防止其降解 因为并不是缺少食物 或特定营养物质 使得这些基因起作用 而在于生存回路控制的兴奋程序 这种温和的逆境 唤醒并动员细胞防御 而且不会造成太大的破坏 在这件事情上 真的没有捷径可走 我们都需要逼着自己去做 特别是当我们变老的时候 但是65岁以上的人当中 只有10%会去锻炼 33 好消息是 我们可以不必连续运动几个小时 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 那些每周跑4-5英里的人 对大多数人来说 这是每天不到15分钟 就能完成的运动量 死于心脏病的概率 减小了45% 全因死亡率降低了30% 34 这可是一个群体效应 研究人员回顾了 55000多人的医疗记录 并将这些文件 与15年前签发的死亡证明 进行比对 他们医疗之中的事实 在3413例死亡病例中 那些告诉医生 自己天天跑步的人 死于心脏病的可能性 小得多 即使研究人员 把肥胖和吸烟的因素 考虑在内 天天跑步的人 在研究期间 死亡的可能性也较小 令人震惊的是 无论人们跑了多少步 跑步对健康的益处 都是非常相似的 即使是每天十分钟的 是度运动 也会使他们的寿命延长 然而 悠闲的散步和快跑 是有区别的 为了充分利用 我们的长寿基因 运动的强度 确实很重要 美奥医学中心的研究人员 对不同年龄组 不同类型运动的影响 进行了研究并发现 虽然许多运动形式 都能对健康产生积极的效果 但是只有高强度间歇性训练 HIT 显著提高心肺功能的那种 能调动最多的促进健康的基因 尤其是能在年老的锻炼者中 调动更多这种基因 35 当你感觉一项运动 有挑战性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 你是在做剧烈运动 你的呼吸会加深 加快 达到你最快心率的 70%至85% 你会汗流加倍 你会感觉不停下喘口气 就说不出话来 这是低氧反应 能很好的诱导足够的环境 胁迫来激活你的身体 抵御衰老 而且不会造成永久性伤害 36 我们仍在努力了解 所有长寿基因的作用 但有一点已经很清楚 许多由运动开启的长寿基因 对运动带来的健康益处负责 比如端力的延长 新的向细胞输送氧气的 微血管的生长 燃烧氧气 制造化学能的 线粒体的活性的增强 我们很久以前就知道 这些身体机能 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 我们现在还知道的是 受运动诱导的压力 影响最大的基因 可以把它们带回到 与年轻人相近的水平 换言之 运动开启基因 使我们在细胞水平上 再次焕发青春 经常有人问我 我能不能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只要消耗掉 多余的卡路里就行 我的回答是 不太行 当你给老鼠提供高卡路里的饮食 并日游它们 消耗掉所有能量时 寿命延长 是最有限的 CR饮食也一样 如果你仅用卡路里较低的食物 把肚子填饱 一些健康的益处 就会不复存在 癌饿对于CR是必须的 因为饥饿 有助于激活大脑中 释放长寿激素的基因 至少根据阿尔伯特 爱因斯坦医学院的 蔡东升最近的研究 来看是这样的 37 如果将进食和运动 结合起来 会延长你的寿命吗 当然 如果你能做到这两件事 那么恭喜你 你已经踏上健康之路 但是还有更多 你可以去做的事情 适度改变体温 在二十出头时 来到波士顿之前 我的人生都是在澳大利亚度过的 来到美国后 从文化层面来讲 一切都很顺利 不到一周 我就弄清楚了哪些市场 出售为吉米特黑酱 有人可能会说 作为一个孩子 你需要一些相当重要的 表观遗传程序 才能跟成人一样 去享受这种黑色酵母酱 我花了很长时间 寻找最正宗的肉馅饼 紫罗兰蜂蜜巧克力棒 Tim Thames 巧克力威化饼干 和涉香棒棒糖 最终我也找到了 买到所有这些 家乡美味的办法 没过多久 对美国当地人 似乎很难区分 澳大利亚口音 和英国口音这件事 我也不太在乎了 这并不难 澳大利亚口音更性感 让人最难熬的是寒冷 小时候 我以为我知道什么是寒冷 当西尼官方气象 战天文台山报道 他们测量到了 百年不遇的 接近零摄氏度的气温时 在澳大利亚现代史上 实际上还没有气温 降到零下的记录 我以为那就是寒冷 波士顿完全不是一回事 这里真是冻死人呀 我花钱买了许多外套 毛衣和内衣裤 大部分时间待在室内 像许多博士后研究员一样 我经常通宵工作 我工作起来真的很卖命 但事实上 我有很多个晚上不回家 其中一个原因 是我不想出门 这些日子里 我真希望 我早该想到 另一个对付严寒的方法 我真希望自己早该明白 要通过适应来克服它 我应该在严寒中散步 在1月中旬把我的脚趾头 伸进查尔斯河 因为事实证明 让你的身体 暴露在不太舒适的温度下 是另一个非常有效地 开启你的长寿基因的方法 当我们离开热中性温度区 这里温差较小 不需要采取额外的措施 来保暖或降温时 各种各样的事情就会发生 我们的呼吸模式改变了 我们的血液流动和全身的皮肤 我们身体最大的器官 就会发生变化 我们的心跳会加速或减慢 这些反应的发生 不仅仅源于表面原因 所有这些反应 都可以追根溯源到 100年前麦格纳明星 为生存而战的基因 图4.1寒冷 激活了长寿基因 沉默信息调节因子 被寒冷开启 这反过来 又会激活我们背部 和肩膀中的保护性棕色脂肪 图为1999年作者 在麻省理工学院接受冷疗 各种生物都有寻求 稳定平衡的倾向 这是一个普遍的生物学原理 事实上 这来源于生存回路的导向力 因此 我们在任何地方 都能看到这种倾向 特别是在温度较低的地区 随着科学家越来越多地关注 减少食物摄入量对人体的影响 人们很快就清楚地认识到 塔路里限制会降低核心体温 一开始 我们还不清楚 这是导致的生命活力的延长 还是仅仅是 暴露在这种特殊环境胁迫下 有机体发生的所有变化的副产品 不过 早在2006年 斯克利普斯研究所的一个研究小组 就对一些实验署进行了基因改造 使其所处的环境温度比正常温度低半度 这是它们在老鼠的生物恒温器上 玩了一个把戏而完成的一项壮举 研究小组将老鼠的UCP2基因副本 插入其下丘脑 下丘脑负责调节皮肤 汗腺和血管 UCP2是下丘脑的限力体短路 因此它们会产生更少能量 但会产生更多热量 这反过来又使老鼠的体温降低了大约半摄氏度 结果磁鼠的寿命延长了20% 相当于人类健康寿命增加了7年 而熊鼠的寿命延长了12% 38 参与这一过程的基因与人类相似 不仅是一个复杂的机制 这个机制欺骗下丘脑 使其认为老鼠的体温比原来高 还是一种一次又一次的被证明与长寿相关的基因 2001年来自贝斯以色列女知识医疗中心和哈佛医学院的一个联合研究小组证明 当老鼠的UCP2基因失效时 它衰老得更快 39 2005年 当时就职于康涅狄格大学健康中心的斯蒂芬 赫尔芳和他的团队证明 对一个类似基因的靶向上调 可以使果蝇的寿命延长28%磁性和11%雄性 40 随后 2017年 魁北克拉瓦尔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 UCP2基因与衰老之间的联系存在一个完整的循环 这个加拿大的研究小组证明 不仅UCP2可以让老鼠变冷 而且较低的体温因为能加速分解棕色脂肪组织 可能会改变基因的运行方式 41 棕色脂肪这种富含线粒体的物质 直到最近还被认为只存在于婴儿体内 现在我们知道它也存在于成年人体内 尽管它的数量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少 随着时间的推移 其踪迹越来越难以寻觅 它夹杂在白色脂肪中 在整个身体上的分布更加不均匀 它在不同人的不同部位前逛 有时在腹部 有时在上背部 这使得在人类身上研究它变得有点困难 通常需要泰特正电子发射断层显像 扫描需要注射放射性葡萄糖 来对它进行定位 然而 针对镊齿动物的多项研究 让我们对棕色脂肪与寿命之间的关系 有了更加清楚的了解 例如 对经过基因改造的爱姆斯猪如鼠的一项研究表明 棕色脂肪的功能 在这些长寿的动物身上得到了增强 42 其他一些研究还表明 拥有丰富棕色脂肪或每天冷的发抖三个小时的动物 拥有更多线粒体 助推UCP的沉默信息调节因子 SIRT3 并且患糖尿病 肥胖症和阿尔茨海默病的概率显著减小 43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进一步了解 如何使用化学方法替代棕色脂肪组织的生热作用 44 一种叫做线粒体解藕连剂的化学物质 可以模拟UCP2的作用 让质子穿过线粒体膜 就像在水电站大坝上钻几个洞一样 结果就是线粒体短路的副产品不是低温而是热量 闻起来有股甜味的线粒体解藕连剂 2 4 二销积分DNP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用于制造炸药 人们很快发现 接触这种化学物质的员工体重急剧下降 其中一名员工甚至因过度接触而死亡 45 1933年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医生温莎 卡廷 Winsor Cutting 和莫里斯 泰安特 Morris Tinter 对他们的系列论文进行了总结 认为DNP显著提高了代谢率 46 同年 尽管泰安特和卡廷发出了存在某些潜在危险的警告 美国的20家公司还是开始销售 DNP 英国 法国 瑞典 意大利和澳大利亚的多家 亭大利亚的简直